二课拍案惊奇,第二部《灵蒙出》,第十二章,应堪案大如争嫌弃干寿行侠女。 诗云,事事莫有诚心,诚心专会认错。认识大圣大贤,也要当着不着。 看官听说,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数些译文,图个好听。 最有意的,论些事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处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话将转来。 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 而今为什么说个不可有诚心? 只为人心罪灵,专是那空虚的才有公道。 一点诚心入在肚里,把好歹多错认了,就是圣贤也要偏执起来。 自以为是,却不知尸体竟不是这样的了。 道学的正派,莫如诸文公·惠翁。 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岂不是个大贤? 只为诚心上边,也曾错断了事。 当日在福建崇安县之县市,有一小民告一撞道, 有祖先坟营,县中大姓夺占做了自己的坟墓,公然安葬了。 惠翁一惊异于风水,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豪门富户建有好风水基地, 专要占夺了小民的,以致兴颂,这样是日日有的。 惠翁准了他撞,提纳大姓岛观。 大姓说,是自家做的坟墓,与别人毫不相干的,怎么说起占夺来? 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以示战了。 两家争个不屑。 教终正问时,个人位着一边,也没个的聚。 惠翁道,此街口说无凭,带我亲去踏看明白。 当下带了一干人饭及随从人等,亲到坟头。 看见山明水秀,凤舞龙飞,果然是一个好去处。 惠翁心里道,如此极地,怪到有人争夺。 心里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视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 大姓先禀道,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泥土工程,一应皆是新的,如何说是他家旧坟? 相公龙墓一看,便了然明白。 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下须有老土。 这原是家里的,他夺了才装心起来。 惠翁叫取锄头铁锹,在坟前挖开来看。 挖到松泥将近之处,当得一声响,把个挖泥的人震得手疼。 拨开扶泥看去,乃是一块青石头,上面依稀有字,惠翁叫取起来看。 从人扶去泥沙,江水洗净,字文渐降出来,却是某氏之木四个大字,旁边刻着细形,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 大姓吃惊道,这东西那里来的。 惠翁喝道,分明是他家旧坟,你已强夺了他的。 时刻健在,有何可说? 小民只是叩头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夺口了。 惠翁道是见得已真,起身静回县中,把坟断归小民,把大姓问了个强占填土之罪。 小民口口倾天,败谢而去。 惠翁断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锄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谁人肯做? 身为得意,岂之反落了奸民之计? 原来小民诡诈,晓得惠翁有此职性,专怪富豪大虎欺无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们看破得拿定了。 因贪大姓所作坟地风水好,造下一计,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墓前了多时,忽然告此一状。 大姓睡梦之中,说是自家新作的坟,一看就明白的。 谁知,地下仙作成词等圈套,当官发僵出来。 惠翁见此名艳,岂得不信。 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见有小人谋大家的。 所以执法而断。 那大姓伟时寿员,心里不服,到上边尖丝处在高江下来,仍发崇安县问礼。 惠翁越加喧闹,倒是大姓刁悍抗拒。 一发喊,这地方勒令大姓牵出官就,把地给与小民安错祖先,乐玩事件。 争奈外边多小的事,小民欺诈,惠翁错问了事,公义不平,沸腾喧嚷,也有风闻到惠翁耳朵内。 惠翁认识大姓力量大,智的人言如此,凯然叹息道,看似世界直到终不可行。 遂器官不作,隐居本处武夷山中。 后来有事经过其地,见林木枉然,记得是前日他刊断海小民之地。 再行闲步一看,看得风水真好,葬下该大发人家。 阴寻其旁居民问道,此事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利? 居民道,若说这家坟墓多是七心得来的,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 惠翁道,怎生样七心? 居民把小民当日埋食在墓内,骗了县官,炸了大姓这块坟地,葬了祖先的话,是长事短,各系说了一遍。 惠翁听罢,不觉两家通红,悔之无几,道, 我前日认识奉公执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骗,一点恨心自丹田里直贯到头顶来。 想到,拒着如此风水,该有发迹好处,拒着如此用心贪谋来的,又不该有好处倒塌了。 遂对天柱下四句道,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 驻罢而去,事业大雨如青,雷电一跤一坐,霹雳一声,乌瓦皆响。 此日看那坟墓,已毁成了坛,连一尸一观多不见了。 可见有了诚心,虽是慧安大贤,不能无误。 即后来尸体明白,才知悔悟,天就显出报应来,此乃天理不敏之处。 人若欺心,就骗过了圣贤,占过了便宜,葬过了风水,天地缘不容的。 而今为何把这件说这半日? 只为朱慧翁还有一件,为着诚心上边硬断一事,娶了一个下贱一妇人,反制得他名闻天子,四海称阳,得了个好结果。 有诗为证,白面秀才落得争,红颜女子落得苦。 宽人圣主两分章,凡使昌流名万古。 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听行手,姓颜明蕊,婊子右方,乃是个角色的女子。 一英琴琪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 善能作诗词,多字加心造句子,词人推幅。 有薄小古今故事,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尝试真心。 所以人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荡破在他身上。 四方闻其大名,有少年子弟目他的,不远千里,直到泰州来求一十面。 正是,十年不识君王面,使信禅娟解物人。 此时泰州太守乃是唐宇正,自众友,少年高才,封一流文采。 宋师法度,官府悠久,接召歌迹成应,只站着歌唱宋久,不许私事寝席, 却是与他血浪侠逆,也算不得许多清楚。 众友见颜蕊如此实权可喜,尽有眷顾之意,只为官真拘束,不敢一胡一味。 但是良辰佳节,或宾客席上,必定召他来诱酒。 一日,红白桃花盛开,众友至酒赏完,严蕊少不得来功一应。 饮酒中间,众友晓得,他善于慈勇,就将红白桃花为题,命负小慈。 严蕊应声成一雀,慈云。 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危罪。 此记,如梦境。 银罢,城上众友。 众友看毕大喜,赏了他两匹坚薄。 又一日,时逢七夕,府中开宴。 众友有一个朋友谢元清,即是豪爽之徒,是日也在席上。 他一向闻得严幼方之名,今得相见,不胜心性。 看了他这些行动举止,弹谐歌唱,渐渐动人,道,果然名不虚传。 大功连瘾,兴趣欲高。 对唐太守道,久闻慈子长于慈父,可当面仪是否。 众友道,既有佳客,以一副心慈。 慈子颇能,正可请教。 元清道,就把七夕为题,以小生之幸为运,求父一慈。 小生当银满三大欧。 严蕊领命,几口银一词道。 必无出坠,贵香财土,池上水花出现。 川真人在何一欢楼,正月路玉盘高谢。 朱芒却懒,耕拥之眷,空作古今佳话。 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 慈祭,却瞧现。 此以银成,元清三欧酒,刚吃的两欧,不觉悦然而起道。 慈祭新奇,调又世景,且才死敏捷,真天上人也。 我被何姓,得亲瞻方则。 汲取大功相仇,道,也要右方功淫此欧,略见小生亲母之意。 严蕊接过吃了。 太守看见两人光景,便道,元清刻边,可到严子家中,坐一乘而伴去。 元清大笑,做个一道,不敢情儿,故所愿也。 但为之又放心不如何。 众有笑道,严子解人,岂不愿是家客? 旷为太守做主人,一发该的了。 严蕊不敢推辞得。 久散,竟同谢元清一路到家,是夜岁流同枕席之欢。 元清一气豪爽,见此家里聪明女子,十分趁怀,只恐不得他欢心,在太守处凡有所得,尽情送予他家。 流连年年,方才别去,也用掉若干银两,心里还是欠然的,可见严蕊真能令人销魂也。 表过不提,且说雾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陈明亮,子同父。 父姓慷慨,人侠使气,亦是称为豪杰。 凡随身土大夫有气节的,无不与之一交易好。 怀帅新驾宣居阎山时,同父曾去访他。 将进居旁,玉衣小桥,骑得马不肯定。 同父将马三越,马三次退去。 同父大怒,拔出索佩之剑,一剑挥去马首,马倒地上。 同父面不改容,带步而去。 家宣是在楼上看见,大义为其,遂与定义交易。 平日行径如此,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 因到太州来看仲友,仲友资给管骨,留住了他。 闲暇之时,往来讲论。 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脑的是道学先生。 同父一见一瞳,常说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 说正心诚意的,多是一般害了封闭病,不知痛痒之人。 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不知性命是什么东西。 所以与仲友说的来,只一见,同父虽怪道学,却与朱惠安相好,惠安也曾见过同父来。 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不比势如辽阔。 唯有唐仲友平视才,极轻薄的是朱惠安,道他字也不识的。 为此,两个议论有些左处,同父刻底兴高,私有寄寡。 此时严蕊之名不满一郡,人多小的是太守相公作星的异样性头,没有一日闲在家里。 同父是个爽力汉子,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闲。 闻得有一个赵娟,色意虽在严蕊之下,却也算的是个上等的行愿,泰州数一数二的。 同父就在他家游耍,浅卷多时,两情欢爱。 同父挥金如土,毫无吝啬。 季家见他如此,百倍屈成。 赵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两个商量了几番,彼此乐意。 只是是个官身,必须洛吉,方可从良嫁人。 同父道,洛吉是府间所主,只需与唐仲有意说,亦如反掌。 赵娟道,若得如此最好。 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把此意北戏说了。 唐仲有取笑道,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亦交亦严蕊,而亦交亦赵娟,何也。 同父道,无辈情之所忠,便是罪胜,那见还有出其诱者。 旷言蕊乃守公所主义,即使与意交依,肯便落了急,放他去否。 众有也孝将起来道,非是属义,果然言蕊若去,此帮便绝无人,自然使不胆。 若赵娟要托吉,无补一命,但不知他相从人凶之意已绝否。 同父道,查其词意,四处制成,还要守公赞乡,做个月老。 众有道,相从之事,出于本人情愿,非小弟所可赞乡,小弟只管与他托吉辩了。 同父别去,就把这话回复了赵娟,大家欢喜。 次日,府中有宴,就换将赵娟来承应。 饮酒之间,唐太守问赵娟道,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要托吉丛粮,国有此事否? 赵娟叩头道,见切封尘已宴,若得脱离天地之恩。 太守道,托吉不难。 托吉去,就从陈官人否? 赵娟道,陈官人名流贵客,只怕他嫌弃威贱,未肯相收。 金若国有心于妾,妾嫣敢自外。 一托吉,就从他去了。 太守心里想道,这妮子不知高低,轻易应承, 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 况且手段挥霍,家中空虚,怎能地对这妮子终身? 也是一时间为赵娟的好意,冷笑道, 你果要从了陈官人到他家去,须是会忍得饥,受得动才使得。 赵娟一时变色,想道,我见他如此彻慢使钱, 到他家中必然富饶,故有嫁他之意, 若依太守的说话,必是个穷汉子,岂能了我终身之事? 好些不快活起来。 唐太守一时取笑致言,指道他不以为意。 岂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关心,陡然一变。 唐太守虽然与了他托吉文书,出去见了陈同父, 并不提起嫁他的说话了。 连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淡了许多。 同父心里怪道,难道昌家薄情的这样甚赖, 哄我与他托了吉,他就不做准了。 再把前言问赵娟。 赵娟回道,太守相公说来,到你家要忍动恶。 这这什么来由? 同父闻的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这样悖赖。 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也需有我的说话处。 他是个直性上气的人,也就不练了赵家, 也不去别堂太守,移境到朱惠安出来。 此时,朱惠安提举浙东长平仓,正在雾州。 同父进去,相见已毙,问说是胎州来。 惠安道,小唐在胎州如何? 同父道,他只晓得有个严蕊,有甚别够大。 惠安道,曾到吉下观佛。 同父道,小唐说功上不识字,如何做得尖思? 惠安闻之,漠然了半日。 盖世惠安早年登朝,茫茫世幻之中,著书立言,留步天下,自己还有些不迁益处。 见唐仓有少年高才,心里常议他要来轻薄的。 闻得他说,几步识字,岂不愧怒。 弗然道,他是我鼠患,敢如此无礼。 然背后之言为不真伪,遂行一张牌下去,说,胎州行政有在,重要巡礼。 兴夜道,胎州市,惠安是有心寻不适的,来得急促。 唐仲有出于不义,一时迎接不及,来得迟了些。 惠安心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轻薄,不把我放在心上。 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 当日下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一交一副与俊成,说,支付不值,听餐。 连严蕊也拿来收了奸,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 惠安道是众有风一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翠,吃不得醒考,不论有无,自然昭成,便好参奏他罪名了。 谁知严蕊苗丁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 随你招打目骂,千锤百考,只说,寻分共畅,吟诗又久是有的,曾无一毫踏实。 受尽了苦楚,尖尽了粤鱼,到底只是这样话。 惠安也没奈他何,只得糊涂做了不和蛊惑上官,狠毒将他痛胀了一顿,发去绍兴,令家勘问。 一面先剧本参奏,大略道,唐某不服讲学,往之圣贤道理,却底尘为不识字,居官不存正体,泄逆昌流。 居的奸情,再行复奏,去禁止。 等一,唐仲游有个同乡友人王淮,正在忠书省当国,也拒一丝皆,便惠安所奏,要他达之圣厅。 大略道,朱某不遵法治,一方在案,突然而来。 殷师迎侯,酷逼时昌流,妄无止观。 公道难免,利,不能使见一副巫符,尚辱独奏,明见欺望。 等一,孝宗皇帝看见惠安所奏,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众有司皆,与孝宗看。 孝宗见了,问道,二人是非,轻易如何? 不合。王淮奏道,聚臣看看,此乃秀才争嫌弃儿。 一个道积了他不识字,一个道不淫猴的他。 此是真情,其余言语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吗? 多不要听他就是。 孝宗道,轻说的是,却是上下思不合,地方不变,可两下平掉了,他没变了。 王淮奏谢道,陛下圣剑极荡,臣当吩咐所不奉行。 这番经中,亏得王丞相帮衬,孝宗有主意,唐众有官爵安然无事。 只可怜这边严蕊吃过了许多苦楚,还不算账,出本之后,另要绍兴去听问。 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严蕊解道时,见他模样标志,太守便道, 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 就用言行考他,讨杂来攒指。 严蕊食指纤细,长辈嫩白。 太守道,若是钦操警救的手,绝不是这样,所以可恶。 又要将加棍加塌。 当案孔木禀道,严蕊双足甚小,恐惊挫折不起。 太守道,你到他足小吗? 此皆人力娇柔,非天性之自然也。 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要他招与唐众有通奸的事。 严蕊召钱不招,只得且把来奸了,以待再问。 严蕊到了奸中,御官着实可怜他,吩咐狱中劳俗,不许难为。 好言问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任,你何不早招任了? 这罪是有奋献的。 女人家犯一银一,急重不过是账罪,况且已经账断过了,罪无重刻。 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 严蕊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为好,料然不道得死罪,招任了,有何大害? 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屈,信口妄言,以乌土待赴。 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乌人,断然不成的。 御官见他词色凛然,十分起敬,尽把其言真知太守。 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 可恶这妮子倔强,虽然上边发落已过,这里原要决断。 又把严蕊带出奸来,再加痛仗,这也是奉承惠安的意思。 谍成文书,正要回复提举司,看他口气,别行定夺,却得惠安改掉消息,方才放了严蕊出奸。 严蕊嫩的悔气,官人每字争嫌弃,做他不着,两处奸礼无端地奸了两个月,强作的他一个不应罪名,倒受了两番磕断。 其余逼十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 正是,归回方逐杖,妻却断文琴。 毫无不动念,方承道学心。 严蕊吃了无限的魔折,放得出来,气息奄奄,几番欲死,将袭杖窗。 几时见不得客,却是门前车马,比钱更胜。 只因此不肯招唐众有一事,四方之人众他意气。 那些少年上气节的朋友,一发道是堪鼻鼓来一霞之轮,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使他免。 所以挨挤不开。 一般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诸惠安两句。 惠安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众友,落得动了好些唇舌,外边人严宣吠,严蕊升价藤永,直传到孝宗耳朵内。 孝宗道,早是前日两平除了。 若听了一篇之词,贬低了唐宇正,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眉身诉处。 陈同父知道了,也回道,我只向惠安说的他两句话,不到认真的大弄起来。 今唐众友旨疑是我害他,无可辩处。 殷之书与惠安道,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宇正乃建议相赠,真足当田光之死矣。 然困穷之中,又自惜此颇命。 一笑,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众友迫了他赵娟之事,亦是心中奋气,故把众友平日说话对惠安讲了出来。 原不料惠安狠毒,就要百步众友起来。 至于连累严蕊,受此苦考,皆非同父之一也。 这也是惠安诚心不化,偏执之过,以后改掉去了。 交代的是岳商卿,明领。 道任之时,祭使女拜贺。 商卿问,那个是严蕊。 严蕊上前答应。 商卿抬眼一看,见他举止一人,在一般祭使女之中,却向鸡群内野贺独立,却是容颜憔悴。 商经晓得前世,他受过折挫,甚绝可怜。 因对他道,闻你长于雌汉,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词诉我,我自有主意。 严蕊领命,略不够私,应声口战,补算子道。 不是爱封尘,四倍前缘物。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亦奴亦归处。 商经听罢,大家称赏道,你从良之义决矣。 此事好事,我当为你做主。 立刻取迹即来,与他除了名字,叛与从良。 严蕊叩头谢了,出得门去。 有人得知此说的,千金是聘,争来求讨,严蕊多不从他。 有一宗室尽属于地,丧了正佩,悲哀过切,百事俱堂。 宾客们恐其伤性,拉他到济管散心。 说着别处多不肯去,只等说到严蕊家里,才肯同来。 严蕊见此人满面欺容,问之为苦丧偶之故,晓得是个有情之人,关在心里。 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饮酒中间,彼此喜乐,应而留住。 清心来往多时,毕竟纳了严蕊为妾。 严蕊也一意随他,遂成了终身结果。 虽然不道的夫人,县君,却是宗室自娶严蕊之后,身为得意,竟不续婚。 一根一地,立了父名,想用道底,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 后人评论这个严蕊,乃是真正讲的道学的。 有七言古风一篇,单说他的好处。 天战有女真奇绝,辉豪能负谢亭雪。 茶粉于侯太守颜,酒憨未必忽竹面。 忽耳间思非习致,行阳横掠头抢地。 张台不犯是失条,费时会殊此时事。 见智何妨轻易死,启成浪雨无君子。 罪不重科两的答,玉立之威只事尔。 君后能讲无自欺,乃且女子无人为。 虽在雷谢非其岁,泥腹之语,一壶一望志。 君不见,冠高当是白赵王,身无完肤由自强。 今日峨眉易能耳,千载同文侠古乡。 寒贫代孝出弊案,寄生何眼必没汗。 山花满豆归夫来,于皇子有梁红案。 第十三章路,泰安客人作似主判西里救鬼。 事曰,昔日眉山翁,无事强说鬼。 何取淡怪言,阴阳等毅力。 唯令死可生,不叫生溃死。 近人颇通玄,我怪软轩子。 近时有个软修,婊子轩子。 他一生不信有鬼,特作一篇无鬼论。 他说道,金人见鬼者多说他这活食节衣服。 这等说起来,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 一日,有个书生来拜,他急论鬼神之事。 一个说无,一个说有,两下辩论多时,宣子口才辩解,书生看看说不过了,力气深来道。 君家不信,难以置辩,只眼前有一件大正见,身即是鬼,岂可说无取。 言毕,忽然不见。 宣子经的木呆,默然而残,这也是他见不到处。 从来圣贤多说人死为鬼,岂有没有的道理。 不只是有,还有许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来显灵的。 所以古人说,当令死者复生,生者可以不愧,方是忠臣意图。 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见得死者的能有几个? 只为妻死鬼无知,若是见了显灵的,可也害怕了。 宋时福州黄驴人刘尖税的儿子四九秀才,娶郑丝业名仲的女儿为妻,后来死了,三个月将去葬于郑家仙龙之旁。 记眼眶,刘秀才邀请送葬来的亲朋在坟安饮酒。 忽然一个大碟飞来,可有三寸乡长,在刘秀才左右盘旋飞舞,赶逐不去。 刘秀才倒是怪异,戏言道,莫非我妻之灵乎。 躺阴间有之,当即我掌上。 刚说的罢,那蝶应声而下,竟飞在刘秀才右手内,将有一颗光景,然后飞去。 戏看手内已生下一卵,做客多来观看,刘秀才恐失掉了,将纸包着,叫房里一个养娘,一交一付与她葬。 刘秀才念这正事,叹息不已,不绝泪下。 正在七皇间,忽见这个养娘走进来,道,不必悲伤,我自来了。 看着行动举止,声音笑貌,宛然与正事一般无二。 众人多倒是这养娘风发了。 到晚回家,竟走到正事房中,开了乡霞,把官场拆穿服饰之类,锦多拿出来,洗澡正事平日打扮起来。 家人正皆惊骇,他竟走出来,对刘秀才说道, 我去的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某妾说什么话,某仆作甚够大。 数来,见见不虚。 刘秀才晓得是正事附身,把这养娘信,做事正事,与他说话,全然无异。 也只道夫几时要去的,不想自此声音不改了,到夜深静登正事之床,拉了刘秀才同睡。 云与欢爱,竟与正事生时一般。 明日早起来,驱处家事,简叫装租不舒,分毫不爽。 亲眷家闻之,多来看他,他与人含一温一款贷,一如平日。 人多叫他鬼小娘。 养娘的父亲,就是刘家庄仆,见说此事,急来看看女儿。 女儿见了,不认识父亲,叫他的名字骂道,你去年还欠骨若干糊,何为不还? 教当值得长住了要打,讨饶财助。 如此这五年,直到后来刘秀才死了,养娘大叫一声,默然倒地,醒来仍旧如常。 问他五年监事,分毫不知。 看了身上衣服,不胜惭愧,急脱谢了,原作养娘本等去。 可见世间鬼父生人的是极多,然只不过一世间是,没有几年假,竟做了生人与人相处的。 也是他因中,撇刘秀才不下,又要照管家世,故此献出这般奇异来。 本说的个没鬼,这个是戒生人的了,还有个戒死人的。 说来时,直叫小胆惊欲死,认识英雄也汗流,只为满腔冤一声,一消鬼扩爆薪酬。 话说惠基荣县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 为何叫的鹿胎山? 当时有一个陈惠渡专以涉猎营上,到此山中,见一带胎鹿鹿,在面前走过。 惠渡腰带内取出剑来,搭上了一剑射去,叫声着,不偏不测,正中了鹿的头上。 那只鹿带了剑,急急跑到林中,跳上两跳,早把个小鹿生了出来。 老鹿既产,便把小鹿身上血是个干净了,然后倒地生死。 陈惠渡见了,好生不忍,生毁前夜,抛弓弃尸,头四为僧。 后来鹿死之后,生出一样草来,就名鹿胎草。 这个山原叫的山山,为此就改作鹿胎山。 山上有个小庵,人只叫做鹿胎庵。 这个庵,苦不甚大。 宋春夕年间,有一僧号竹林,同一行者在里头居住。 山下村里,明善西里,就是王子游雪夜访带安道的所在。 里中有个张姓的人家,家长心死,将入并练,来请安僧竹林去坐入观公德。 是夜里的事。 竹林叫形状,挑了法式京香,随着就去。 十一日暮,走到半山中,只见前面一个人叫道,天色晚了,师父下山,倒渗出去。 抬头有时,却是平日与他相好的,一个秀才,性质明亮,子公言。 两人相依已毙,竹林道,官人从何处来? 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么好? 支声道,小僧从县间到此,见天色已晚,将来投诉安中,与师父亲话。 师父不下山去罢。 竹林道,山下张家主翁入殓,特请去做佛事,是在今夜。 多年谈阅人家,怎好不去得? 只是官人已来到此,又没有不留在安中速歇的。 事出两难,如何是好? 支声道,我不速此,别无去处。 竹林道,只不知官人有胆气独住佛? 支声道,我被大丈夫气吞湖海,鬼物所谓,有甚美胆气处。 你每次去,我尽道用中自速罢。 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过意不去,明日归来,罚作一个东道请罪罢。 支声道,快去,快去,省得为我少得了趁钱,明日就将趁钱来破除也好。 竹林就在腰间解下钥匙来赋语支声,道, 官人,你可自去开了门歇速去,肚中饥饿时,厨中有糕饼,造下有建成米饭,食物多有,随你权宜吃用,将就过了今夜,明日绝早,小僧就回。 托载相知,敢如此大胆,兴无见责。 托载相取笑道,不要开进门去,撞着了什么避忌的人在里头,你放心不下。 竹林也笑道,山岸浅漏,料没有妇女藏的,不妨,不妨。 托载相道,若有在里头,正好我受用她一夜。 竹林道,但凭受用,小僧再不吃醋。 大笑而别,竹林自下山去了。 直升接了钥匙,一静躲上山来,端得好夜景,弃压争树,肃鸟归林。 隐隐终生,知事缠冠清泛,纷纷烟色,看她比屋晚吹。 静辟少人行,唯有侨夫坚丹下,山身无刻至,并息至子侯门营。 微盲几点书星,护前相饮,灿烂一勾心悦,默默来腰。 室内之音,只是满堂木偶,亭前好伴,无非对坐金刚。 若非得众鬼神亲,也要心仪吃魅志。 直升走进安门,静躯禅室。 此时明月如昼,将要是开了房门, 在佛前长明灯内点个火起来,点在房仲了。 到灶下看时,波头内有吹下的饭,将来锅内热一热, 又去清平倒灌,寻出些笋干木耳之类好些物事来。 笑道,只可惜没处得几杯酒吃吃。 把饭吃饱了,又去烧些汤,点些茶起来吃了,走入房中。 掩上了门,斩一斩被卧停荡,熄了灯,倒头便睡。 一时间睡不去,还在翻覆之际,呼听的叩门上。 直升自念安僧此时正未归来,临旁别无人计,有何人到此? 必是山痴木昧,不去理他。 那门外扣得转急,直升本有胆气,毫无不畏,大声道, 辱是何物,赶来作怪。 门外道,小弟是山下留念寺,不是什么怪。 直升剑说出话来,侧耳去听,果然是留念寺声音, 原是他相好的旧朋友,恍惚之中要起开门。 想一想道,留念寺已死过几时,这分明是鬼了。 不定起来。 门西外道,你不肯起来放我,我自家会走进来。 说吧,只听得房门哭哭有声,一直走进房来。 月亮里边看去,果然是一个人,聚在蝉椅之上, 自然坐下。 大呼道,东言! 暴言! 彼人到此,怎不起来相依。 直升道,你死了,为何到此? 鬼道,与足下往来甚久,我原不曾死,今身子健在,怎么把死来戏我? 直升道,我而今想起来,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 我与某日到你家送葬,葬过了才回家的。 你如今却来这里作怪,你感到我怕鬼,顾戏我吗? 我是铁汉子,胆气极壮,随你什么千摇百怪,我绝不怕的。 鬼笑道,不必多言。 是对足下说,小弟果然死久了,所以不必幽名,婚夜到此寻足下者, 有一腔心事,要诉语足下,求足下出一臂之力。 足下许我,方才敢说。 直升道,有何心事? 快对我说。 我念平日相语之情,堂可用力,必然尽心。 鬼叹息了一会,方说道,小弟不幸去世, 不上一年,山妻房市及时改嫁。 嫁也罢了,凡我所有乡辖财,田屋文券,席卷而去。 我只一九岁儿子,嫁才分毫没分。 又不照管他一些,使他饥寒伶仃,在外边起开度日。 说到此处,岂不伤心? 便耿耿叶叶哭僵起来。 直升好生不忍,便道,你今来见我之意, 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吗? 鬼道,幽冥幽幽,图见悲伤, 没处告诉,特来见足下。 要足下念平生之号,替我当一一说,身此冤根。 追出家财,赋予无子,使此子得以存活。 我明目九泉之下,当笑劫草贤坏之报。 直升听罢,意气愤愤,便道,既成相托,此乃我身上是了,明日即当网见县官,为兄申离此事。 但兄弟死无对证,只我口说有何凭据? 鬼道,我一一说来,足下虚迹地明白。 我有钱若干,素若干,步驳若干,在我妻身边,有一戏杖在笔简装侠内,持药锦细身上。 田若干母,在某乡,乌若干尖,在某里。 具有文器,在笔房内子妻乡中,时常放在床顶上。 又有白银五百两,记载笔亲赖某家。 文德王取几番,笔家不肯认账,若得官吏,也可追出。 此街渐渐有据,族下肯为我留心,不怕他少了。 只是儿子幼小无能,不是族下帮扶,到底成不得事。 直升一一牢记,恐怕忘了,又叫他说了再说,说了两三遍, 把许多数目款项据明明白白了。 直升道,我多已记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 只是你一向在那里,今日又何处来? 鬼道,我死去无罪,不入名思。 各处游荡,看见家中如此情态。 记不到阴思,没处合理,阳间官府外, 又不是鬼魂可告的,所以寒忍至今。 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负斋,知足下在此山上, 故特地上来表此心事,求肯出力,万气留神。 直升与他言来语去,觉得更深了,心里动念道, 他是个鬼,我与他说话已久,不要为鬼气所亲,被他迷了。 趁心里轻蚀,打发他去罢。 因对他道,刘兄所托记完,可以去了。 我身子已倦,不要防了我睡觉。 说吧,就不听见声赏了,叫两声刘兄,刘念四。 并不答应了。 直升想到已去,结仗看时,月光朦胧, 蝉蚀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动。 直升道,可又作怪,诡计已去,此又何物? 大咳嗽,蝉蚀之物,也一样咳嗽。 直升不理他,假意憨忽,以上之物,也一样憨忽。 极致仍前叫刘兄,他却不答应。 直升出事胆大,与刘鬼相问答之时, 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违议, 此时精神既已少卷,又不见说话了, 却只如此做影响,心里就怕僵起来。 道,万一定上床来,却不厉害。 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 以上之物,从背后一路赶来。 直升走到佛堂中,听得背后脚步上, 想到,曾闻的人说, 鬼物行步,但会值钱,不能曲折。 我今环绕而走,必然赶不着。 岁在堂在边,绕了一转, 那鬼物跟路走不迭了, 扑在柱上,就抱住不动。 直升见他抱了柱,叫声惭愧。 一道烟望门外溜了, 两三步并坐一步, 一口气奔到山脚下。 天色已明, 只见山下两个人前后走来, 正是竹林与行同。 见了直升道, 观人起得这等早, 未甚成的喘窃。 直升喘息略定, 道,险些吓死了人。 竹林道,为何呢? 直升把夜来的事, 从头说了一遍。 道,你们瞥了我在弹乐家快活, 岂知我在山上受如此惊怕? 经我下了山, 正不知此物怎么样了。 竹林道, 好教官人得知, 我每撞着的事, 比你的还稀奇力。 直升道, 难道还摆其似我的? 竹林道, 我们做了大半夜佛事, 正要下官, 摇动领储, 念过真言, 抛个颂子, 揭开海背一看, 正不知死人一尸一孩在那里去了, 何家惊慌了, 前后找寻, 并无影响。 送脸的朱钦多下得走了, 孝子无头可奔, 满堂鼎沸, 连我们做佛事的, 没些意志, 只得散了回来。 你倒作怪吗? 直升摇着头道,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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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人事改常, 变怪不一, 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 若不眼见, 说着也不信。 竹林道, 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 直升道, 要寻刘家的儿子, 与他说去。 竹林道, 且从容, 昨夜不曾相陪地, 又吃了这样惊恐, 而今且到小安里坐坐, 吃些早饭在处。 直升道, 我而今青天白日, 便再去寻寻昨夜光景, 看是怎地。 就同了竹林, 一行三个一头说, 一头笑, 躲上山来。 一宵两地作怪, 闻说也须惊坏。 禅师不见不闻, 未必心无挂碍。 三人同道安前, 一起抬起头来。 直升道, 原来还在此。 竹林看时, 只见一个死人抱住在堂柱上。 行童大叫一声, 把京香扑得灌在地上了, 连声喊道, 不好。 不好。 竹林催了一口道, 有我两人在此, 怕怎的? 且仔细看看着。 竹林把安门打开, 向亮处一看, 叫声奇怪。 把个舌头伸了出来, 缩不进去。 直升道, 昨夜与我讲了半夜话, 后来赶我的, 正是这个。 依他说, 只该是刘念寺的一师一手, 金却不认的。 竹林道, 我仔细看他, 分明像是张家主翁的模样。 敢就是昨夜失去的, 却如何走在这里? 直升道, 这等是刘念寺借负了一师一手, 来与我讲话的了。 怪到他说道山下人家负债来的, 可也奇怪得紧。 我而今且把他吩咐我的说话, 一一写了出来, 省得过会忘记了些。 竹林道, 你自作你的事。 而今这个一师一手在此, 不稳便, 我且知会张家人来认一认看。 若从来不是, 又做计较。 连忙叫行童做些早饭, 大家吃了, 打发他下山张家去报信说, 山上有个死一失一, 报有在上, 有些像老谭月, 特来邀请亲人去看。 张家儿子见说, 急约亲为几人非也四到山上来认。 林里坚文的此说, 近道西齐, 不约而同, 无数地随着来看。 但见, 一惠子闹动了扇溪里, 险仙踹平了陆泰安。 且说张家儿子走到安中一看, 在上的果然是他父亲一师一手。 浩天拍地, 哭了一场。 哭罢, 拜倒, 父亲何不好好入恋, 怎地走到这个所在, 如此作怪, 便请到家里去罢。 叫众人帮了, 动手解他下来, 怎当地双手紧抱, 劳木可托。 欲用力拆开, 又恐怕折坏了些肢体, 心中不忍。 捂弄了多时, 再不得计较。 此时山下来, 看的人越多了, 内中有得到, 心意是一墙魂壁不可托, 除非连柱子弄了家去。 张家是有力之家, 便依着说话, 叫些匠人把几只木头, 将乌粮支架起来, 截断半载, 然后连载一失衣, 倒了下来, 挺在木板上了, 才偷的柱子出来。 一面将木板扎缚了绳索, 正要打抬他下山去, 内中走出一个李正来道, 列位不可造次。 听小人一句说话, 此事大齐, 关系地方怪异, 须得报之之县相公, 眼瞳艳看方可。 众人齐住了手, 道, 嫩地使, 你自报去。 李正道, 报时须说, 此一失衣在本家怎么样不见了, 几时走到这安里, 怎么样抱在这柱子上, 说得背戏, 方可对复之县相公。 张家人道, 我们只知下官时, 揭开背来, 不见了一失一手, 以后却是唐李师傅来报, 才寻得着。 这里的事, 我们不知。 竹林道, 小僧也因做佛事, 同在张家, 不知这里的事。 今早回安, 方才知道。 这用力自有个秀才官人, 晚间在此歇宿, 见他一师一手来的。 此时直升已写完了账, 走将出来道, 晚间的事, 多在小生肚里。 李正道, 这等, 也要凡官人建一建支县相公, 做个证件。 直升道, 我正要见支县相公, 有话说。 李正就骑了一班地方人, 张家孝子服从了抗议十一的, 一袖才自带了血的杖, 一拥下山, 同到县里来, 此时看得何止人山人海? 嚷满了县堂。 支县出堂, 问道, 何事喧嚷? 李正同两处地方一起跪下, 道, 地方怪异, 将来告明。 支县道, 有何怪异? 李正道, 山西李民家张某心死入恋, 一尸一首忽然不见, 第二日, 却在鹿胎山上安中, 抱住佛堂柱子, 见有个植秀才在山中歇宿, 见得来时明白。 金本家连在取下, 将要归家。 小人们见此怪异, 关系地方, 不敢不报, 故连作怪之以失忆, 并亦干人等, 多送到相公台前, 凭相公发落。 支县道, 我曾读过野史, 死人能起, 幻名一尸一绝, 也是人世所有之事, 今日偶然在此, 不足为意, 只是植秀才所建来的光景, 是怎么样的? 支声道, 大人所言, 亦是亦绝故事, 但其间还有好些缘故, 此亦是亦非能作怪, 乃一不平之鬼, 借此亦是亦来, 托小生求申理的。 金剑大人, 当已被臣, 只是此言未可走线, 望大人主张, 发落去了这一干人, 小生别有下情实告。 支县见他说的有些阴由, 便叫该坊与地方取辞立案, 打发张家, 亲属领, 亦识亦归恋, 各自散去, 单留着直声问说背戏, 直声道, 小生有个旧友留念寺, 家世近也一温一宝, 身死不多时, 其妻房氏席卷家资, 改嫁后夫, 至九岁一子流离道路。 昨夜鬼寇山安, 于小生诉苦, 各言其妻所掩没之术, 即忌顿之家, 朗朗明白, 要小生出身带告大人台下, 求离此相。 小生意气所激, 一力应成, 此鬼安心而去。 不想他是借张家新一世一复了来的, 鬼去一世一存, 小生觉得有意, 离了房门走出, 那一失忆就来赶住小生, 欲助而报。 性以天明, 小生的托。 故故地方见此一世, 其实乃有人这一点不平之怨气所致。 今小生既其所言, 满路易止, 大人台见, 照此担款为小生一锥, 使此子成立。 不在此鬼苦苦见脱之意, 亦是大人身冤理在, 就困存孤至大德也。 知献听罢, 道, 世间有此薄行之父, 官府不知, 乃使鬼来求身, 又亏一民目矣。 今有樊先生做个证明, 带下官尽数追取出来。 知献道, 带小生去寻着其子, 才有主脑。 知献道, 追名了家财, 然后寻其子来给还, 未为耻也, 不可先露机关。 知献道, 大人主张即当。 知献, 叫知献出外边伺候, 密地签个小票, 竟拿刘念四元七房氏道官。 原来这个房氏, 小明恩娘, 体太风一流, 情性一银一十当。 出嫁刘家, 虽则家道因后, 争奈刘生禀父盈弱, 欲敌先败, 尽力奉承, 终不窃矣。 所以得虚窃之病, 三年而死。 刘家并无温辜伯叔至亲, 只凭房氏做主, 守孝中期, 就有些耐不得, 未满一年, 就嫁了本处一个姓姓的, 叫做姓德, 倒比方是小三五岁, 少年美貌, 一经一力强壮, 更善抽天之法, 房氏才智有人道之乐。 只恨丈夫死得迟了几年, 所以一家所有, 尽情拿去奉承了婉夫, 连儿子多不顾了。 儿子有时去看他, 他一来怕婉夫嫌弃, 二来儿子见长, 这些与婉夫自意取乐光景, 终是碍眼, 只是赶了出来。 刘家二字已怕人提起了, 不料青天一个霹雳, 现间竟来拿起刘家元七房室来, 惊得个不知头脑, 与婉夫商量道, 我身上无事, 如何现间来掌握? 他票上有刘家二字, 莫非有人缩红小叶种告了状吗? 急问差人讨票侃, 竟不知原告是那个, 却是没处躲闪, 只得随着差人到衙门里来。 姓德虽然跟着同去, 票上无名, 不好见官, 只带了房氏当面。 知县见了房氏, 问道, 你是刘念寺的元妻吗? 房氏道, 当先在刘家, 而今的丈夫叫做姓德。 知县道, 谁问你后夫? 你只说前夫刘念四身死, 他的家是怎么样了? 房氏道, 原没什么大家事, 死后儿子小, 杨小熬人不活, 只得改嫁了。 知县道, 你丈夫托梦于我, 说你卷卤家私, 嫁了后夫。 他有许多在你手里, 我一一记得的, 你可是招来。 房氏心中不信, 赖道, 伪失一些没有。 知县叫把扎来扎了指, 房氏忍着痛, 还说没有。 知县道, 我姐逐渐问你, 你丈夫说, 有钱若干, 素若干, 不若干在你家, 可有吗? 房氏道, 没有。 知县道, 田在某乡, 屋在某里, 可有吗? 房氏道, 没有。 知县道, 你丈夫说, 钱物细账, 在简装匣内, 持药在你身边, 田房文器在紫漆箱中, 放于床顶上。 如此明白的, 你还要赖? 房氏起初见说着树木, 一次心慌, 还勉强只说没有, 金剑如此说出海底福来, 心中惊骇道, 是丈夫梦中告诉明白了。 便就遮拾不出了, 只得叩头道, 谁想老爷知得如此背戏, 伪实渐渐真有的。 支县就换松了扎, 灯石压去, 取了那简装鱼子七香来, 当堂开看, 与直升所写的无意不对。 又问道, 还有白银五百两, 既在亲眷赖某家, 可有的吗? 房氏道, 也是有的, 只为赖家七小熬人是偷记的东西, 以后去取, 推三阻四, 不肯拿出来还了。 支县道, 这个我自有处。 当下点一个差役, 押了那夫人去寻他刘家儿子同来回话, 又吩咐, 请直秀寸奖来, 支县对支声道, 多被下官问江出来了, 与先生所写一一皆同, 可见鬼之有灵意。 金一押此父寻他儿子去了, 先生也去, 大家一寻, 若见了, 同道此间, 当面追给家则与他, 也玩先生一场唯有的事。 直升谢道, 此乃小生分内侍, 就当出去找寻他来。 直升去了, 支县教楼内取出一名盗贩来, 秘密吩咐道, 我带你到一家去, 你只说节来银两, 多记在这家里的。 只这等说, 我宽你几页锁压, 赏你一顿点信。 一贼犯道, 这家姓什么? 支县道, 姓赖。 贼犯道, 姓得好。 好歹赖他家娘罢了。 支县历时带了许多积补原意, 压锁了这道饭, 一静抬到这赖家来。 赖家是个名户, 忽然支县摆弓抬进门来, 现已荒作一一团一。 只见众人一簇拥支县, 中间坐了, 叫赖某过来, 赖某战兢兢地跪道。 支县道, 你良民不要坐, 却窝顿道赃吗? 赖某道, 小人颇知书里, 棘手本分地, 怎敢干此非为之事? 支县镶着道饭道, 见有这贼招出姓名, 有现银千两, 寄在你家, 怎么赖的? 赖某正要认看, 何人如此无他, 那道饭受过吩咐, 口里便喊道, 是有许多银两藏在他家的。 赖某慌了道, 小人不曾认得这个人的, 怎么误得小人? 支县道, 口说无凭, 左右动手前后搜着。 赖某也自去作演, 不许乘机抢腻物事。 那一杆如狼似虎的人, 得了口气, 打进房来, 指出地皮不翻转, 把香笼多搬到官面前来。 内中一厢沉重, 支县叫打开来看。 赖某晓得有银子在里头的, 着了急就喊道, 此事亲眷所寄, 支县道也要开看。 打将开来, 果然满香白雾约有四五百两。 支县道, 这个名是道赃了。 道贩也衬口喊道, 这正是我劫来的东西。 赖某道, 此非小人所有, 乃是亲眷人家寡一副房氏之物, 他起身在教, 全记在此, 岂是道赃? 支县道, 信你不得, 你写个口词道献艳看。 赖某当下写了个, 某人记顿银两数目明白, 压了个字, 随着道线尖来。 却好方式压出来, 寻找了儿子, 直升也撞见了, 一同进县里回话。 支县叫赖某过来道, 你方才说银两不是道赃, 是房氏记的吗? 赖某道, 是。 支县道, 记住金在此, 可还了他, 果然道情与你无干, 赶出去罢。 赖某见了房氏, 对口无言, 只好只看。 用了许多欺心, 却被闲了出来, 又吃了一个虚惊, 眉心子去了。 支县换过刘家儿子来看了, 对直升道, 如此孩子正好提携, 而今账母文券具已建在, 只需去一交一点明白, 追出银两也给予他去, 这以后多是先生之事了。 支声道, 大人神明, 好奇莫顿, 网友有知, 九泉贤感, 此次成立之事, 是网友幽名见托, 记账大人身理, 若小生有始无终, 不但人非, 难堪鬼则。 支县道, 先生诚感幽名, 故贵友游相托, 金鬼语无疑不真, 王者之源与生者之义, 可为可敬, 岂知此一场表怪之事, 却看出此一案来, 真奇闻也。 当下就押房氏与儿子出来, 赵丈母一交易收了物事, 将文器查了填房, 一一踏实牵管了, 多是直升与他经历, 一个乞丐小丝, 碎成父氏之子, 因是直升不负所托, 也全亏的这一页鬼话。 彼氏晚夫幸德建房氏说是前夫托梦与支县相公, 顾知得这等明白, 心中先有些害怕, 夫妻二人怎敢为阳一些。 后来, 晓得鬼来活现了一页, 托语直秀才的, 一发打了好些寒劲, 略略有些头疼脑热, 救生疑惑, 后来破费了些钱钞, 见读了几番, 方的放心, 可见, 人虽以死之鬼, 不可轻负也。 有诗为证, 何缘世上多神鬼, 只为人心有不平, 若是光明如白日, 纵然有鬼也无灵。 第十四章, 赵献君瞧送皇甘, 吴轩教干长百。 诗云, 堵塞相悦人之情, 各中缘有真缘分, 只因吴甲不成真, 就理藏机不可问。 少年鲁莽浪滩一银衣, 等闲踹入风亦流阵。 馒头不吃惹深山, 也俗传名扎火炖。 听说世上男贪女爱, 未知风情。 指这两个自害的人也不浅, 送的人也不少。 其间, 又有奸诈之徒, 就在这些贪爱上面, 想出个奇巧题目来。 做自家妻子不着, 装成圈套, 引诱梁家子弟, 炸他一个小昂贵, 为之渣火盾。 若不是识破机关, 硬浪的郎君, 十个着了九个道。 记得有个京师人, 靠着老婆吃饭的, 齐齐涂脂抹粉, 贯买风情, 挑逗那富家郎君。 道得上了手的, 约会其夫, 只坐撞着, 要杀药寡, 只等出彩买命, 燕足方休, 被他弄得也不止一个了。 有一个剥皮子弟, 深知他行径, 杨维不小, 故意来产。 齐齐与了他些甜头, 勾一引他上手, 正在床里作乐, 其夫打将进来。 别个着了忙的, 定是跳下床来, 寻躲避去处。 怎知这个人不慌不忙, 且把他妻子搂抱得紧紧的, 不放一些宽松。 扶在肚皮上大言道, 不要嚷乱, 等我完了事再讲。 其妻子猪也四喊起来, 乱颠乱推, 只是不下来。 其夫进了门, 掀起帐子, 喊道, 干得好事。 要杀, 要杀, 将这刀背放在梗子上, 裂了一裂, 却不下手。 扑皮道, 不必做枪, 要杀就请杀。 小子阴然不当, 也是令政约了来的。 死便死作一处, 做鬼也封一流, 终不然毒杀我一个不成。 其夫果然不敢动手, 放下刀子, 拿起一个大杆杖来, 喝道, 拳击颗驴头在井上, 我且痛打一回。 一下子打来, 那剥皮溜撒, 急把其妻翻过来, 早在臀脊上受了一仗。 其妻又喊道, 是我, 是我, 不要错打了。 剥皮道, 打也不错, 也该受一仗。 其夫假势头已过, 早已发作不出了。 剥皮道, 老兄放下性子, 小子是个忠人, 我与你熟商量。 你要两人齐杀, 你嫂子是摇钱树, 料不舍的。 若抛得道关, 只是和好, 这番打破机关, 你那嬴声弄不成。 不如你舍着嫂子与我往来, 我公道使些钱钞, 帮你买枚买米, 若要扎火盾, 别寻个主弄弄, 虚靠我不着的。 其夫剑说出海敌眼, 无计可耐, 没鞋收场, 只得住了手, 捣缩了出去。 脱皮起来, 丛容穿了衣服, 对着妇人叫声锅躁, 摇摇摆摆, 静子去了。 正是, 墙中更有墙中手, 得便宜处师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 多是娇嫩出身, 谁有此脱皮胆气, 脱皮手段。 所以着了当, 宋师向大礼的衙内向士宿, 出外拜客, 换两个院长, 相随道君江桥, 遇个妇人, 并发蓬松, 替起而来。 一个武夫, 折青红丝袍, 壮如将冠, 带剑千驴, 执着皮鞭, 一头走一头骂那妇人, 或时将鞭打去, 怒涩不可犯。 随后, 就有建筑师来人, 抬着几杠相拢, 且是沉重, 跟着童走。 街上人多立住看他, 也有说的, 也有笑的。 世宿不知缘故, 方在一亚, 两个院长笑道, 这番经济做着了。 世宿问道, 怎么解? 院长道, 男女们也是猜, 未知端的。 牙内要知背戏, 容打听的时来回话。 去了一会, 院长来了, 回说详细。 原来这些一个厚生官人, 到临安妇全市, 在三桥皇家客殿楼上下着。 每下楼出入, 见小房清帘下, 有个妇人行走, 姿态甚美。 撞着了多次, 心里未免心动。 问那送条的小童道, 帘下的是殿中何人? 小童攒着眉头道, 一殿中被这妇人累了三年了。 官人惊道, 确实为何? 小童道, 前岁一个将官带着这个妇人, 说是他妻子, 要住棒节进房子。 住了十来日, 就要到那里进府去, 留着妻子守着房卧行李, 说道去半个月就好回来。 自这一去, 踏无信息。 其出妇人自己盘缠, 后来用的没有了, 苦殃主人家说, 舍了吃食, 只等家主回来算还, 主人辞不得, 一日供他两番, 而今多食了, 也供不起了。 只得替他木画着同玉这些客人, 轮次供他, 也不是偿法, 不止几时才乐得这业债。 官人听得满心欢喜, 问道, 我要见他一见, 使得吗? 小童道, 是好人家妻子, 丈夫又不在, 怎肯见人? 官人道, 既缺衣食, 我寻些吃一物是送他, 使得吗? 小童道, 这个使得。 官人急走到街上茶室大店里, 买了一包蒸酥饼, 一包果馅饼, 在店家讨了两个盒装好了, 叫小童送去。 说道, 楼上官人闻知娘子不方便, 特意送此点心。 妇人受了, 千恩万谢。 明日妇人买了一壶酒, 装着四个菜碟, 叫小童来答谢, 官人也受了。 自此一发, 注意不舍。 隔两日, 又买些物事相送, 妇人也如前买酒来打。 官人急烫起酒来吃, 筐内取出金杯一支, 满针这一杯, 叫茶童送下去。 道, 楼上官人奉劝大娘子, 妇人不推, 吃干了。 茶童负命, 官人又真一杯下去说, 官人多质疑娘子, 出外之人不要吃单杯。 妇人又吃了, 官人又叫茶童下去, 质疑道, 官人多谢娘子不气, 吃了他两杯酒, 官人不好下来自劝, 一欲奉邀娘子上楼, 亲献一杯如何。 王返两三次, 妇人不肯来, 官人只得把些钱来买煮茶童道, 是必要你设法他上来见见。 茶童见了钱, 欢喜起来, 又去说风说水道, 娘子受了两杯, 也该去回敬一杯。 被他一把拖了上来道, 娘子来了。 官人眉眼得看, 妇人道了个万福。 官人挤把酒斟了, 唱个肥诺, 亲手递一杯过来, 道, 成家娘子见爱, 满饮此杯。 妇人接过手来, 一饮而干, 把杯放在桌上。 官人看见杯内还有余力, 拿过来笋作个不歇, 妇人看见, 吸得一笑, 急急走了下去。 官人看见情态可动, 厚赠小童, 叫他坐着牵头, 时常弄他上楼来饮酒, 以后便留同坐, 见不推辞, 不向前日走壁光景了。 没来远去, 彼此动情, 勾搭上了手。 然只是日理偷坐一二, 晚间隔开, 不能同诉。 如此两月余, 妇人道, 我日日自下而生, 人人看见, 毕竟免不得起疑。 官人何不把房欠了, 与一奴依相近, 晚间便好像鸡同诉了。 官人一大喜过望, 历史把楼上囊陀搬下来, 放在妇人间闭一间房里, 推说道, 楼上有风, 睡不得, 所以搬了。 晚间须闭着房门, 静在妇人房里同诉。 自道是此乐极, 病头之连, 比一只鸟, 无以过也。 才得两晚, 一日早起, 尚未梳洗, 两人正自促膝而坐, 只见外边店里一个长大汉子, 大踏步踹江进来, 大声道, 娘子那里。 惊得妇人手脚忙乱, 面如土色, 慌道, 坏了, 坏了, 无夫来了, 那官人急闪了出来, 已与大汉打了照面, 大汉见个男子在房里走出, 不问好歹, 一手描住, 一手描住熬人头发, 喊道, 干得好事, 把得好事, 提起猝拨大的拳头, 只是打。 那官人慌了, 脱得身子, 顾不得什么七长八短, 急从后门逃了出去, 胜了行李囊子, 竟被大汉打开一房来, 席卷而去, 是才十来个建筑打着的香框, 多是那官人房里的了, 他恐怕有人识破, 所以还装着丈夫打骂妻子模样走路, 其实, 妇人, 男子, 店主, 小童, 总是一伙人也, 世俗听罢道, 那里这样不赌事的少年, 造如此圈套, 可恨, 可恨, 后来常对亲友们说此木剑之事, 以为笑话, 虽然如此, 这还是倒了手的, 便扎了东西去, 也还得了些甜头, 更有那不识气的小二哥, 不曾沾得半点姿妹, 也被别人弄了一番手脚, 折了若夺本钱, 还悔气里, 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缘, 从旁何用苦垂涎, 请君执手家常贩, 不害相思不损钱, 话说宣交郎无约, 自书会, 稻州人, 两人广右官, 自韶州, 陆曹复立不摩堪, 宣交家本饶豫, 又兼酒在南方, 朱翠乡向, 蓄积其货颇多, 近代在身边随行, 坐雨在清河方客店, 因力部引荐流至, 时时出游济馆, 衣服先例, 动人眼目, 客店相对有一小宅院, 门手挂着清莲, 莲内常有个妇人立着, 看街上人做买卖, 宣交终日在对门, 未免留意体察, 时时听得他娇声媚语, 在里头说话, 又有时露出双足在莲外来, 一玩心损, 着实可观, 只不曾见地面貌如何, 心下惶惑不定, 恨不得走过去, 掀开帘子一看, 再无机会, 那帘内或使巧转英侯, 唱一两句词, 仔细听那两句, 却是柳丝直解封前舞, 翘戏惹那人不住, 虽是也见或唱着别的, 只是这两句为多, 想是喜欢此二语, 又想是他有什么心事, 宣骄但听得了, 便爹足探赏道, 是在行得紧, 世间无此妙人, 想来必定标志, 可惜未能勾一剑, 怀揣着个提心吊胆, 魂灵多不知飞在那里去了, 一日正在门前坐地, 呆呆地看着对门帘内, 忽有个经济, 挑着一篮永家黄杆子过门, 宣骄叫住, 问道, 这杆子可要搏的, 经济道, 小人正待, 要搏两文钱实实, 官人坐成择个, 宣骄接将投钱过来, 往下就扑, 那经济蹲在杆子栏边, 一头十钱, 一头数数, 怎当的宣骄一边扑, 一心牵挂着连内那人在里头看见, 没心没想地抛下去, 何止千扑, 再扑不成一个浑城来, 算一算输了一万钱, 宣骄还是做官人心性, 不觉两脸通红, 哽得一声道, 坏了我十千钱, 一个甘不得道口, 可恨, 可恨, 玉带再扑, 恐怕扑不出来, 又要贴钱, 玉带助手, 输得多了, 又不甘服, 正在叹恨间, 忽见个青衣童子, 捧一个小河, 在街上走进店内来, 你到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发奇眉, 长衣伏地, 低溜溜一双俊眼, 也会撩人, 黑洞洞一个深坑, 尽能骇客, 痴心偏好, 反言圣似妖饶, 虞性酷瘫, 还是涂他撇脱, 身上一一团一孩子气, 独损孤羊, 腰间一道沐溪香, 合成重拓, 向宣教道, 官人借一步说话, 宣教引刀辟处, 小童出河道, 赵献军奉献官人的, 宣教不知是那里说起, 疑心是错了, 且揭开盒子来看一看, 原来正是永家皇甘子十数个, 宣教道, 你宣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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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见效,宣教道,多感谢君美意。 你家赵大夫何在? 小童道,大夫到健康探亲去了,两个月还未回来,正不知己是到家。 宣教听的此话,心里想道,他有此美情,况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图,煞是好机会。 连忙走到卧房内,开了筐取出色彩二端来,对小童道,多谢县君送单,课中无可奉达,小小生活二匹,扶起笑流。 小童接了,走过对门去,须语,又将这二端来还,上副道,县君多多窒息,区区几个杆子,打神磨不紧的是,要官人如此众仇,绝不感受。 宣教道,若是县君不收,是修杀小生了,连小生皇甘也不敢领。 你与我这样说去,县君必收。 小童领着言语对县君说去,此番果然不辞了。 明日,又见小童拿了几瓶一经一制小菜走过来道,县君昨日加汇过重,今见官人在客边,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守制此数瓶送来奉用。 宣教见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心于他了,毫不惜性。 想到,这童子传来传去,想必在他身旁讲的话做得似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屠成这事,不可怠慢了他。 急叫家人去买些鱼肉国品之类,烫了酒来与小童对拙。 小童道,小人是赵家小司,怎敢同官人坐地? 宣教道,好兄弟,你是县君新妇人,我怎敢把你等笔撕去? 放心饮酒。 小童告过无礼,吃了几杯,早已脸红,道,吃不得了。 若醉了,县君需要剑怪,打发我去罢。 宣教又取些猪翠花朵之类,达了来意,赋予小童去了。 隔了两日,小童自家走过来玩耍,宣教又买酒请他。 酒间与他说的入港,宣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话问你,你家县君多少年纪了? 小童道,过新年才念三岁,是我家主人的济世。 宣教道,模样生得如何? 小童摇头道,没正经。 早是没人听见,怎把这样说话来问? 生得如何,便带怎么? 宣教道,总是没人在此,说话何妨? 我既与他送东送西,往来的两番,也须等我晓得他是长是短的。 小童道,说着我现君容貌,真个是世间无比,想是天仙里头摘下来的。 除了画图上仙女,再没见这样第二个。 宣教道,好兄弟,怎生地见他一见? 小童道,这不难。 等我先把帘子上的记带解松了,你明日只在对门,等他到帘子下来看得时节,我把帘子宣将出来,值得重些,记带散了,帘子落了下来,他一时回避不及,可不就看见了? 宣教道,我不要这样见。 小童道,要怎地见? 宣教道,我要好好到宅子里拜见一拜见,谢他平日往来之意,方称我愿。 小童道,这个知他肯不肯? 我不好自专得。 官人有此意,带我回去真白一声,好歹讨个回音来付官人。 宣教又将银一两送于小童,叮嘱道,是必要讨个回音。 去了两日,小童父来说,献君文的要见之意,说道,既然官人利益眷窃,就相见一面也无妨。 只是非亲非故,不过因对门在此,礼物往来的两番,没个名色,居然相见,恐怕惹人议论,是这等说。 宣教道,也是,也是。 怎生的个名色?想了一想到,我在广里来,带了许多珠宝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 我只做当面送物事来与献君看,把此座名色相见一面如何。 小童道,好倒好,也要去对献君说过,许下方可。 小童又去了一会,来回言道,献君说,使便使得,只是在厅上见一见,就要出去的。 宣教道,这个自然,难道我就挨住在宅里不成? 小童笑道,羞得胡说,快随我来。 宣教大喜过望,整一整衣冠,随着小童三脚两步走过赵家前厅来。 小童进去秉支了,门响出,宣教望见献君,打从里面从从融融走江出来。 但见,衣长楚楚,佩戴飘飘。 大人家举止端详,没有轻狂半点,年纪面旁娇嫩,并无肥重一分。 清风引出来,道不得云是无星之物,好光挨上去,真所谓荣是会议银衣之端。 全儿虽已到离边,天鹅未必来沟里。 宣教看见献君走出来,争个如花似玉,不觉地满身苏麻起来,急急驱上前去唱个肥诺,口里泄道。 吕蒙献君后裔,小子无可答谢,唯有心感而已。 献君道,黄溃,黄溃。 宣教忙在秀里取出一包猪玉来,捧在手中道,闻得献君要换珠宝,小人随身带的有些,特地过来面缝与献君谨择。 一头说,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来接。 谁知献君立着不动,呼唤小童接了过来,口里道,容看过一架。 只说了这句,便抽身往里面定了进去。 宣教虽然见一见,并不曾说的一句道俏的说话,心里滑滑秃秃,没些意思走了出来。 到下处,想着他模样行动,叹口气道,不见是有可,指着一番相见,定害杀了小生也。 以后遇着小童,只要及他设法,再到里头去见见,无过把珠宝做阴头,前后也曾会过五六次面,只是一一之外,再无他词。 颜色庄严,毫不可犯,等闲不曾笑了一笑,说了一句没正经的话。 那宣教没入脚处,跃跃的心魂撂乱,助恋不舍了。 那宣教有个相处的粉头,叫做丁兮兮,甚是相爱的。 只因想着赵献军,把他去在脑后了,许久不去走动。 丁兮兮邀请了两个帮贤的再三来约宣教,请他到家里走走。 宣教疑似掉了魂的,那里啃去,被两个帮贤的不由分说,抢拉了去。 丁兮兮相见,十分一文一存,怎当的吴宣教一些不在心上。 丁兮兮撒娇撒吃了一会,免不得摆上东道来。 宣教只是心不在烟光景,丁兮兮唱个歌朝他道。 翘元甲,你当初缠我怎的? 到今日,又丢我怎的?丢我十顿忘了缠我意。 缠我又丢我,丢我去缠谁? 似你这般丢人也,少不得也有人来丢了你。 当下吴宣教没情没续,吃了两杯,一心想着赵献军生的十分妙处, 看了丁兮兮,有好些不像意起来。 却是深计到此,没急奈何,只得勉强同兮兮上床睡了。 虽然少不得干着一点半点事,也是想着那个借这个出火的。 云雨已过,身体疲倦。 正要睡去,只见赵家小童走来道,县军特请宣教续话。 宣教听了过话,急忙披衣起来,随着小童就走。 小童领了静静内饰,只见赵献军雪白肌脱得赤条条的眠在床里, 砖等吴宣教来。 小童把吴宣教尽力一推,推进床里。 吴宣教喜不自胜,疼得翻上身去,叫一声, 好献军快活杀我也。 用得力重了,一个尸脚跌进里床,吃了一惊醒来, 见兮兮睡在身边,朦胧之中,还认作是赵献军,仍旧跨上身去。 丁兮兮也在睡里惊醒道, 好馋祸,怎不好好的做出这个急模样。 吴宣教职等听的嬉戏声音,方济起身在丁家床上, 是才是梦里的事,连自己也失笑起来。 丁兮兮在四问,问他,你心上有何人,已知七点八道如此? 宣教职把闲话之无,不肯说破。 到了次日,别了出门。 自此以后,再不到丁家来了。 吴宙吴夜,一心只吃想着赵献军, 四两寻机会哀光。 忽然一日,小童走来道,一句话对官人说, 明日是我家献军生辰, 官人既然与献军往来, 需办些受礼,去与献军作贺一作贺, 觉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 宣教喜道,好兄弟,亏你来说, 你若不说,我怎知道? 这个礼节最是要紧,是不得的。 即将采播二端风好, 又到街上买些十仙国品, 积压熟十个一盘,酒一尊, 配成一副圣扎, 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 说,明日前程拜贺。 小童领家人去了。 赵献军又叫小童来推辞了两番, 然后瘦了。 明日起来, 吴宣教整肃衣冠到赵家来, 定要请献军出来拜寿。 赵献军是不推辞, 盛装出道前厅, 比平日更齐整了。 吴宣教眉眼地看, 足弓下拜。 赵献军慌忙搭理, 口说道, 一奴一家小小生巢, 何足挂齿, 却要官人费心思此后礼, 受之不当。 宣教道, 课中乏物为敬, 甚愧非薄。 献军如此致谢, 反令小子无言。 献军回顾小童道, 留官人吃了寿酒去。 宣教听得此言不胜知喜, 道, 既留下吃酒, 必有光景了。 谁知献军说罢, 静字进去。 宣教此时如热地上蚂蚁, 不知是怎的才是。 又想那献军如设帐的方式, 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要出来。 呆呆地坐着, 一眼望着内里。 虚余之间, 两个走矢的男人, 抬了一张桌, 开抹干净。 小童从里面捧出 传和韭菜来, 摆着停荡, 设张眼, 请宣教坐。 宣教轻轻问小童道, 难道没个人陪我? 小童也轻轻道, 献军就来。 宣教且未就坐, 还立着徘徊之际, 小童指道, 献军来了。 果然赵献军出来, 双手先先捧着背盘, 来与宣教安息, 道了万福, 说道, 卓夫不在, 每个主人做主, 成空有慢贵客, 一奴一家, 只得冒齿奉陪。 宣教大喜道, 郭家后勤, 何以客当? 在小童手中, 也讨个背盘, 来与献军回敬。 安息了, 两下坐定。 宣教心下只说, 此一会必有眉来眼去之事, 便好把几句说话眼波也, 稀图成事。 谁知献军意思虽然浓重, 容貌却是端言, 除了请求请传之外, 再不轻说一句闲话。 宣教也生煞煞地浪开不得闲口, 便宜地饱看一回而已。 九行数过, 献军不等宣教告知, 自立起身道, 官人慢坐, 一奴一家家无夫主, 不便酒陪, 告罪则各。 吴宣教心里恨不得伸出两臂来, 将他一把抱着, 却不好强留的他, 眼盼盼地看他洋洋走进去。 宣教一场扫兴, 里边又传话出来, 叫小童送酒。 宣教自觉独卓无趣, 只得吩咐小童, 多多上赋献军, 厚扰不当, 荣日再谢。 慢慢地夺过对门吓出来, 真是一点甜糖抹在鼻头上, 只闻得香, 却舔不着, 心里好生不快。 由银角撕一手为证, 前世里冤家, 美貌也人, 哀光已有二三分, 好一温一存, 几番相见一阴情。 芽儿落得穿, 何曾尽得身? 比凹中堂位, 那有唇几分。 一个清白的郎君, 发了眼昏。 我的天哪! 震魂迷, 迷已魂阵。 事业, 吴宣教整整想了一夜, 愁愁道, 若说是无情, 如何两次三番许我会面, 又留酒, 又肯相陪。 若说是友情, 如何眉梢眼角, 不见些些光景。 只是嫩等板板地往来, 有何了结? 思量他每长连下歌词, 毕竟通知文艺, 且去淘淘口气, 看看他如何回我。 算计停荡, 次日起来, 即将西珠十颗, 用个尘香盒子成了, 取一幅花间, 写诗一首在上。 诗云, 心事绵绵欲速军, 杨珠珂珂记殷勤, 当时赠我皇甘美, 未解相如可半分。 写必, 将来同放在河内, 用个小记号图书, 即封题封好了。 忙去寻那小童过来, 一交一付与他道, 多拜上献军, 昨日成家后款, 歇歇小猪奉取天装, 不足为谢。 小童道, 当得拿去。 宣教道, 还有数字在内, 须献军首字拆封, 万物漏血则各。 小童笑道, 我是个有饼的红娘, 替你传书递检。 宣教道, 好兄弟, 是必替我送送, 堂有好音, 必当重谢。 小童道, 我献军诗词歌赋, 最是精通, 若有甚话写去, 必有回答。 宣教道, 千万在意。 小童说, 不劳吩咐, 自有道理。 小童去了半日, 笑嘻嘻地走江来道, 又回音了。 秀中拿出一个闭店侠来地语宣教, 宣教接上手看时, 也是小小话押封记着的。 宣教满心欢喜, 慌忙拆江开来, 中又有小小指锋, 裹着青丝发二缕, 挽着个童心结, 一幅罗纹肩上, 有诗一首。 诗云, 好将口帮发附病刀, 直恐经十时俊毛。 切恨千丝岔可你, 狼心双碗莫空老。 唯又有细字一行云, 圆珠凤壁, 唐一人云何必珍珠为己了也。 宣教独霸, 爹足大乐, 对小童道, 好了, 好了, 细祥诗意, 献君身有益于我了。 小童道, 我不懂得, 可劫于我听。 宣教道, 他简发寄我, 施礼道要挽住我的心, 岂非有益。 小童道, 既然有益, 为何不受你珠子? 宣教道, 这又有一说, 只是一个故事在里头。 小童道, 圣故事。 宣教道, 当时唐明皇一宠义的杨贵妃, 把梅妃一将一彩平贬人冷宫。 后来思想他, 惧怕杨妃不敢去, 将珠子一封私下赐予他。 梅妃拜此不受, 回尸一首, 后二聚云, 掌门近日无书席, 何必珍珠未寄聊? 金献君不受我珠子, 却写此一句来, 分明说你家主不在, 他独居寄聊, 不是珠子安慰得的, 却不是要我来伴他寄聊吗? 小童道, 果然如此, 官人如何谢我? 宣教道, 唯卿所欲。 小童道, 献君既不受珠子, 何不就送于我了? 宣教道, 珠子虽然回来, 却还要送去, 我令自谢你便是。 宣教乡中去取通天西三一支, 海南乡善坠二个, 将出来送于小童道, 权为寸境, 使成重谢。 这珠子再繁送一送去, 我再附一首诗在内, 要他必受。 诗云, 往返珍珠不用移, 还珠垂类鼓来斥, 知阴但使能欣赏, 何必相逢未嫁时? 宣教便将一幅冰箫怕写了, 连珠子赋予小童。 小童看了笑道, 这诗意, 我又不晓得了。 宣教道, 也是用这个故事。 唐章及诗云, 还君明珠双肋锤, 恨不相逢未嫁时, 经我反用其意, 说道只要有心, 便是嫁了何妨? 你县君若有意于我, 见了此诗, 此诛必受矣。 小童笑道, 原来官人是偷乡的老手。 宣教也笑道, 将就看得过。 小童拿了, 一静自去, 此番不见来推辞, 想多应受了。 宣教暗自喜欢, 只带好音。 丁兮兮那里时常叫小二来请他走走, 宣教好疑似朝门外吼指的官, 唯恐不时失误了宣教, 那里敢移动半步。 忽然一日傍晚, 小童笑兮兮地走来道, 宣教请官人过来说话。 宣教听罢, 傅道, 平日只是我去哀光, 才设法地见面, 并不是他这人来请我的。 这番却是先叫人来相邀, 必有光景。 因问小童道, 县君是才在那里。 粉声对你说, 叫你来请我的。 小童道, 是才县君在卧房里, 卸了装饰, 重新疏果过了, 叫我进去。 问说, 对门无关人, 可在下处否? 我会说他这几时只在下处, 再不到外边去, 县君道, 既如此, 你可与我悄悄请过来, 进到房里来相见, 切不可惊张, 如此吩咐的。 宣教不觉踊跃道, 依你说来, 此番必成好事已。 小童道, 我也觉得有些异样, 绝比前几次不同。 只是一见, 我家人口颇多, 耳目难掩, 日前只是体面上往来, 所以外观不防。 精确要到内室里去, 须瞒不得许多人。 就是敲着些, 是必有几个知觉, 虎出事端, 彼此不变, 需要商量。 宣教道, 你家中是体, 我怎生晓得背戏? 须得你指引我道路, 应该怎生才妥? 小童道, 常言道, 有钱使得鬼推磨, 世上那一上不爱钱的。 你只多把些赏赐分送于我家里人了, 我去调开了他美。 他每个人心照, 自然躲开去了, 任你出入, 就有壮见的也不说破了。 宣教道, 说得甚是有理, 真可以助谈败将。 你前日说我是偷乡老手, 今日看起来, 你也像个老马伯六了。 小童道, 好意替你计较, 休得取笑。 当下吴宣教拿出二十两零碎银两, 赋予小童说道, 我须不认得宅上什么人, 凡你与我分派一分派, 是必买他们进阶口径方庙。 小童道, 这个在我, 不劳吩咐, 我先行一步, 停荡了众人, 看个动静, 急来约你同去。 宣教道, 快着歇个。 小童先去了, 吴宣教几件十样几处衣服, 打扮得齐整。 真个赛过攀安, 强如宋玉。 眼巴巴直等小童到来, 急去行事。 正是, 逻辑层层称体财, 一心指望富阳和。 亚山神女虽相待, 云与宁景到底邪。 说着宣教坐立不定, 只想负妻。 须于, 小童已至, 回复道, 众人多有了贿赂, 如今一去, 竟打寝室, 毫无阻碍了。 宣教不胜欢喜, 整一整金状, 撒一撒衣裳, 随着小童便走过了队路。 不由中堂, 在旁边一条弄里, 转了一两个弯曲, 已到卧房之前。 只见赵宪君揽梳妆模样, 早立在帘下等候。 见了宣教, 满面堆下笑来, 全部比日前的庄严了。 开口道, 请官人房里坐地。 一个丫鬟掀起门帘, 宪君先走了进房, 宣教随后入来。 只是房里百设得一经一致, 炉中香烟富裕, 暗赏九者齐烈。 宣教此事荡了三魂, 试了六魄, 不知该怎么样好, 只是低声柔语道, 小子有何德能, 过蒙宪君轻盼如此。 宪君道, 一向成家后勤, 今良宵无事, 不揣特警官人轻化片上, 别无他说。 宣教道, 小子客居履底, 县君独守清规, 果然两处寄了, 美玉良宵, 不胜怀想。 前蒙青丝之会, 小子谨记怀秀, 胜如贴肉。 金家一宠一诏, 小子所望, 岂在九十之类在? 县君微笑道, 修说闲话, 且自饮酒。 宣教只得做了, 县君命丫环, 一面真下热酒, 自己举杯奉陪。 宣教三杯酒落肚, 这点热一团, 一团一星儿, 只从脚跟下冒出天庭来, 那里按捺得住。 面孔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镯子也倒拿了, 酒盏也泼翻了, 手脚豁忙乱起来。 去个丫鬟走了去, 连忙走过县君这边来, 跪下道, 县君可怜见, 急救小子性命则各。 县君一把福起道, 且修性急。 妾亦非无心者, 目前日薄甘之日, 便觉钟情于此。 但离法所居, 不敢自成。 今日酒情深, 清夜思动, 欲难尽至, 茂里忘贤, 愿得亲近。 祭到此地, 绝不教你空回去了。 略等人静后, 从容同就枕席变了。 宣教道, 我的亲亲的娘, 既有这等好意, 早次一刻之欢, 也是好的。 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 县君笑道, 怎嫩得缠得紧。 急患丫鬟们快来收拾, 未及一半, 只听得外面喧嚷, 似有人喊马斯之一声, 渐渐进前堂来了。 宣教坊在神魂荡洋之际, 恰向身子不是自己的, 虽然听得有些诧异, 没功夫的一律别的, 还只一味吃响。 忽然一个丫鬟慌慌慌忙撞进房来, 气喘喘得道, 官人回来了。 屁人回来了。 县君大惊失色道, 如何是好? 快快收拾过了桌上的。 急忙自己帮着搬的桌上庆静。 宣教此时认识奢者胆大的, 不由得不慌张起来, 道, 我却躲在那里去。 县君也着了忙道, 外边是去不及了。 引着宣教的手, 指着床底下道, 全躲在这里面去, 悟得作声。 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 又恐不认的门路撞着了人。 左右看着房中, 却别无躲处。 一时慌促, 没计奈何, 只得依着县君说话, 望着闯, 阴将旧夫卖诸, 勿收假银之说, 一一告诉。 徽商道, 既然如此, 与小儿子何干? 妇人道, 没爹没娘, 少不得一死, 不如同死了干净。 徽商策然道, 所欠官银几何。 妇人道, 二两。 徽商道, 能得多少, 坏此三条性命。 我下处不远, 快随我来, 我舍爷二两, 与你还官罢。 妇人转杯作喜, 抱了儿子, 随着徽商行去。 不上半礼, 已到下处。 徽商定入房, 撑爷二两出来, 地语妇人道, 银氏足文, 正好还官, 不要又被别人骗了。 妇人千恩万谢转去, 央个临舍同道县里, 纳了官饮, 其夫使得放出奸来。 到了家里问起道, 那得这银子还官救我。 妇人将前情竖了一遍, 说道, 若非遇此恩人, 不要说你不得出来, 我母子两人 已作皇权之鬼了。 其夫半洗半矣, 洗的是得饮解救, 全了三命, 宜的是妇人家没志行, 敢怕独自个一时猴急了, 做下了些不灵力的勾当, 方得这项银子也不可知。 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 直如此蹊跷。 口中不说破他, 心生一记道, 要见明白, 虚得如此如此。 问妇人道, 你可认得那恩人的住处吗? 妇人道, 随他去秤淫的, 怎不认的? 其夫道, 既如此, 我与你不可不去谢他一谢。 妇人道, 正该如此。 今日安息了, 明日同去。 其夫道, 等不得明日, 今夜就去。 妇人道, 为何不要白日里去, 倒要夜间。 其夫道, 我自有主意, 你不要管我。 妇人不好傲的, 只得点着灯, 同其夫走到灰山下处门手。 此时已是黄昏时候, 人多歇息寂静了。 其夫叫妇人叩门, 妇人浅, 我是女人, 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门户? 其夫道, 我正要黑夜是她的心事。 妇人心下, 晓得丈夫有疑了, 想到一个有恩义的人, 倒如此才他, 也不当人子。 却是恐怕丈夫生疑, 只得出声高叫。 灰山在睡梦间, 听的是妇人声音, 问道, 你是何人, 却来叫我? 妇人道, 我是前日投水的妇人。 殷家恩人一大德, 救了无福出狱, 故此特来种门县。 看官, 你倒挥伤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 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她, 又是深过来的, 一时动了不良之心, 未免说句把捉鞘辍去的话, 开出门来撞见其夫, 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 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 不想这个嘲讽杀是有正经, 听得妇人说话, 便立声道, 此我独卧之所, 其辱妇女家所当来。 旷婚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 但请回步, 不必谢了。 其夫听罢, 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 妇人乃答道, 吴福童再此向谢。 灰山听见其夫童来, 只得披下床, 要来开门。 走的几步, 只听得天崩地塌之一声, 连门外多阵的洞, 灰山慌了自不必说, 夫妇两人多斥了一惊。 灰山忙叫小二掌火来看, 只见一张卧床, 压得四脚多折, 满床尽是砖头泥土。 原来那一堵墙走了, 一向床遮着不觉的, 此时偶然瘫僵下来。 若有人在床上, 便是铜筋铁骨也压死了。 灰山看了, 伸了舌头出来, 一时缩不进去。 旧教小二开门, 见了夫妇二人, 反谢道, 若非嫌夫妇相叫起身, 几乎一命难存。 夫妇两人, 看见强滩床道, 也自打颊惊异。 道, 此乃恩人鸿福齐天, 大难得免, 莫非恩人因得之报。 两相称谢, 徽商妇茶话少使, 珍重而别。 只此一见, 可见商人二两银子, 救了母子两命, 到底因他来谢, 拓了强压之恶, 仍旧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 此乃上天巧于报得处。 所以古人说,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小子起初说道头原是自周全, 并非狂语。 看官美不信, 小子而今单表一个周全他人, 仍旧周全了自己一段长话, 做个正文。 有诗为证, 有女言如玉, 仇德巨能足, 玉比肃心人, 清操同丙诛, 兰惠宝幽方, 依赖住金屋, 荣台粉鼠郎, 一招必传鼠。 盛名众义人, 报尸桶转孤。 这段话文, 出在洪志年间直立太苍州地方, 州中有一个利点, 姓顾名方。 平日迎送官府出狱, 专在城外一个卖饼的一江一家, 坐下出歇脚。 那一江一老而名荣, 是个老实忠厚的人, 生意尽好, 家道将就过得。 看见顾利点举动端方, 荣誉俊伟, 不像个衙门中以下人, 私心敬爱他。 每遇他到家, 便以提孔呼之, 带如上宾。 一江一家有个摩嬷, 生的个女儿, 名唤爱娘, 年方十七岁, 容貌非凡。 顾利点家里也自有妻子, 便与一江一家内里通往来, 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 常言道, 一家保暖千家院, 一江一老虽不怎地付, 别人看见他生意从容, 衣食不缺, 便传说了千金。 几百金家事, 有那等眼光浅, 心不足的, 墓中旧着不得, 不由得不妒忌起来。 忽一日, 一江一老正在家里做活, 只见如狼似虎一起捕人, 打将进来, 喝道, 拿海贼, 把店中家伙打得粉碎。 一江一老出来分辨, 众补一起动手, 一锁子捆倒。 一江一嬷嬷, 与女儿固步地羞耻, 大家啼啼哭哭嚷将出来, 问道, 是何事端? 说个明白。 不人道, 崇宁姐到海贼一起, 有一江一容名字, 是个窝家, 还问什么事端? 一江一老夫妻与女儿叫起撞天驱来, 说道, 自来不曾出外, 那里认得什么海贼, 却不驱杀了平人。 不人道, 不管驱不驱, 到州里分辨去, 与我们无干, 快些打发我们见官去。 一江一老是个箱子里人, 也不晓得道情厉害, 也不晓得该怎地打发人差, 何家只是一味哭。 不人每不见动静, 便发起狠来道, 老儿奸诈, 家里必有脏物, 我们且搜一搜。 众人不管好歹, 打进内里一起动手, 险些把地皮多绝了转来, 见了戏软便藏匿了。 一江一老夫妻, 女儿三口, 杀猪也是地叫喊, 雷天倒地驾哭。 不人每宣泉裸手, 耀武扬威。 正在每百步处, 只见一个人夺江进来, 喝道, 有我在此, 不得无礼。 众人定睛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周里顾提控。 大家助手道, 提控来得正好, 我们不要粗鲁, 但凭提控便是。 一江一老一把扯住提控道, 提控, 救我一救。 故提控问道, 怎的起? 不人拿牌票出来看, 却是海贼指班窝家, 寻补雅里来拿的。 提控道, 贼指的是多出愁口, 此家良善, 明是冤屈。 你们为我面上, 需要周全一分。 不人道, 提控在此, 谁敢多话? 只要吩咐我们, 一面打点见官便是。 提控即便主张, 一江一老, 支持酒饭鱼肉之类, 摆了满桌, 任他美郎孙虎燕吃个尽情。 又摸出几两银子作差史前, 众不人道, 提控吩咐, 我没也不好推辞, 也不好较量, 拳且收着。 反摆看提控面上, 不难为他辩了。 提控道, 列位别无帮衬处, 只求迟带到一日, 等我先见官人替他分诉一番, 做个道理, 然后投牌, 便是列位盛情。 不人道, 这个当得奉承。 当下一江一老随捕人去了, 提控转身安慰他母子道, 此事只要破费, 需有分辨处, 不妨大事。 母子提哭道, 权杖提控搭就择个。 提控道, 且关好殿门, 安心坐着, 我自作道理去。 出了殿门, 进城来, 一静到周前来见补道厅官人, 道, 顾某, 有个下处主人亦将亦容, 是个良善人户, 今被海贼所搬, 想必是仇家陷害。 望起爷台, 为顾某拨面周全责各。 补官道, 此乃唐上公事, 我也不好自专。 提控道, 唐上老爷, 顾某自当真名, 指望爷台这里, 带道时, 宽他这一番考究。 不官道, 这个当得奉命。 须与, 知周生堂, 顾提控去个堂室空便, 跪下禀道, 历点平日服侍老爷, 并不敢有私情冒病。 今日有个下处主人亦将亦容, 被海贼乌斑, 历点熟知, 他是良善人户, 必是仇家所献, 故此斗胆禀明。 望老爷天见之下, 超过无辜。 若是历点虚言望真, 罪该万死。 知周道, 盗贼之事非同小可。 你敢是私下受人买主, 替义人讲解吗? 提控叩头道, 历点若有此等情弊, 老爷日后必然知道, 历点情愿受罪。 知周道, 待我细审, 也听不得你一面之词。 提控道, 老爷细审二字, 便是无辜超生之路了。 副扣一头, 走了下来。 想过, 官人方才说听不得一面之词, 我想人重则宫, 明日约彤彤衙门几位朋友, 大家秉一声, 必然听信。 使拉请一般的十数个提控道酒馆中坐一坐, 把前世说了, 求众人明日帮胎一说。 众人平日与顾提控多有往来, 无有不一的。 此日, 补人已将一将意溶解到补厅, 补厅因顾提控面上不动刑法, 竟送到堂上来。 正直之周投文, 哀排唱名。 点到一将意溶名字, 故提控站在旁边, 又跪下来禀道, 这一将意溶, 即是小利典昨日所禀过的, 果是良善人户。 中间必有冤情, 望老爷相查。 知周作色道, 你两次三回替一人变白, 莫非受了贿赂, 故感大胆。 提控叩头道, 老爷当堂名查, 若不是小利典下处主人, 即有贿赂情币, 打死无怨。 只见重利典多跪下来, 会道, 为是顾某主人, 别无情币, 重利典赶白口带宝。 知周平日也晓得顾方行径, 是个忠以小心的人, 心下有几分信他的, 说道, 我审时自有道理。 便问一江易容, 这伙贼人搬你, 你平日曾认的一两个否? 一江易老儿投道, 爷爷, 小得若认得一人, 死也甘心。 知周道, 他们有人认得你否? 一江易老儿道, 这个小的虽不知, 想来也未必认得小的。 知周道, 这个不难。 换一个造力过来, 叫他脱下衣服, 与一江易容穿了, 扮作了造力, 却叫造力穿了一江易容的衣服, 扮作了一江易容。 吩咐道, 等强盗执着一江易容时, 你可替他折正, 看他认得认不得。 造力一言, 与一江易容更换停荡, 然后带出奸犯来。 知周问贼首道, 一江易容是你窝家吗? 贼首道, 爷爷, 正是。 知周敲着气牌, 故意问道, 一江易容怎么说? 这个造力扮的一江易容, 假着口气道, 爷爷, 并不干小人之事。 贼首看着假一江易容, 那里小的不是, 一口指着道, 他住在城外, 以着麦饼为名。 专一窝着我美赃物, 怎生赖的? 造力道, 爷爷, 冤枉。 小的不曾认得他的。 贼首道, 怎生不认得? 我们长在你家吃饼, 某杵若干, 某杵若干, 多在你家, 难道忘了? 知周明知不是, 假意说道, 一江易容是窝家, 不必说了, 却是天下有名性相同。 一手指着真一江易容半造力的道, 我这个造力, 也叫的一江易容, 敢怕是他吗? 贼首把造力一看, 那里认得。 连喊道, 爷爷, 是麦饼的一江易容, 不是造力的一江易容。 知周右手指甲一江易容道, 这个麦饼的一江易容, 可是了吗? 贼首道, 正是。 这个知周冷笑一声, 连敲气拍两三下, 指着贼首道, 你这杀寡不尽的义奴一彩。 自作了歹事, 又受有买主, 搬献良善。 贼首连喊道, 这一江易容果是窝家, 一些不差, 爷爷。 知周喝叫, 掌嘴。 打了十来下, 知周道, 还要嘴强。 早是我先换过了, 试验虚实, 险些而曲线平民。 这个是我造力周才, 你却认作了一江易容, 就信口搬杀他。 这个半造力的, 正是麦饼一江易容, 你却又不认得, 就说到无干。 可知道, 你受人买主来害一江易容, 原不曾认得一江易容的吗? 贼首低头无语, 只叫, 小得该死。 知周教一江易容, 与造力仍旧换过了衣服, 取加棍来, 把贼首加起, 要招出买他纸搬的人来。 贼首是顽皮赖肉, 那里放在心上。 任你付打, 只共称是阴剑, 一江易容阴时, 指望搬陪赃物事实, 别无知识。 知周道, 眼见的是一江易容仇家所使, 无德可疑。 今这一奴役才死不肯招, 若必求其人, 他又要信口无害, 反生诛脸。 我只是放了一江易容, 不跟究也罢。 一江易容叩头道, 小的也不愿小得, 害小的的仇人, 省得忠心不忘, 冤冤相结。 知周道, 果然是个忠厚人, 提起笔来, 把名字注销, 喝道, 一江易容无干, 只赶出去。 当下一江易容, 叩头不止, 造力连喝, 快走。 一江易容, 如笼中放出飞鸟, 欢天喜地出了衙门, 衙门里许多人搓空叫喜, 拥住了不放。 有亏得顾提控走出来, 把几句话解散开了众人, 一同一江易容走回家来。 一江易老儿一进门, 便唤过妻女来道, 快来拜谢恩人。 这番若非提控搭救, 险仙相见不成了。 三个人败坐一堆, 提控道, 自家家里, 应得出力, 况且是知周老爷神明做主, 与我无干, 快不要如此。 一江易嬷嬷便问老儿道, 怎么回来的这样撇脱, 不曾吃亏吗? 一江易老儿道, 两处巨账提控先说过了, 并不动一些刑法。 天字号一场辟司, 今没一些干涉, 镜子平静了。 一江易嬷嬷千恩万谢。 提控力气伸来道, 你们且慢细讲, 我还要到衙门去谢谢官府去。 当下提控坐别次去了。 一江易老送了出门, 回来对嬷嬷说, 正是闭门家里坐, 或从天上来, 谁想拒此一场非横祸, 若非提控出力, 性命难保。 金虽然破费了些东西, 幸得太平无事。 我美不可望恩德, 怎生仇报得他便好。 摸摸道, 我家家是向来不见怎的, 只好度日, 不知那里动了人眼, 被天杀得按照此非在。 前日众捕人一番掳掠, 狼如打劫一般, 细软东西尽被抄诈过了, 今日有何重物, 谢得提控大恩。 一将一老道, 便是没东西难处, 就凑得些少, 也当不得数, 他也未必肯受, 怎么好。 摸摸道, 我道有句话商量, 女儿年一十七岁, 未曾许人。 我们这样人家, 就许了人, 不过是村庄人户, 不若宋予他做了妾, 颁他做个妇婿, 支持门户, 也免得外人欺武。 可不好。 一将一老道, 此事道也好, 只不知女儿肯不肯。 摸摸道, 提控又青年, 他家大娘子又贤惠, 平日极是与我女儿说得来的, 敢怕也情愿。 遂换女儿来, 把此义说了。 女儿道, 此乃爹娘要报恩德, 女儿何惜此身。 一将一老道, 虽然如此, 提控是个尽道理的人, 若与他明说, 必是不从。 不若你我三人, 只做登门拜谢, 以后就留下女儿再比, 他便不好追此的。 摸摸道, 言之有理。 当下三人记忆已定, 拿本历日来看, 来日上级。 此日起早, 把女儿装扮了, 一将一老夫妻两个步行, 女儿乘着小轿, 抬进城中, 进到顾家来。 提控夫妻接了进去, 问道, 何事光匠? 一将一老道, 老汉成提控活命之恩, 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门拜谢。 提控夫妻道, 有何大事, 值得如此? 且劳烦小娘子过来, 一发不当。 一将一老道, 老汉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 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飞行, 死于御底, 留下妻女, 不知人记忆已定, 拿本历日来看, 来日上级。 此日起早, 把女儿装扮了, 一将一老夫妻两个步行, 女儿乘着小轿, 抬进城中, 进到顾家来。 提控夫妻接了进去, 问道, 何事光匠? 一将一老道, 老汉成提控活命之恩, 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门拜谢。 提控夫妻道, 有何大事, 值得如此? 且劳烦小娘子过来, 一发不当。 一将一老道, 老汉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 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飞行, 死于御底, 留下妻女, 不知流落到慎处。 金兴德提控救命重生, 无闻可报。 只有小女爱娘, 今年正十七岁, 与老妻上议, 送来与提控娘子铺床迭背, 做个鸡肘之妻。 提控若不弃嫌粗丑, 就此抚留, 老汉夫妻终身有托。 今日是个吉日, 一来到此拜谢, 二来特送小女上门。 提控听罢, 正色道, 老丈说哪里话? 比某若做此事, 天地不容。 提控娘子道, 难得老伯伯, 干娘, 妹妹一同到此, 且请过小贩, 有话再说。 提控一面吩咐出下百饭相待。 饮酒中间, 一将一老又把钱话提起, 除为拜提控一拜道, 提控若不受老汉之托, 老汉死不瞑目。 提控情知, 一将一老心切, 暗自想道, 若不全且应成, 此老必不肯住, 又去别寻事端谢我, 反多事了。 且依着她言语, 我日后自有处置。 饭吧, 一将一老夫妻起身作别, 吩咐女儿留住, 道, 她在此服侍大娘。 爱娘含羞人泪, 应了一声。 提控道, 休要如此说。 荆妻且全留小娘子盘缓几日, 自当送还。 一将一老夫妻也倒使她一时门面说话, 两下心罩罢了。 两口去的, 提控娘子便请爱娘到里面自己房里坐了, 又摆出戏锅茶瓶请她, 吩咐走使丫鬟铺设好一间小房, 一床被握。 连提控娘子心里也指到提控有意留住的, 今夜必然趁好日同诉。 她本是个大贤惠不碾酸的人, 又平日喜欢着爱娘, 故此事件周全停荡, 只等提控道晚受用。 正是, 一朵鲜花好护士, 芳妃只带赏花时, 等贤魏洞东军义, 西处重将丈母师。 谁想提控事业, 竟到自家娘子房里来睡了, 不到爱娘处去。 提控娘子问道, 你为何不到一江一小姐那里去诉? 莫要记我。 提控道, 他家不幸遭难, 我为平日往来处理救他。 今他把女儿谢我, 我若贪了女色, 是成人微楚, 遂我于心。 与那海贼纸般, 硬补墙鲁渡长, 有何两样? 顾某虽是小小虔诚, 若坏了行指, 永远不言。 提控娘子见她说出咒来, 知识真心。 便道, 果然如此, 也是你的好处。 只是日间何不利辞脱了, 反又留在家中作甚。 提控道, 亦将亦老而是老实人, 若我不允女儿之事, 她又温柔坐窗, 别寻道路谢我, 反为不美。 她女儿平日与你相爱, 通家姊妹, 留下你处住几日, 这却无妨。 我抑郁就此看个重义的人家子年, 替她寻下一斗亲事, 成就她终身结果, 也是好事。 所以, 一时不辞她去, 原非我自家有一眼。 提控娘子道, 如此却好, 当夜无辞。 自此亦将一爱娘, 只在顾家住, 提控娘子, 与她如同亲姐妹一般, 甚是看待得好。 她心中也时常打脸提控到她房里的, 怎知道。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情练落花。 直待她年荣贵后, 方知今日不为差。 提控只如常相处, 并不曾起一毫邪念, 说一句细话, 连爱娘房里脚也不迈进去一步。 爱娘出师疑惑, 后来也不以为怪了。 提控衙门士多, 时常不在家里。 匆匆过了一月有余, 呼一日得闲在家中, 对娘子道, 亦将一小娘在家, 出意要替她寻个人家, 急切里凑不着巧。 而今一月多了, 久留在此, 也绝不变。 不如备下些礼物, 送还她家。 她家父母必然问其女儿相处情形, 她晓得我心事如此, 自然不来抢我了。 提控娘子道, 说得有理。 当下把此意与一江一爱娘说明了。 就备了六个和盘, 又将出珠花四朵, 进耳环一双, 送与一江一爱娘插带好, 一成叫着个从仁静送到一江一老家用来。 一江一老夫妻接着叫子, 晓得是顾家送女儿回家, 心里一道, 为何叫她独自个归来? 问道, 提控在家吗? 从人道, 提控不得功夫来, 多多拜赏阿爹, 这几时有慢了小娘子, 金特送还府上。 一江一老剑, 说话敲息, 反怀着一肚子鬼胎道, 敢怕有肾不恰当处。 芒灵女儿到里边坐了, 童嬷嬷细问她这一月的光景。 爱娘把姑娘子相待甚后, 并提控不进房, 不进身的事, 说了一遍。 一江一老呆了一赏道, 长要来问个信, 自从为事之后, 圣意淡薄, 穷忙没有功夫, 又是束手, 不好上门。 欲带央个人来, 急切里没变处。 直到你一家和睦, 无些别话, 谁想却如此行径? 这怎么说? 嬷嬷道, 敢施日子不好, 与女儿无缘法, 得个人解嚷解嚷便好。 一江一老道, 且等另捡个日子, 再送去又作处。 爱娘道, 据女儿看起来, 这股提控不是贪财好色之人, 乃是正人君子。 我家强要谢她, 她不好推辞的, 故此全留这几时, 是不垫无我身。 金记送了归家, 自不必再送去。 一江一老道, 虽然如此, 她的恩德毕竟不曾报德, 反驻在她家打搅多时, 又加添礼物送来, 难道便是这样罢了? 还是改日再送去的事? 爱娘也不好阻当, 只得凭着父母说罢了。 过了两日, 一江一老夫妻做了些饼食, 买了几件新鲜物饰, 伴着十来个河盘, 一谈全酒, 顾个单夫挑了, 又是一成叫抬了女儿。 留下摩摩看家, 一江一老自家伴送过顾家。 提控迎这一江一老, 一江一老道气来意, 提控作色道, 老丈难道不曾问及另爱来? 顾某心事为天可表, 老丈何不见谅如此? 此番绝不敢相留, 盛会谨领, 另爱不乃款街, 原叫请回。 改日登门拜谢。 一江一老见, 提控此色严正, 方知女儿不是狂语, 连忙出门只往来叫, 叫她仍旧抬回家去。 提控留一江一老转去查饭, 一江一老也再三辞谢, 不敢刀领, 当时别去。 提控转来, 受了礼物, 出了盒盘, 打发了脚丹前, 吩咐多谢去了。 进房对娘子说一江一老今日赴来之意, 娘子道, 这个便老没正经, 难道前番不邪, 今番有在邪之理? 只是男为了爱娘, 又来一番, 不曾会得一会去。 提控道, 若等她下了轿, 接了进来, 有多一番事了, 不如决绝回头了的是, 这老儿真诚, 却不见机。 既如此把女儿相缠, 此后往来道, 也要稀疏了些, 外人不知旧理, 惹得造下议论来, 反害了女儿终身, 是要好成倩了。 娘子道, 说得极是, 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 十分与一江一家往来的密了。 那一江一家, 原无什么大根基, 不过生意极处, 自经此, 一番横式剥削之后, 家计萧条下来。 自古道, 人家天作。 运来时, 壮着就是趁前的, 火焰也似长起来, 运退时, 壮着就是舍本的, 潮水也似退下去。 一江一家毁气投利, 连武书行礼, 剩意多不计了。 坐下秉时, 长官五七日不发誓, 就是馊蒸气了, 喂猪狗也不忠。 你道为何如此? 先前为事时不多几日, 只因惊怕了, 自女儿到顾家去后, 关了一个月多店门不开, 主顾家多生疏, 改向别家去, 就便熬不转来。 况且窝道为事, 声名阳开去不好听, 别人不管好歹, 信以为实, 就怕来缠账。 以此生意冷落, 日吃月空, 渐渐支持不来。 要把女儿嫁个人家, 思量靠她过下办事, 又高不凑, 低不就, 光阴眨眼, 一错就是论年, 女儿也大的过期了。 呼一日, 一个灰州商人经过, 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 访问林仁, 晓得是麦饼, 一江一家。 因问可恳与人家为妾否, 林仁道, 往年为官室时, 曾送与人作妾, 那家行善事, 不肯受还了他。 作妾的事, 只怕也肯。 徽商听得此话, 去秧个熟室的媒婆, 到一江一家来说此亲事, 只要事成, 不惜仲家。 媒婆得了口气, 走到一江一家, 便说出, 徽商许多父后处, 情愿出众礼, 聘小娘子为偏方。 一江一老夫妻正在猴急头上, 见说的动火, 便问道, 讨在何处去的? 媒婆道, 这个嘲讽只在扬州开当中言, 大儒人自在晖州家里, 金桃却作二儒人, 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 好不受用, 一且路不多远。 一江一老夫妻道, 啃出多少礼。 媒婆道, 说过只要事成, 不惜仲家。 你美能要得多少, 那富家心性, 料必勾你美心下的, 凭你美套礼罢了。 一江一老夫妻商量道, 你我心下不割舍的女儿, 欲待留下她, 遇不着这样好主。 有心地把与别处人去, 多讨的些礼钱, 也勾下办事作生意度日方可。 是必要她三百两, 不可少了。 商量已定, 对媒婆说过。 媒婆道, 三百两, 推重些。 一江一摸摸道, 少一礼, 我也不肯。 媒婆道, 且替你们说说看, 只要事成后, 谢我多些。 三个人尽说三百两 是一大主财物, 急顶价钱了, 不想商人目色心重, 二三百斤之物, 那里在她心上。 一说就远, 如属下了彩礼, 捡个日子取了过去, 开船往扬州。 一江一爱娘哭哭啼啼, 自导终身不得见父母了。 一江一老, 虽是卖去了女儿, 心中七处, 却幸得了一主大财, 在家别做生理不提。 却说故提控在周六年, 两考一满, 历当赴京厅考。 历不点卯过, 拨出在韩侍郎门下办事效劳。 那韩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 见提控仅厚小心, 仪表可观, 也自另眼看他, 时留在牙前听侯差矣。 一日侍郎出去拜客, 提控不敢善离衙门左右, 只在前堂伺候归来。 等了许久, 侍郎又往远处复习, 一时未还。 提控等得不耐烦, 困倦起来, 坐在剑上打盹, 朦胧睡去。 剑空中云端里黄龙现身, 彩霞一片, 硬在自己身上, 正在惊看之际, 忽有人促他起来, 洒然惊觉, 乃是后堂传呼, 高声贺夫人出来。 提控仓皇失措, 连忙屈臂不及。 夫人不到前堂, 轻看见提控荒惧走出之状, 这人唤他转来。 提控自道失了礼度, 必遭罪责, 驱至亭中跪道, 俯伏地下, 不敢仰视。 夫人道, 抬起头来我看。 提控不敢放肆, 略把脖子一伸, 夫人看见道, 快站起来, 你莫不是太仓顾提控吗? 为何在此? 提控道, 不敢, 小力顾方, 官是太仓人, 考满腹经, 在此办事。 夫人道, 你认得我佛, 提控不知什么缘故, 摸个头鹿不着, 不敢答应一声。 夫人笑道, 妾身非别人, 即是麦炳亦将一家女儿也。 昔年辉州商人娶去, 以亲女相待, 后来嫁于韩相公为赐房。 正夫人王氏, 向公立为济世, 今已受过封告, 想来此等荣华, 皆君所致也。 若是当年非君厚德, 亦还妾身, 今日安能到此地位。 妾身时刻在心, 正恨无有补报。 今天性相逢于此, 当与相公说之旧礼, 少图报效。 提控听罢, 恍如梦中一般, 偷掩去着堂上夫人, 正是一江一家爱娘。 心下道, 谁想她却有这个地位? 又寻思道, 她分明外与徽州商人作妾了, 如何却嫁得与韩相公? 方才听见说, 徽商以亲女相待, 这又不知怎么解说。 当下退出外来, 私下偷问韩府老兜管, 方知事体背戏。 当日徽商取去时节, 徽人风俗, 专要闹房吵新郎。 凡是亲为朋友相识地, 在住处所在, 文之取亲, 就携了九科前来称庆。 说话之间, 名为祝宋, 拾半代孝耍, 把新郎灌得烂醉放以为乐。 是夜徽商最急, 讲不得什么云语勾当, 在新人诊盼一觉睡倒, 直至天明。 朦胧中见一个金甲神人, 将刮锤铺他脑盖一下, 促他起来道, 此乃二品夫人, 非凡人之配, 不可造次一壶一行。 若为我言, 必有大救。 挥上惊醒, 觉得头疼异常, 只得扒了起来, 自想此梦稀奇, 心下疑惑。 平日最信的是观圣灵签, 梳洗碧, 开个随身小侠, 取出十个签来, 对空虚城祷告, 看与此女缘分如何, 补得个乙物, 乃是第十五签, 签约。 两家门户各相当, 不是姻缘莫较量。 直带春风好消息, 却调秦色向蓝房。 详了千亿, 一道, 既明说不是姻缘了, 又道只带春风, 却调秦色, 难道放着贱货, 等待时来不成? 心下一发糊涂, 再搅一签, 补得个心饼, 乃是第七十三签。 签约, 一锡蓝房分半差, 而今呼报信银怪。 痴心指望成连里, 到底谁知是不邪。 得了这签, 想到此签说话明白, 分明不是我的姻缘, 不能到底的了。 梦中说有二品夫人之分, 若把来另嫁与人, 看是如何。 祷告过, 再补一签, 得了个饼羹, 乃是第二十七签。 签约, 世间万物各有主, 一利亿豪君莫取。 英雄豪杰本天生, 也须不不寻规矩。 灰商看霸道, 千句明白如此, 必是另该有个主, 无以绝矣。 虽是这等说, 日间见他美色, 未免动心, 然但是有些邪念, 便觉头疼。 到晚来走进床边, 欲加心神恍惚, 头疼难知。 灰商想道, 如此敲息, 要见梦言可惧, 千语分明。 万一破他女身, 必为神明所悟。 不如放下念头, 任他做个干女儿, 寻个人嫁了他, 后来果得富贵, 也不可知。 岁巴此一对 一江一爱娘说道, 在夏年四十余岁, 与小娘子年纪不等。 况且, 家中原有大儒人, 今扬州典当内, 又有二儒人。 前日只因看见 小娘子生得貌美, 故此一世聘取了来。 昨晚梦见神明, 说小娘子是个贵人, 与在下非是配偶。 今不敢一壶一乱辱墨的小娘子, 在下吃掌一半年纪, 不若任意为妇女, 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 图个往来。 小娘子意下如何? 一江一爱娘, 听见说不做妾做女, 有什么不肯处? 答应道, 但凭遵义, 只恐不忠抬举。 当下起身, 插主也四败了, 挥伤四败。 以后只称挥伤做爹爹, 挥伤称爱娘做大姐, 各床而睡。 同行至扬州当里, 只说是路上结拜的朋友女儿, 托他寻人家的, 也就吩咐媒婆替他四下里寻亲事。 正是春初时节, 恰好凑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 周过扬州, 夫人有病, 要娶个偏房, 就便服侍夫人, 亭州在官下。 此话一闻, 那些作媒的如银俱山, 来得何止三四十起? 各处寻将出来, 多看得不中意。 落寞有个人说, 挥州当里有个甘女儿, 说是大苍州来的, 模样绝美, 也是肯与人为妾的, 问问也好。 期间就有媒婆四懒去当里来说, 原来挥州人有个屁姓, 是, 乌纱帽, 红袖鞋, 一生指这两件不争银子, 其余诸事千令了。 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 心自软瘫了半边, 自夸孟照有准, 八不得就成了。 韩服也叫人看过, 看得十分重意。 挥州认作自己女儿, 不争财物, 反赔嫁妆, 只贪个沙帽往来, 辫子心满意足。 韩服示唤人家, 做事不小, 又见挥州行径冠冕, 本说身价, 反轻易不得了, 连差还首饰, 断匹银两, 也下了三四百斤礼物。 挥州了, 增添架势, 自己穿了大服, 大吹大雷, 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 侍郎与夫人, 看见人物标志, 更加礼仪齐备, 心下喜欢, 另眼看待。 到晚云雨之际, 俨然身世厨子, 一发敬重。 一路相处, 甚是相得。 到了京中, 不料夫人并重不起, 应家事, 进驻爱娘掌管。 爱娘处得井井有条, 胜过夫人在日。 内外大小, 无不喜欢。 韩相公得意, 减个吉日, 立为济房。 恰欲洪志改元谭恩, 竟将一将仪式入策报去, 请下了夫人封告, 从此内外据称夫人了。 自从做了夫人, 心里常念先前嫁过两处, 若非多遇这好人, 怎生保全得女儿之身, 至今日由此享用。 那徽商任作甘野, 物资往来不绝, 不必说起。 只不知顾提空近日下落, 忽在堂前相遇, 恰恰正在门下走动。 正所谓, 一夜浮平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夫人见了顾提空, 反转内方。 等侯侍郎归来, 对侍郎说道, 妾身有个恩人, 没路报效, 谁知却在相公衙门中服役。 侍郎问是谁人, 夫人道, 即半事立故方事也。 侍郎道, 他与你有何恩处? 夫人道, 妻身原籍太苍人, 他也是太苍周立, 因妾家里父母被盗攀害, 得他救解, 幸免大祸。 父母将身仇谢, 奸刺不受, 强留在笔, 他与妻子带以宾礼, 事不相犯。 独处适中一月, 以礼送归。 后来过季与徽商为女, 得有今日, 岂非恩人。 侍郎大惊道, 此柳下慧, 鲁男子之事, 我被所难, 不到传例之中, 却有此等人人君子, 不可埋没了他。 竟将其事写成一本, 奏上朝廷, 本内大掠云, 窃见太苍周立故方, 报白冤士, 峡谷驻于宫廷, 郡爵谢思, 真心使忽暗示。 品流虽见, 依官所难。 何行特经, 以章笃行。 孝宗建奏大喜道, 世间那有此等人。 即召韩侍郎面对, 问其详细。 侍郎一一奏之, 孝宗称叹不至。 侍郎道, 此皆陛下忠心之话所致, 应于表扬。 孝宗道, 何止表扬, 其人堪为国家所用? 今在何处? 侍郎道, 今在京中考满, 拨尘衙门办事。 孝宗回顾内事, 命名纳布李缺司官。 四里肩饼笔内奸奏道, 昨日吏部上本, 吏部一致司缺, 主是一员。 孝宗道, 好, 好, 吏部乃风化之源, 此人正好。 即玉批顾方楚补, 吏部知道, 韩侍郎当下谢恩而出。 侍郎出意, 不过要将他经表一番, 与他个本等之贤, 梦里也不料圣恩如此嘉奖, 咒语书等美观, 真个喜出望外。 出了朝中, 竟回衙来, 说与夫人知道。 夫人也自欢喜不胜, 谢道, 多敢向功为妻报恩, 妻身万幸。 侍郎看见夫人欢喜, 心下愈加快活。 芒教亲随报之故提控。 提控文报, 犹如地下升天, 还扶着本等衣服, 随着亲随进来, 先拜谢相公。 侍郎不肯受礼, 道, 如今是朝廷命官, 自有体制。 且换了官代, 谢恩之后, 然后私宅少叙不迟。 须于便由礼部衙门人来伺候, 服侍去到鸿鹏寺报了名。 次早, 五门外谢了圣恩, 到衙门道任。 正是, 西年萧主历, 今日书孙通, 两次何曾义? 只是锦袍红。 当日雇主是玩了衙门礼公事, 就穿着公服, 进到韩府私宅中来拜见侍郎。 雇主是道, 多谢恩乡提携, 在皇上面前极力举荐, 故有今日。 此恩天高地好。 韩侍郎道, 此阶族下因公浩大, 已知圣主一宠一卷非常, 得此书典, 老夫何功之有? 拜罢, 主是请拜见夫人, 以谢准许大恩。 侍郎道, 见世祭典同乡, 今日便同亲微。 传命请夫人出来相见。 夫人见主是, 两相称谢, 各拜了四拜。 夫人进去至久, 是侍郎款待主是, 敬花而散。 夫人又传问雇主是, 离家在几时, 父母的安否下落。 雇主是回答道, 离家一年, 依将一家生意如常, 确幸平安无事。 侍郎与雇主是商议, 待主是三月之后, 给个贾献回戒, 就便让他迎娶一江一老夫妇。 雇主是领命, 果然给嫁一锦回乡, 向人无不称谢。 阴往一江一家拜侯, 就传女儿消息, 一江一家喜从天降。 主是贾满, 携了妻子回京赋任, 就吩咐二号传礼, 着落了一江一老夫妻。 道经相会, 一家欢便无极。 自此, 侍郎与主是通家往来, 被如伯淑子执一般。 顾家大娘子与韩夫人 愈家亲密, 自不必说。 后来顾主是三子, 皆读书登地。 主是寿登九十五岁, 无病而终。 此乃上天后报善人也。 所以奉劝世间行善, 原是积来自家受用的。 有诗为证, 每则当前谁不目, 旷使仇恩取赴来。 若是偶然通一笑, 何元传立入戎台。 第十六章持取劝, 毛烈赖, 原前诗还魂雅僧。 诗云, 一墨金剑便返魂, 公司随处可通门。 表神有得开胜路, 日月无光照覆盆。 贫者何元蒙佛烈? 富家荣亦受天恩。 早知善恶多无报, 多积黄金乙子孙。 这首诗乃灵狐传所作。 他临近有个乌老, 家资俱万, 平时好谈不义。 死去三日, 重复还魂。 问他缘故, 他说死后亏得家里广作佛事, 多少诸钱, 民工大喜, 所以放海。 灵狐传文的大为不平道, 我知道只有阳世间 灵阵观无力受财王法, 麦夫差评, 岂知阴间也自如此。 所以作这首诗。 后来明思追去, 要致他傍心之罪, 被灵狐传世尝试短辩戏一番。 明思道他迟论慎政, 放脚还魂, 仍追乌老智之地狱。 盖世世间没分剖处的冤枉, 禁拼到阴丝里理职。 若是阴丝也如此糊涂, 富贵的人只消作恶造业, 到死后吩咐家人多做些公果, 多烧些朱钱, 便多退过了, 却不与阳间一样没分享。 所以灵狐声不服, 有此一失。 其实阴丝报应, 一毫不差的。 宋春夕年间, 明州有个夏主部, 与富民林氏共出衣钱, 买铺关九方的店, 做哪姑牌生理。 夏家出的本钱多谢, 林家出的少谢。 却是经济营运, 尽是林家家人生荡。 夏家只管在里头照本算账, 分些干利钱。 夏生部是个中后人, 不把心机提防, 指望积下几年总收利息。 虽然零碎支动了些, 笼统算着, 还该有二千名钱多在那里。 若把银算, 就是二千两了。 去到林家取讨时, 林家在店馆账的共有八个, 你推我推, 只说算账未清, 不肯付还。 讨得急了两番, 林家就说出没行止话来道, 我家类年家辛苦, 你家打点的自在钱, 挣不知钱在哪里里。 夏生部见说的蹊跷, 晓得要赖他的, 只得到周里告了一状。 林家得知告了, 笑道, 我家将猫尾扮猫饭吃, 拼得将你家里钱折去了一半, 官司好歹是我赢的。 虽将二百两送与周官, 连夜叫几个干仆, 把部届尽情改造, 树木字眼多换过了, 反说是夏家透支了, 也肃下撞来。 周一得过了贿路, 那管青红皂白, 静断道, 夏家欠林家二千两, 把复生部收监追笔, 其实郡中有个刘八郎, 明远, 人叫他做刘元八郎, 平时最有侄气。 见了此事, 大为不平, 在人前裸臂宣权的嚷道, 无相有这样冤枉事。 主部被林家欠了钱, 告状反之作奸, 要那周献何用? 他若要上司去告, 指我作证, 我必要替他深冤离枉, 等林家这些没天理的各个翅膀。 到一处, 嚷一处, 林家这八个人见他如此行径, 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 公道上去不得翻过岸来。 商量道, 刘元八郎是个穷汉, 与他些东西, 买他口径吧。 酒中推两个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 到其亭中坐定。 八郎问道, 两位何故贱款? 两人道, 仰慕八郎一起, 赶此孤一杯奉敬。 酒中说起下家之事, 两人道, 八郎不要管别人家闲事, 且只吃酒。 酒吧, 两人秀中摸出官券二百道来送与八郎, 道, 主人林某晓得八郎佳贫, 特将博物相助, 以后求八郎不要多管。 八郎听罢, 把脸账得通红, 大怒起来道, 你每做这样没天理的事, 又要把没天理的东西脏污我。 我就饿死了, 绝不要这样财物。 叹一口气道, 这等看起来, 你美财多利大, 下家这件事在阳世间不能勾明白了, 阴间也有官府, 他尚不得有剖学处。 窃看, 窃看, 纷纷地叫酒家过来, 问道, 我每三个吃了多少钱超? 酒家道, 真该一贯八百文。 八郎道, 三个同吃, 我该出六百文。 就解一件衣服, 到隔壁柜上解当了六百文钱, 赋予酒家。 对这两人拱拱手道, 多谢携带。 我是清白汉子, 不吃这样不亦无名之酒。 大踏步镜子去了。 两个人反觉没去, 算结了酒钱自散了。 且说下主不遭此无妄之灾, 没头没脑地被贪赃周冠受在尖里。 一来是好人家出身, 不曾受惯这苦。 二来被别人少了钱, 反观心劳中。 心中弃骨, 染了劳温, 病僵起来。 家属央人保领, 方的放出, 已病得八九分了。 林将死时, 吩咐儿子道, 我受了这样冤恨, 今日待死。 凡是一项铺关九方宫殿, 并邻家欠钱账母与管账八人名姓, 多要放在关内。 吴替他地府申便去。 踩死的一月, 林氏与这八个人陆陆续续尽得抱病而死。 眼见的是阴间壮准了。 又过一个多月, 刘八郎在家呼绝头眩眼花, 对七世道, 眼前境界不好, 必是下主部要我做对证, 势必要死。 那我平时没有恶业, 对证过了, 还要重生。 且不可入恋。 三日后不还魂, 再做道理。 果然死去两日, 活将转来, 拍手笑道, 我儿今才出的这口恶气。 家人奸其缘故, 八郎道, 起初见两个功力邀我去, 走沟百来里路, 到了一个官府去处, 见一个绿袍官人, 在郎关中走出来, 仔细一看, 就是下主部。 再三谢我道, 烦劳八郎来此。 这里文书都完, 只要八郎略移证明, 不必忧虑。 我抬眼看见丹池之下, 邻家与八个管杖人, 共顶着一块长家, 约有一丈五六尺长, 九个头齐齐露出在家上。 我正要消遣他, 呼报王胜殿了。 逼引我去见过, 王道, 下家事已明白, 不须说得。 齐庭吃酒一劫, 明白说来, 我公道, 是两人见招饮酒, 与光辉二百道, 不曾敢接, 王队左右探道, 世上却有如此好人, 须商议报答他。 可捡他来算, 厉道, 他该六十九, 王道, 穷人不受钱, 更为难得, 岂可不赏。 天他阳寿一记, 就这原追功力送我回家。 出门之时, 只见那一伙廉家的人 赶入地狱里去了。 必然细细要偿还他的, 料不似人世间葫芦提, 我今日还魂, 岂不快活也。 后来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岁, 无疾而终。 可见杨世间有冤枉, 因此是再没有不明白的。 只是这一件事, 阴报虽然明白, 杨世间借的钱钞, 到底不曾显还得, 畏为大畅。 而今说一见杨坚赖了, 阴坚断了, 仍旧杨坚还了, 比这是说来好听。 杨世全凭一张纸, 是非颠倒多因此。 其思幽中夜静台, 半点七心没处使。 话说宋少兴年间, 卢州和一江一县赵氏村 有一个富民, 姓毛名裂, 平日贪奸不义, 以为七心赦谋诈害。 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 百计设法, 直到的上手财助。 正得博天也似人家, 心里不曾有一毫止足。 看见人家略有些小信息, 便在里头挑唆, 与众取利, 没便宜不做事。 其实昌州有一个人, 姓陈明启, 也是个狠心不守分之人, 与这毛列十分相好。 你倒为何? 只因陈琪也有好大家事。 他一母所生还有三个兄弟, 年纪多又小, 只是他一个年纪长成, 独享家事。 时常恐怕兄弟没大来, 这家事需四分分开, 要趁全在他手之时做个计较, 打些偏手, 讨些便宜。 晓得毛列是个极有算计的人, 早晚用得踏着, 故此与他往来一交一好。 毛列也晓得, 陈琪有三个幼弟, 却独掌着家事, 必有七心手柄, 他日刻意在里头看景生情, 得些愚人之力。 所以两下亲密, 与话投机, 胜似同胞一般。 一日, 陈琪对毛列计较道, 吴家小兄弟们渐渐长大, 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 我往替他们自作这几十亿奴一财, 心不甘福。 怎么处? 毛列道, 大头在你手里, 你把要紧好的藏起了些不得。 陈琪道, 藏得的藏了, 田地是露天盘子, 须藏不得。 毛列道, 只要会计较, 要葬食, 田地也藏得。 陈琪道, 如何计较藏地? 毛列道, 你如今只推有什么功用, 将好的田地卖了去, 收银子来藏了, 不就是藏田地一般。 陈琪道, 祖上的好田好地, 又不舍得卖掉了。 毛列道, 这更容易, 你只捡那好田地, 少些价钱, 全点在我这里, 木下拿些银子去用用, 以后只等你们兄弟 已将建在田地四股分定了, 然后你自将原银 在我处熟了去。 这田地不多, 是你自己的了。 陈琪道, 此言成为有鉴, 但你我虽是相好, 产业一交一关, 少不得立个文书, 也要用着各中人才使得。 毛列道, 我家出入银两, 质买田产, 大半是大盛寺高工做牙块, 如今这件事, 也要他在里头做个中建罢了。 陈琪道, 高工我也是相熟的, 我去查明了田地, 写下了文书, 去要他这自辩了。 原来这高工法明治高, 虽然是个僧家, 倒有好些不像出家人处。 头一件是浩利, 但是风吹草动, 有些个赚的钱的所在, 他就钻得去了, 所以南波充盈, 经济灌熟。 大户人家做中做宝, 道多是用得塌着的, 分明是个眉头发的牙形。 毛家债力出入, 好些经他的手, 就是做过几件七星尸体, 也有与他手尾过来的。 陈琪因此央他做了钟, 将田丽劝点与毛列。 因要后来好熟, 十分不点他重价钱, 只好三分之一, 做个一交一役的意思罢了。 陈琪家里田地广有, 废纸一处, 但是自家心里贪着的, 便把来点在毛列处做后门。 如此一番, 也累其本银三千多两了, 其田足值万斤, 字不消烁。 毛列放花作利, 以此便宜得多了。 只为陈琪自有其心, 所以情愿把便宜与毛列得了去。 以后陈琪母亲死过, 他将建在户下的田产分作四股, 把三股分与三个兄弟自家得了一股。 兄弟们不晓得其中委屈, 见眼前分的君平多无说话了。 过了几时, 陈琪端正起熟田的嫁淫, 进到毛列处取熟。 毛列笑道, 而今这田却可是你独享的了。 陈琪道, 多谢主见高妙。 金兄弟们皆无言可说, 要赎了去自管。 随将原价一一一交一名, 毛列诏鼠收了, 将进去一交一语妻子张氏藏好。 此时毛列若是个有本心的, 就该想着出的本钱原青, 收他这几年花息便宜多了。 金有了本钱, 自该还他去, 有何可说? 谁知狠人心性, 却又不然。 到这田总是七心来的, 金熟去独吞, 有好些放不过。 他就起个不良之心, 出去对陈琪道, 人气在我捉惊处, 一时有些身子不快, 不便简寻。 过一日还你罢。 陈琪道, 这等, 写一张收票于我。 毛列笑道, 你晓得我写字不大便当, 何苦难我? 我与你甚样一交一情, 何必如此? 待一二日间翻出来就送还罢了。 陈琪道, 几千两往来不是取消, 我一交一了这一组大银子, 难道不要讨一些把柄回去? 毛列道, 正为几千两的事, 你一交易与我了, 又好赖的没有不成。 要什么把柄? 老兄推过绿了。 陈琪也拖大, 倒是毛列平日相好, 其言可信, 料然无事。 隔了两日, 陈琪到毛列家去取钱圈, 毛列还推到一时未寻得出。 又隔了两日去取, 毛列躲过, 竟推到不在家了。 如此两番, 陈琪走得不耐烦, 再不得见毛列之面, 才有些着急起来。 走到大圣寺高宫那里去商量, 要他去问问毛列下落。 高宫推道, 你一交易银时, 不曾通我知道, 我不好管得。 陈琪没奈何, 只得又去伺候毛列。 一日撞见了, 好言与他取劝, 毛列冷笑道, 天下七心事, 只许你一个做? 你将众兄弟的田偷点我处, 今要出去自吞。 我便公道七心, 再要你多出两千也不为过。 陈琪道, 原指点的这些, 怎要我多的? 毛列道, 不与我, 我也不还你劝, 你也管田不成。 陈琪大怒道, 前日说过的说话, 怎到要炸我起来? 当官取说, 也只要的我本钱。 毛列道, 正事, 正事。 当官说不过时, 还你罢了。 陈琪一份之气, 归家写章撞词, 进到县里告了毛列。 当得毛列欲先防备这着的, 先将了些钱钞去寻县里邱大, 送予他了, 求照管此事。 邱大领诺。 笔记陈琪去见识, 邱大先自装枪了, 问其告状本意, 陈琪把实情告诉了一遍。 邱大只是摇头道, 说不去。 许多银两亿交易与他了, 岂有没个执照的理? 教我也难帮衬你。 陈琪道, 因为相好的, 不妨他栖心, 不曾讨得执照。 经告到了官, 全要提控说得明白。 邱大含糊应成了, 却在支县面前只替毛列说了一遍的话, 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顺意思与支县了, 支县听信。 到的两家听审时, 毛列把一交一银的事一口赖定, 陈琪真是一些执照也拿不出。 支县牲口有些向了毛列, 陈琪发起急来, 在支县面前指神伐咒。 支县道, 就是银子有的, 当官只凭文券, 既没有文券, 有什么作评剧断还得拟。 分明是一话混来。 倒把陈琪打了二十个竹币, 问了不和图赖人罪名, 量决几账。 这三千银子只当丢去东洋大海, 竟没说出。 陈琪不服, 又到州里去告, 准了, 急致问起来, 只是县间问过的, 不肯改断, 仍负照旧。 又到转运司告了, 疲一发县间, 一发是原问衙门。 只多得一番执笔, 有什么相干? 落得废坏了脚手, 折掉了盘缠。 毛列得了便宜, 暗地喜欢。 陈琪失了银子, 又吃打吃断, 竟没处申诉。 正所谓, 浑身四口不能言, 便修排牙说不得。 欺欣又欲狠心人, 贼偷落的还贼末。 看官, 你到这是多知音陈琪欺瞒兄弟, 做这等奸计, 故见得反被别人赚了, 也是天有眼利处。 却是毛列如此欺欲, 难道银子这等好使得不成? 不要性急, 还有话在后头。 且说陈琪受此冤枉, 没处较壮天驱, 气愤愤地, 无可摆布。 宰了一口猪, 一只鸡, 买了一对鱼, 一壶酒 左近边有个社公辞 他把服务拿到辞里摆下了 跪在神前道 小人陈奇 将银三千两与毛烈熟田 毛烈收了银子 赖了劝输 告到官司 反问输了小人 小人没处申诉 天理昭彰 神目如电 还是毛烈赖小人的 小人赖毛烈的 势必三日之内求个报应 扣了几个头 含泪而出 到家里 晚上得一梦 梦见摄神来对他道 日间所速 我虽晓得明白 做不得主 你可到冬月行宫速告 自然的礼 此日 陈奇写了一张黄纸 捧了一对竹 一股香 静望冬月行宫而来 进得庙门 但见 殿子巍峨 巍已整肃 离楼左侍 望千里如在墓前 狮旷右边 听九幽 直同耳畔 操餐亭内 炉中粉摆和冥香 驻县台前 岸上放万灵碑美 夜听倪神声诺 朝闻木马好似 比戴宗具体而威 虽行馆有乎必应 若非真正冤情事 赶到庄严法向前 陈奇闲了一天怨愤 一步一拜 拜上殿来 将心中之事 是长事短 赵一在摄神面前 识一样表白了一遍 只听的范围里面 仿佛有人声道耳朵内道 可到夜间来 陈奇吃了一惊 晓得灵感 急急站起 走了出来 喉道天色晚了 陈奇是气愤在凶之人 虽是幽暗阴森之地 并无一些畏怯 一指走进殿来 将黄纸撞在竹上点着火 烧在神前炉内了 照旧通城 拜祷以弊 又听得隐隐一声道 出去 陈奇亲见如此神灵 明知必有报应 不敢再读 悚然归家 此时是绍兴四年四月二十 陈奇实时到毛列家边去打听 过了三日 只见说毛列死了 陈奇晓得蹊跷 去访问林社间 多说道 毛列走出门首 撞见一个这黄衣的人 走入门来求助 毛列奔脱 往里面飞也似跑 口里喊道 有个黄衣人捉我 多来救救 说不多几句 倒地就死 从不见死得这样快的 陈奇口里不说 心里暗暗道 是告得阴状有应 现报在我眼里了 又过了三日 只见有人说 大圣寺高宫 也一时足病而死 陈奇心里疑惑道 高宫不过是园中 也死在一时 看起来莫不要因私中 对这件事吗 不觉有些恍恍惚惚 走到家里 就昏晕了去 少请醒江转来 吩咐家人道 有两个人追我去 对毛烈士修 闻得说我阳寿未尽 未可入恋 你们守我十来日着 敢怕还要转来 吩咐闭 即倒头而握 口鼻拒以无弃 家人一言 不敢妄动 呆呆守着 自不必说 且说陈奇随了来追的人 进到阴府 果然毛烈与高宫多 先在那里了 一同待见判官 判官依依点明过了 问道 冬月发下状来 毛烈赖了陈奇三千银两 这怎么说 陈奇道 是小人与他熟田 他亲手接受 后来不肯还原券 竟赖到没有 小人在阳间与他争送不过 只得到冬月大王触告这状的 毛烈道 判爷 休听他胡说 若是有淫于小人时 需有小人收他的执照 判官笑道 这是你阳间哄人 可以借此私赖 指着毛烈的心道 我阴间只凭这个 要什么执照不执照 毛烈道 小人其实不曾收他的 判官叫取夜静过来 旁边一个例就拿着铜盆大一面镜子来照着毛烈 毛烈 陈奇与高宫三人一起看那镜子里面 只见里头照出陈奇一交一银 毛烈接受 进去赋予妻子张氏 张氏收藏 是那日光景宛然健在 判官道 你看我这里可是要什么执照的吗 毛烈没得开口 陈奇和首长向空里道 今日才表明的这件事 阳间官府要他做什么干 高宫也道 原来这银子果然收了 却是毛打割不通 当下判官把笔来写了些什么 就带了三人到一个大厅内 只见旁边列着兵位甚多 也不知殿上坐的是什么人 远望去是免留眼袍的王者 判官走上去说了一回 殿上王者大怒 叫去加来 将毛烈加了 口里大声吩咐道 县令听觉不公 消去以后官觉 县力秋大 火焚齐居 仍薛阳寿一半 又换僧人至高问道 毛烈七心事 与你伤同的吗 至高道 起初点田时 曾在里头坐一交一意中人 以后事休相不知道 又换陈奇问道 熟田之吟故事毛烈要来七心 江田初点的缘故 却是你的七心 陈奇道 也是毛烈教导的 王者道 这个推不得 与至高僧人坐牙筷一样 该两家法治 两人拒位和死 只交杨士受报 毛烈作业尚多 压入地狱受罪 说必 只见毛烈身边 就有许多牛头叶叉 手指铁边 铁棒赶得他去 毛烈一头走 一头哭 对陈奇 高宫说道 无不能出头了 二宫与我传与妻子 快做佛事救援我 陈兄圆劝在床边木箱上内 还有我平日贪谋 强诈得别人家田宅文券 共有一十三只 也在箱里 可叫这一十三家的人来 一一还了他 已捡我罪 二宫切勿有望 陈奇剑说着还他元气 还要再问个明白 一个夜叉 把一根铁棍 在陈奇后心窝里一倒 喝道 快醒 陈奇慌忙缩退 萨然惊醒 出了一身汗 只见妻子坐在床檐守着 问他时节 已过了六周夜了 妻子道 因你吩咐了 不敢入恋 况且心头一温一一温一的 只得坐手 信息果然缓魂转来 毕竟是毛烈的事 对得明白否 陈奇道 冬月真个有灵 阴间真个无私 一些也瞒不得 大不思杨世间官府 没清头 没天理的 因把死后所见识修备 细说了一遍 抖搜了精神 坐定了性子一回 先叫人到 县立秋大家一看 三日之前 已被火烧得一惊一光 只烧的这一家火就熄了 陈奇越加敬谢 再叫人到 大圣寺中访问高宫 看果然一同还魂 意思邀约他做了证件 索取毛家文券 人回来说 三日之前 寺中师徒已把他涂皮了 说话的 怎么叫做涂皮 看官 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 又有叫得都为的 总是我们华言火化也 陈奇见说高宫 已火化了 吃了一大惊到 他与我同在阴间 说阳寿未尽 一同放转世的 如何就把来话了 叫他还魂在何处 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 怎么收场 陈奇心下忐忑 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 看见了毛家儿子 问道 尊文故事 家中有什么影响否 毛家儿子道 为何这般问及 陈奇道 在下也死去六日 道与尊翁会过一番来 故此动问 毛家儿子道 见家父光景如何 有甚说话否 陈奇道 在下与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 只因不还我点田文书 有这些争颂 昨日到亏的阴间对名 说文书在床前木箱里面 所以今日来取 毛家儿子道 文书便或者在木箱里面 只是阴间说话 谁是正见 可以来取 陈奇道 有道有个正见 那时大圣寺高师傅 也在那里同见说了 一起放海魂的 可惜他寺中已将他身意识一伙化 没了个活正 却有一件可信 你尊翁还说 另行一十三家文券 也多是来路不明的田产 叫还了这一十三家 等他受罪倾斜 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 这虚事我造不出的 毛家儿子听说 有些呆了 你道为何 原来阴间夜镜照出毛七张氏 同寿银子之时 张氏在阳间恰像做梦一般 也梦见阴丝对礼之状 曾与儿子说过 顾听得陈奇说着阴间之事 也有些倒是真的了 走进去与母亲说之 张氏道 这像银子为时有的 你父亲只管道便宜了他 乐恳着文书不与他 意思还要他分外出些加添 不到他镜子去告了官 所以索性一口赖了 又不料死的这样诧异 惊恐怕 你父亲阴间不宁 只该还了他 据说道 还有一时三指 等明日一总翻江出来 逐一海罢 毛家儿子把母亲说话 对陈奇说了 陈奇道 不要右向前翻 回了明日 渐渐赖脾起来 此关系你家尊翁阴间受罪 非同阳间而戏的 毛家儿子道 这个怎么还敢 陈奇当下自去了 毛家儿子关了门进来 到了晚间 听得有人敲门 开出去却又不见 关了又敲得紧 问是那个 外边力声答道 我是大圣寺中高和尚 为你家父亲赖了点田银子 我是园中人 被阴间追去做证件 放我归来 身衣是一份话 金梅出去了 这是你家害我的 须凭你家里怎么处我 毛家儿子荒作一团一 走进去与母亲说了 张氏也怕起来 一了火 同儿子走出来 听听外边 月敲得紧了 道 你若不开始 我门缝里自会进来 张氏听着 果然是高宫平日的声音 应着胆回答道 晓得有泪师父了 而今既已如此 教我们母子也没奈何 只好做些服饰超度师父吧 外边鬼道 我命未该死 阴间不肯收留 还有世数未尽 又去脱胎做人不得 随你追见阴公也无用处 只等我世数尽了 才得脱生 这些时教我在那里好 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开去了 毛家母子只得烧些纸钱 垫些酒饭 告求他去 鬼道 叫我别无去处 求我也没干 毛家母子没奈何 只得战颤颤经经过了一夜 第二日 急急去寻僧道做道场 一来追见毛链 二来超度这个高宫 母子亲见了这些异样 怎敢不信 把各家文券多送去还了 谁知陈奇自得了文券之后 忽然害起心痛来 一痛发便带死去 既起誓音中被叶叉 将铁棍心窝里倒了一下枝固 又倾听见王者 道陈奇七心 杨氏受报 晓得这点田氏是七心的 只得叫三个兄弟来 把毛家熟出汁田 均作四分分了 却是心痛仍不得止 只因平日涨家时 除点田之外 他七心处还多 自此每一遭痛发 便去请僧道宝阳 或是冬月烧陷 年年所费 不计其数 此病随身 终不脱修 道到后来 家继道比三个兄弟 消耗了 那毛家也为高宫之鬼 不得离门 每夜必来扰乱 家里人口不安 卖掉房子 搬到别处 鬼也随着不舍 只得日日超度 时时摘叫 以后看看 声音远了些 说道 你家服饰做得多了 虽然与我无异 时常有神佛在家 我也有些不便 我且暂时去去 终是放你家不过的 以后果然隔着几日才来 这里就做法是退他 或做佛适度他 如此禅障多时 支持不过 毛家家私 也逐渐消费下来 以后毛家穷了 连这些佛适 法适都做不起了 高宫的鬼也不来了 可见欺诈之才 没有得与你入己受用的 因此彼扬世间公道 使不得奸诈 分毫不差池 这两家险报 自不必说 指高宫僧人 贪财力 管贤士 落得杨寿位中 先被焚烧 虽然为此脚迫了毛氏一家 却也是僧人的果报了 若当时徒弟们 不烧其一失衣 得以重生 毕竟还与陈起一样 也要受些险报 不消说得的 人生做事 岂可不知自省 阳间有理没处说 因此不说也分明 若是世人中不死 方可恒心自在行 又有人道 这时未尽 翻案一首云 阳间不变道阴间 阴间仍旧盼阳还 纵是世人中不死 也须难使到头丸 第十七章 童窗友认甲坐针女秀才一花间 事曰 万里桥边薛孝书 琵琶窗下笔门居 扫梅才子之多少 管领春风总不如 这四句诗 乃唐义人赠署中纪使女薛涛之作 这个薛涛乃是女中才子 南康王维高 坐西川节度史时 曾表奏她坐军中教书 故人多称为薛孝书 所往来的是高千里 原威之 杜母之一般名流 又将幻花溪水造成小间 名曰薛涛间 此人莫刻得了此间 犹如拱壁 真正名重一时 方流百世 国朝洪武年间 由广东广州妇人田朱 自孟乙 随富田百禄 到成都赴教官之任 那孟乙生的风一流标志 又兼才学过人 书面琴棋之类 无不同效 学中诸生日与西游 爱同骨肉 过了一年 百禄要遣她回家 孟乙的母亲 心里舍不得她去 又且寒冠冷暑 盘费难处 百禄与学中几个秀才商量 要在地方上寻一个馆 与儿子坐坐 一来可以早晚读书 二来的些馆资可谓归计 这些秀才八步地留住她 仿得富国一个大姓张氏 要请一馆兵 众人遂将余仪力见于张氏 张氏送了馆约 约定明年正月元宵后到馆 之七 学中许多有名的少年朋友 一同送孟乙到张家来 连百禄也自送去 张家主人曾为运使 家道饶狱 见是老广文 带了许多时髦到家 甚为喜欢 开言相待 酒吧个散 孟乙就在馆中速歇 到了二月花招日 孟乙要归醒暗母 主人送她节衣二两 孟乙戴在袖子里了 不行回去 偶然一个去处 望见桃花盛开 一路走去看 静慎优辟 孟乙心里喜欢 助力少请 观碗景致 呼见桃林中一个美人 眼影花下 孟乙小的是良人家 不敢顾盼 镜子走过 为免带些卖巧身子 脱下袖来 袖中之银不绝落地 美人看见 便叫随时的丫鬟 拾将起来 送还孟乙 孟乙笑受 置谢而别 明日 孟乙有意打那边经过 只见美人与丫鬟 仍立在门手 孟乙望着门前走去 丫鬟直到 昨日未今的狼君来了 美人略略脸身 闭入门内 孟乙见了丫鬟叙述道 昨日多猛娘子美情 十环未今 今日特来造谢 美人听的 叫丫鬟请入内庭相见 孟乙喜出望处 急整衣冠 望门内而进 美人早已迎着至厅上 相见礼毕 美人先开口道 狼君莫非是张运使 宅上西宾吗 孟乙道 然也 昨日殷管中回家 道经于此 偶遗少物 得遇夫人盛情 命遵及时还 实为感激 美人道 张氏一家亲威 比西宾及我西宾 还今小事 何足为谢 孟乙道 欲问夫人高门姓氏 与毕东和亲 美人道 寒家姓平 成都旧族也 妾乃文校方薛侍女 嫁与平氏子康 不幸早足 妾独双居于此 与狼君贤东乃相邻殷姬 狼君及时通家了 孟一剑说是双居 不敢久留 两杯茶吧 起身告退 美人道 狼君便在寒舍过了晚去 若贤东晓得狼君在此 妾不能久留款待 觉得没趣了 即吩咐快半九转 不多时 设着两席 与孟一相对而坐 坐中殷勤劝仇 笑语之间 美人多带些血浪话头 孟一认道 是张势至妻 虽然心里寄养难熬 还居居数数 不敢十分放肆 美人道 闻得狼君替躺俊才 何乃做如生酸泰 妾醉不敏 颇解银勇 金玉之音 不敢爱丑 当与狼君赏剑闻墨 唱和词章 狼君不以为笔 妾之姓也 碎焦丫鬟 那出唐贤一墨 与孟一看 孟一从头戏悦 多是庸人真记守汉诗词 为原枕 肚目 高嫩的最多 墨记如心 孟一爱丸 不忍释手 道 此息事之宝也 夫人情中此类 真是千古运人了 美人牵线 两个谈话有味 不觉夜以二股 孟一此酒不饮 美人沿入寝室 自见枕席道 妾独处已久 今见狼君高雅 不能无情 愿得奉陪 孟一道 不敢擎耳 故所怨也 两个解衣就枕 雨水欢情 极其浅全 枕边窃窃叮咛道 甚勿轻言 若贤冬之道 彼此明节丧尽了 此日 将一个卧室御阵纸 赠予孟一 送至门外道 无事就来走走 勿学薄信人 孟一道 这个何劳吩咐 孟一道馆 红主人道 老母想念 必要小生归家宿些 小生不敢为命留此 从今早来馆中 晚归家里变了 主人信了说话 道 认从尊便 自此 孟一在张家 只推家里去宿 家里又说在馆中宿 竟夜夜到美人处宿了 整有半年 并没一个人知道 孟一与美人赏花玩乐 浊酒吟诗 取尽人间之乐 两人每每你唱我和 做成连句 如 落花二十四运 月夜五十运 斗桥睁严 真诚敌手 诗句太多 恐看官美艳听 不能禁输 只将他两人 似是回文时表白一遍 美人诗道 花朵之柔傍弃 柳丝千缕细摇风 霞鸣半岭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树松 凉回翠电冰人冷 齿沁清泉下月寒 香转鸟风经缕缕缕 纸窗明月白一团 依依团依 如雪赋听秋水白 柳风雕树晚山仓 甭为客梦惊空管 独艳征书寄远香 天洞与寒潮壁护 雪飞风冷夜观成 鲜红炭火为卢暖 浅壁茶鸥著明清 这个诗怎么叫的回文 音试顺读完了 道读转去 皆可通得 最难得这样浑城 飞踢高手不能 每人一挥而救 鱼仪也和他四手道 方树土花红过雨 入莲飞絮白京风 黄天小色青书柳 粉落晴香雪附松 碧符翁水凉消暑 藕碟盘冰翠脚寒 携石进阶穿笋 小吃书夜出何以团一 蚕石炫红霜夜出 薄烟寒树晚林仓 鸾书记恨修风泪 蝶梦惊愁怕念香 风卷雪蓬寒霸掉 月灰霜细冷敲成 浓香酒饭下杯满 但饮眉横指丈轻 梦一合霸 美人甚喜 真是才子佳人 情味相投 乐不可言 却是毫无不兼劳 自有散场时节 一日 张运时偶过学中 对老广文田百露说道 令郎每夜归家 不胜奔走之劳 何不仍留寒舍住宿 岂不为便 百露道 自开馆后 一向旨在公家 只因老七前日有急 曾留得数日 这几时并不曾来家素些 怎么如此说 张运时小的内中 必有敲气 恐爱着梦仪 不敢进言而别 是晚 梦一告归 张运时不说破他 只叫管扑 围着他去 到的半路 忽然不见 管扑赶去追寻 竟无下落 回来对家主说了 运时道 他少年放逸 必然花柳人家去了 管扑道 这条路上 何曾有什么济管 运时道 你还到他牙中问问看 昨日回了小娘子 小娘子教我问一问 两位管家 多说道 社人并不曾聘娘子过 小娘子喜欢不胜 已对员外说过 少客员外资来 奉拜说亲 好歹要成事了 俊卿听爸呆了半想 道 这冤家账 那里说起 之所收拾行李起来 趁早去了爸 吩咐文龙与店家 会了钞 急待起身 只见店家走进来报道 主人复原外向拜文相公 说吧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笑嘻嘻嘻进来 堂中望见了文俊卿 先自欢喜 问道 这位小相公 想是文社人了吗 老母还在店内 也跟将来说道 正是这位 复原外把手一拱道 请过来相见 文俊卿见过了李 整了客座做了 复原外道 老汉无事 不敢冒讲新客 老汉有一外甥 乃是景少卿之女 未曾许着人家 社生立愿 不肯钦佩樊流 老汉不敢擅作主张 凭他意中自责 昨日对老汉说 有个文社人 下载本店 风标不凡 愿之积诚 所以要老汉自来奉拜 说此亲事 老汉金剑族下 果然俊雅非常 社生也有几分滋容 况且粗同文末 时事一对家偶 族下不可错过 文俊卿道 不敢欺老丈 小生过蒙 令生谬爱 岂敢自外 一来令生是宫卿伐月 小生是五遍门风 恐怕攀高不找 二来老父在难中 小生正要入京便冤 此事既不曾告过 又不好为此耽搁 所以应成不得 原外道 舍人是赞英事咒 况又是弘复有事 直飞腾 岂分甚么文武文美 若为令尊之事 荒诉入京 何不把亲事意定了 待归时秉之令尊 方才完取 既安了舍生之心 又不误了足下之事 有何不可 文俊卿无忌推脱 心下想到 他家不晓得我的心病 如此相逼时 却又不好 十分过去 打破机关 我想 未赚之友 逐渐之缘 不必说了 还有肚子中更加相后 倒不得不闪下了他 一向有个生意 要在骨肉女伴里边 别寻一段姻缘 发扶他去 而今既有此事 我不若全且硬成 定下在这里 他日做成了肚子中 岂不为妙 那时晓得我是女神 须怪不得我说谎 万一肚子中也不成 那时也好开以交易了 不向而接爱手 算计已定 就对园外说 继承老丈与令生如此高情 小齐赶不入提志 只得留下一件信物 在此为定 带小生经中回来 上门求取就是了 说吧 就在身边解下 那个杨之欲闹桩 双手递与园外道 奉此与令生表现 赴园外千欢万喜 接受在手 一同老母去回 父警小姐道 一言已定了 园外就叫殿中 伴起洒来 与文社人践行 郡清推却不得 吃得尽欢 而霸向别了 起身上路 少不得风孙水朽 夜住小德 不一日 到了京城 叫文龙先去打听位 度两家心进室的下厨 问着了杜子中一家 原来到魏转之 已再不给嫁回去了 杜子中间 说文郡清来道 不胜之喜 忙拆长班来接到下厨 两人相见 韩一文一已毙 郡清道 小弟专为老妇之事 前日别时 成兄每分附入京图辩 怯怯在心 后文两兄高发 为此不辞跋涉 特来相托 不想未转之已归 金姓无兄尚在京师 小弟不知失望了 肚子中道 人兄先将老伯被巫师款 做一个接铁 逐一辩明 坎坷起来 在朝门外逢人就送 等公论明白了 然后小弟秧各相好的 童年在兵部的 挑臣别式 带上一段 就好在本集去声发出托了 郡清道 老妇有个本稿 可以上得否 子中道 而今中文轻武 老博士暗怨提的 若武之官出各自便 他们不容起来 反之激怒 弄坏了事 不如小弟方才说的为妙 人兄不要轻率 郡清道 感谢指教 小弟是书生之见 还求人兄做主行事 子中道 异姓兄弟 原是自家身上的事 何劳丁宁 郡清道 转之为何回去了 子中道 转之源与小弟同遇了多时 他说有件心事 要归来与人兄商量 问其何事 又不肯说 小弟说 人兄见无二人重了 未必不尽精来 他说 这是不可期的 况且 士修要来家里做的 必要先去 所以告嫁去了 正不知 人兄却又到此 可不两相左了 敢问人兄 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 郡清明之为婚姻之事 却只做不知 推说道 连小弟也不晓得他为什么 想来无非为家里的事 子中道 小弟也想他没什么 为何怎的等不得 两个说了一回 子中吩咐制酒接风 就叫文家家人安顿了行李 不必令巡狱所 只在此间同狱 盖世子中 先前与魏家同狱 今魏家去了 房舍尽有 可以下得文家主仆三人 子中又吩咐打扫文社人的卧房 就移出自己的踏来 相对扑着 说晚间可以连床轻化 郡清看见 心里有些突兀起来 想到 平日与他们同学 不过是日间相遇 会闻会久 并不看见我的卧气 所以不得看破 而今弄在一间房内了 须闪避不得 露出马脚来怎么处 却又没个说话中 已推掉的两处处 只是自己放着一经一戏 遮掩过去变了 虽是如此说 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难假 是假难真 一切终日相处 这些细微举动 水火不变的所在 那里装饰的许多来 文俊清日间 虽是长安街上去送接铁 做着男人的勾当 晚间速歇之处 有好些破绽 现出在杜子中的眼里了 杜子中是个聪明人 有甚不省得的事 晓得有些诈异 越加留心闲趣 越看越是了 这日 俊清出去 望锁了拜侠 子中头接看来一看 多是些文汉竖铁 内有一幅草稿 写着道 成都棉竹献信女文士 焚香拜告观真君神前 愿宝父文雀 冤情早白 自身安稳还乡 逐渐之期 闹庄之约 各得如敬 锦说 子中见了拍手道 眼见的公案在此了 我在位男子 被他瞒过了许多事 金不怕他飞上天去 只是后边两句解他不出 莫不许过了人家 怎么出 心里狂荡不禁 忽见俊清回来 子中接在房里坐了 看着俊清指示笑 俊清一怪 将自己身子上下前后 看了又看 问道 小弟今日有何举动 插错了 人凶见晒之甚 子中道 笑你瞒得我好 俊清道 小弟到此做的事 不曾瞒人凶一些 子中道 瞒得多理 俊清自想吗 俊清道 伪时没有 子中道 俊清记得当初 同斋时言语吗 原说 弟若为女 必当嫁兄 兄若为女 必当娶兄 可惜弟不能为女 谁知兄果然是女 却瞒了小弟 不然娶兄多时了 怎么还说不瞒 俊清见说着心中病 脸上通红起来道 谁是这般说 子中秀中摸出这纸书头来道 这须是俊清的亲笔 俊清一时低头无语 子中就挨过来坐在一处了 笑道 一向只恨两雄不能相配 金却碎了人怨也 俊清站了起来道 行踪为凶实破 抵赖不得了 只有一剑 一向成兄过爱 穆兄之心非不有之 正奈有剑原事 已数了转之 不能再以身是兄 望兄见谅 子中恶然道 小弟与转之 同为俊清创友 论起相语意气 还觉小弟胜他一分 俊清何得厚于转之 薄于小弟乎 况且 转之又不在此间 献中不打 反去恋童 这是何说 俊清道 人兄有所不知 人兄可看书上 逐剑之期的说话吗 子中道 正是不解 俊清道 小弟因为 与两兄同学 心中怨不所从 那日向天暗道 见道处 先识得者 即为夫妇 后来 这剑却在转之处 小弟鬼说 是家节所设 转之 虽一心想目 把一个玉闹庄为定 此时小弟虽不明言 心已许下了 此天意有数 非小弟有厚薄也 子中大笑道 若如此说 俊清一位 我有无疑了 俊清道 怎么说 子中道 前日摘中之剑 原是小弟师的 看见杆上有两行细字 以为奇异正在念诵 转之厅得走出来 在小弟手里接去看 此时偶然家中 接小弟 就把逐渐掉在转之处 不曾取得 何曾是转之时取的 若论俊清所补天意 一发正是小弟应战了 转之他日可向 须混来不得 听清道 既是曾见见上自来 可计是否 子中道 虽然看时节仓俗无心 也还既是使不须发 发必应咸八个字 小弟须是造不出 俊清剑说的是真 心里已自软了 说道 果是如此 乃是天意了 只是往了未转之望 空想了许多时 而今又赶将回去 日后知道 什么意思 子中道 这个说不得 从来说先下手为强 况且原该是我的 就拥了俊清求欢 道 相好兄弟 而今得同贪枕 天上人间 无此乐意 俊清推举不得 只得含羞走入围杖之内 一任子中所为 有一首曲调 山坡扬 单倒其事 这小秀才有些怪养 走到罗维 忽现了本相 本来是个红宫里折贵的郎君 改换了张台内丝花的主将 金兰器 只觉得肉床心香 笔焰一交衣 果然是有笔如枪 皱眉头 忍者疼 瘦的是梁鹏针鞭 趁胸怀揉着翘 显出那只心酣畅 用一番切切丝丝来也 哎呀 分明是远方来 乐意洋洋 思量 一岁一屯 是连句的篇章 慌忙 为云为雨 还错认了太阳 势必 闻小姐整容而起 探道 妾一生之事 赴之郎君 妾怨遂已 只是哄了未转之 如何回他 忽然转了一响 将手床上一排道 有处法子 肚子中道吃了一惊 道 这是有慎处法 小姐道 好叫郎君得知 妻身前日行到成都 在殿内安歇 主人有个生女 窥见了妾身 对他外公说了 逼时要相许 是妾身想个计较 将信武全定 退说归世完取 当时妾身一死 到未转之 有了逐渐之约 恐怕冷淡了郎君 又见那个女子才貌双全 可为君佩 故此留下这个姻缘 今妾即归君 他日回去 未转之间起所许之言 就把这家的说和 与他成了 岂不为妙 况且当时只说是子子 他心里并不曾晓得 是妻身自己 也不是哄他了 子中道 这个最妙 足见小姐为朋友的美情 有了这个出场 就与小姐配合 与转之也无险了 谁晓得 图中又有这件歧视 还有一件要问 图中认不出是女容个必说了 但小姐虽然难办 同两个男仆行走 好些不便 小姐笑道 谁说同来的多是男人 她两个人是一对夫妇 一男一女 打扮作一样的 所以图中好服事 走动不必必闲也 子中也笑道 有妻主必有妻仆 有才思的人 做来多是奇怪的事 小姐就把警家女子所和之师 拿出来与子中看 子中道 世间也还有这般的女子 未转之得此 也好一足了 小姐在与子中 商量着父亲之事 子中道 而今说是我丈人 一发好措辞出力 我吏部有个相知 先让他把做对头的兵道 调了地方 就好赢位了 小姐道 这个最是要者 郎君在心则各 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 数日之间推升本上 已把兵道改升了广西地方 子中来回复小姐道 对头改去 我今作素讨个差与你回去 就取岳障了事 此间变白已透 扶岸倾你上来 无不停当了 小姐愈加感激 转增恩爱 子中讨下差来 借想到山东地方 就便回见 小姐仍旧扮作男人 一同文龙夫妻 情供待见 照前装束 骑了马 傍着子中的官教 家人缘以设人相呼 行了而日 将过潮州 旷野之中 一只想见擦官教舍来 小姐晓得 有歹人来了 吩咐叫上 你们只管前走 我再次对付 真是忙家不会 会家不忙 扯出南宫 扣上弦 打上剑 只见百步之外 一起马飞也是地跑来 小姐撤开弓 鹤声道 站 那边人不防备地 早中了一箭 倒撞下马 在地下挣扎 小姐急便着坐马 赶上前轿 高声道 贼人以了当了 放心前去 一路的人多称赞 小舍人好见 各个忌惮 子中较理得意 自不必说 自此完了宫事 平平稳稳到了家中 父亲闻参将 已因兵道生去 宝侯在外了 小姐觐见 被说了 京中士修 及肚子中盈为 调取了兵道之事 参将感激不胜 说道 如此大恩 何以为报 小姐又把被他识破 已将身子架他 供他同归的事也说了 参将也自喜欢道 这也是郎才女貌 配得不在了 你快改了庄 趁他今日荣归吉日 我送你过门去罢 小姐道 庄还不好改的 且等会过了未转之者 参将道 正要对你说 未转之字经中回来 不知为何 只管叫人来打听 说我有个女儿 他要求聘 我只说他晓得些风声 是来说你了 急到问时 又说是同窗舍人许他的 仍不知你的事 我不好回得 只是含糊说 等你回家 你儿今要会他怎的 小姐道 其中有许多委屈 一时说不及 父亲日后自明 正说话间 未转之来相拜 原来未转之 正为前日婚姻事 在心中放不下 故此救回 不想问这文社人 又已网经 叫人探听社人 有个姐姐的说话 一发言三语四 不得明白 有的说 参将只有两个社人 一大一小 并无女儿 又有的说 参将有个女儿 就是那个社人 弄得未转之满度疑心 一胡一才乱想 见说文社人回来了 所以急急来拜 要问明白 文小姐照旧师家术 接了进来 含一文一以毙 转之急问道 人兄 令子之说如何 小弟特为此赶回来的 小姐说 包管兄有一位 好夫人变了 转之道 小弟叫人宅上打听 其言不一 何也 小姐道 兄不必疑 玉闹庄已在一个人处 待小弟在略调停 准备迎娶变了 转之道 一兄这等说 不像是令解了 小姐道 肚子中近之端的 兄去问他就明白 转之道 兄何不就明说了 又要小弟去问 小姐道 中多委屈 小弟不好说的 废子中不能详言 说得未转之欲加一心 他正要去拜肚子中 就急忙起身 来到肚子中家里 不急说别样说话 忙问文俊卿所言之事 肚子中把经中童欲 识破了他是女神 已成夫妇的始末根由 说了一遍 未转之经的木呆道 前日也有人如此说 我却不信 谁晓得文俊卿果是女神 这分明是我的姻缘 平日错过了 子中道 怎见得是凶的 转之术当初十剑十节 就把玉闹庄为定的说话 子中道 见本小弟所识 原系他向天暗补的 只是小弟当时不知其故 不曾与兄取得此剑在手 今仍归小弟 原是天意 兄前日只认识他令解 原未尝主义他自身 这个不必追悟 兄只管闹庄之约 不脱空罢了 转之道 浮已去矣 怎么还说不脱空 难道当真还有个另解 子中又把文小姐途中 所欲景家知识说了一遍 道 其女才貌非常 那日一时难推 就把兄的闹庄全定在里 而今想起来 这就有个定数在里边了 岂不是兄的因缘吗 转之道 怪不得文俊卿到自己不好说 原来有许多委屈 只是一见 虽是文俊卿已定下在笔 他家又不曾晓得明白 小弟难以自眉和游的城 自中道 小弟玉文氏 虽已成夫妇 还未曾见过岳翁 打点就是今日迎娶 尚不得还借中一个眉约 而今就樊兄 与小弟坐一坐 小弟成礼之后 代相恭敬 也只在小弟身上 撮合就是了 转之大笑道 当得 当得 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梦中 又被兄占了头筹 而今不便小弟脱空 也还算是好了 既是这等 小弟先到文宅去道义 兄可随后就来 为转之讨大衣服来换了 竟抬到文家 此时文小姐已改了女装 不出来了 文参将自己出来接着 未转之树了杜子中之言 文参将道 小女娇吃木穴 得逞高贤不弃 金性劫此良缘 奸侠已欲 惶恐 惶恐 文参将已见女儿说过 事件整备 门上报说 杜爷来迎亲了 古月喧天 杜子中穿了大红衣服 抬将进门 真是少年郎君 人人称献 走到堂中 站了魏赐 拜见了文参将 请出小姐来 又一同行礼 谢了魏转之 起轿而行 迎至家里 拜告天地 建了祠堂 肚子中 玉文小姐 正是新亲旧朋友 喜喜欢欢 一书试完了 只是魏转之有些眼热 心里道 一样的同窗朋友 偏是他两个成双 平时肚子中 分外相爱 常恨不将男做女 好做夫妻 谁知今日 敬遂其智 也是一段奇话 指所许我的事 为之果是如何 次日 就到子中家里 贺喜 随问其事 子中道 昨晚地父 就和小弟计较 今日专为此要同到成都去 地父是欲 以此报凶 全其口信 心得家音方回来 转之道 多感 多感 一样的同窗 也该纪念着我的冷静 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 此中走进去 取出景小姐前日 和韵之师 与转之看了 转之道 果得此女 小弟便可以不度凶矣 子中道 地父赞之不容口 大略不负所举 转之道 这件事做成 真欲出欲其了 小弟在家瞭望 巨大笑而别 肚子中把这些说话 欲问小姐说了 文小姐道 她盼望久了的 也怪她不得 只所作集成都去 周全了这事 小姐仍旧带了文龙夫妻跟随 同肚子中到成都来 认着前日饭店 卸在里头了 肚子中叫文龙拿了铁镜 去拜赴园外 园外见说是新晋士来拜 不知是什么缘故 斥了一惊 慌忙迎接进去 坐下了 道 不知为何大人贵族 刺踹剑地 子中道 学生在此经过 文之友魏景小姐是老张令生 才冒出众 有一庇佑也刀过甲地了 欲求为夫人 故此特来奉访 园外道 老汉有个生女 她自要责配 前日看上了一个进京的文社人 以纳下聘务 大人见教池了 子中道 那文社人也是庇佑 学生已知他另有所救 不来取令生了 所以赶来作忧 园外道 文社人也是读书君子 既已留下信物 两心相许 怎悟的人家儿女 舍生女也毕竟要等她的回信 子中将出前日景小姐的时间来道 老丈试看辞职 不是令生写与文社人的吗 因为文社人无意来取了 故把与学生做执照 来为庇佑求令生 即此是文社人的回信了 园外接过来看 认的是生女之笔 陈吟道 前日文社人也曾说到聘过了 不信其言 逼使他应承的 原来当真有这话 老汉且与生女商量一商量 来回复大人 园外别了 进去了一会 出来道 世间生女见说 甚是不快 他也说的是 就是文社人负了心 是必等他亲身见一面 还了他玉闹庄 以为诀别 方可别意隐亲 子中笑道 不敢弃老丈说 那玉闹庄 也极是必有未赚之的聘物 非是文社人的 文社人因为自己已有殷亲 不好回得 乃为必有转定下了 是当日埋伏机关 非今日无音质前夜 原外道 大人虽如此说 生女岂肯心服 必是文社人自来说明 方好处犯 子中道 文社人不能复来 有捉惊在此 可以进去一会令生 等他与令生说 这些背戏 令生彼当见性 原外道 有尊夫人在此 正好与社生面会一会 有言可以进吐省的传递消息 最妙 最妙 就叫前日老母来接取杜夫人 老母一见文小姐举止形容 有些面善 只是改装过了 亦是想不出 一路相着 只管迟疑 接到见壁 里边景小姐出来相接 各叫了万福 文小姐对景小姐道 认得文社人否 景小姐见模样思想 还指到或是社人的妹妹 答道 夫人欲闻社人和亲 文小姐道 小姐嫩等识人 难道这样眼钝 前日到此 过蒙见爱的社人 急切身誓言 景小姐吃了一惊 仔细一认 果然一毫不差 连老母也在旁拍手道 是啊 是啊 我方才道面旁熟得紧 哪知就是前日的社人 景小姐道 请问夫人前日为何这般打扮 文小姐道 老妇有难 进京便冤 故乔庄作难 以便行路 所以前日过蒙见爱 再三不肯应承者 正伟此也 后来贱难推却 又不敢识说真情 所以待有人纳聘 以待后来说明 今纳聘之人 以登皇甲 年纪也与小姐相当 故此于夫妇特来奉求 与小姐了此一段 殷亲 报答前日后情儿 景小姐见说 半赏作声不得 老母在旁道 多谢夫人美意 只是那位老爷 姓甚名谁 夫人如何也叫她是友人 文小姐道 幼年时节 曾供学堂 后来同在祥中 与我家相公三人 年貌多相似 是异性骨肉 知她未有亲事 所以前日就有心 替她结下了 这人姓魏 好一表人物 就是我相公童年 也不辱莫了小姐 小姐一去 也就做夫人了 景小姐听了这一篇说话 晓得是少年近视 有什么不喜欢 叫老母陪住了文小姐 背地去把这些说话 背戏告诉园外 园外见说许个近视 岂有不窜多之理 真个是一让一个啃 回复了文小姐 转说与肚子中 一言以定 夫园外设起酒来谢梅 外边款待肚子中 内里景小姐做主 款待杜夫人 两个小姐说得甚是投机 静怀而散 约定了回来 先叫魏转之纳臂 捡个即日迎娶回家 花竹之息 见了模样 如获天人 因说启文小姐 闹庄纳聘之事 转之道 那聘物源是我的 景小姐问 如何确在她手里 魏转之又把 鲜石逐剑提字 杜子中识得吊在她手里 认作另有个姐姐 故把玉闹庄违聘的 根由说了遍 其笑道 彼此溯源 颠颠倒倒 皆非偶然也 明日 魏转之取出竹剑 来与景小姐看 景小姐道 如今只该还她了 转之就提笔写一剑 与子中夫妻道 既归欲还 反清竹剑 两段因缘各从其变 一笑 一笑 血霸 将竹剑封了 一同送去 杜子中收了 玉闻小姐拆开来看 方剑八字之下 又有飞蛾记三字 问道 飞蛾怎么解 闻小姐道 此妾归忠之名也 子中道 魏转之错 认了令子 就是此二字了 若小生当时曾见此二字 这剑如何肯便于她 温小姐道 她若没有这剑起这些阴头 那里又半得景家这头侵蚀来 两人又笑了一回 也提了一剪戏她道 坏为旧物 剑亦归宗 两句错认 各不落空 一笑 一笑 从此两家往来 如同亲兄弟妹妹一般 两个甲科和立玉文参将便白前世 世间情面那里有不让近身的 逐渐脏醉得以开世 之处得 她隔任回味 文参将也不以为意了 后边位 杜两人俱为显观 文 锦二小姐哥生子女 又结了婚姻 是一交一不绝 这是蜀多才女 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 卓文君成都当炉 蝗虫谷相夫响妓 又平平了 世约 世上夸称女仗师 不闻金国 敬为诺 朝廷若也开科曲 未必无人带假姑 第十八章针剑声浪吞密钥 春花必无泄风 世约 自古成仙必有缘 仙缘不到总突然 世间多少痴心者 日对丹炉取摇尖 话说昔日有一个老翁极好奉道 见有方外人经过 避厚家礼带 不敢怠慢 一日 有个双修祭的道人特来访他 身上甚是蓝绿不像 却神色丰满合唱 老翁一世一人 赢在家中 好生管带 那道人饮酒食肉 且是好粮 老翁只是支持与他 并无厌倦 道人来去了而番 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样的 道人一日对老翁道 贫道叨扰无杖久矣 多蒙老杖再无弃贤 贫道也要老杖到我山居中 寻几位野书 少少仇打后翼一番 为之可否 老翁道 一向不曾问得仙庄在何处 有多少远近 老汉可去得否 道人道 必居 只在山深处 圆无多远 若随着贫道走去 请客就到 老翁道 这等 必定要奉拜择各 当下道人在前 老翁在后 走离了乡村闹市去处 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境中 转入山路里来 境界清幽 林树茂盛 仪里过了几个山林 山蛙之中露出几间茅舍来 道人用手指道 此间已是山居了 不数步 走到面前 道人开了门 拉了老翁一同进去 老翁看那里面光景时 虽无华无珠门器 却有奇花摇草香 道人请老翁在中间堂屋里坐下 道人自走进里面去了一回 走出来道 小书以聚 老丈且消停坐一会 等频道去请几个道办 向陪壁画择个 老翁喜的是道友 一发欢喜道 师父自尊便 老汉自当坐等 道人一静望外去了 老翁呆呆坐着 等候多时 不见道人回来 老翁有些不耐烦 起来前后走看 此时肚里有些激了 想寻些什么东西吃吃 料到厨房中必有 打从旁门走到厨房中来 谁想厨房中锅造巨无 只有些椰瓢吉比之类 又有两个淘气的水缸 用力盆盖着 老翁走去揭开一个来看 赤了一惊 原来是一盆清水 内浸着一只雪白小被子 毛多寻干净了的 老翁心里道 怪到他酒肉不见 还吃狗肉里 再揭开这一缸来看 这已经更不小 水里浸着一个小小孩童 手足多完全的 只是煤气 老翁心里猜疑道 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 吃酒吃肉 又在此荒山居住 没个人影的所在 却家里放下这两件东西 狗也罢了 如何又有此死孩子 莫非是放火杀人之辈 我一向错与他相处了 今日在此 也多凶少告 玉带走了去 又不认得来时的路 只得且耐着 正一祸间 道人同了一伙道者走来 多是些旁眉浩发之辈 共有三四个 进草堂中 与老翁相见 蓄理作定 老翁心里怀着鬼胎 看他们怎么样 只见到人道 好叫列位得知 此间是贫道的主人 一向成其后款 无忧为达 今日恰恰寻得野书二位在此 特请列位过来 陪着童享 聊表寸心 道人说罢 走进里面 将两个瓦盆 盛出两件东西来 摆在桌上 就每人面前放一双吉比 向老翁道 物贤村笔 略长些少则个 老翁看着桌上摆的二物 就是水缸内进的那一只小辈 一个小孩子 中道刘仙然拍掌道 老兄何处得此二奇物 进打点动手 先向老翁推训 老翁慌了道 老翁自小 不曾破犬肉之界 何况人肉 今已暮年 怎敢吃此 道人道 此皆素 但吃不妨 老翁道 就是饿死也不敢吃 重道流多道 果然利益不吃 也不好相强 拱一拱手道 数无礼了 四五人攒坐一堆 将两件物事 吃个庆静 盆中 溅着而点残肢 也把来舔干净了 老翁呆着脸 不敢开言 只是默看 道人道 老丈既不吃此 枉得下顾这一番 罚物相款 肚里积了怎好 又在里面取出些白膏来地 于老翁道 此事加质的膏 尽可充饥 请吃一块 老翁看见是膏 肚里本等又是饿了 只得取来吞嚼 略觉有些色味 正是饿的荒食 也管不得好歹了 才吃下去 便觉精神抖搜起来 想到 长安虽好 不是酒恋之家 趁度里不饿了 走回去罢 来与道人做别 道人也不再留 但说道 可惜了此会 由慢老丈 反觉不安 贫道员自送老丈回去 与众道流同出了门 众道流叫声多谢 各自散去 道人送翁 到了相近闹热之处 晓得老翁已认得路 不别而去 老翁独自走了家来 心里只疑心 这一干人 多不是善男子 好相识 眼见的吃狗肉 吃人肉贯的 是一伙方外采歌生灵 做歹饰的强盗 也不见得 过了两日 那个双继的道人 又到老翁家来 对老翁拱手道 前日有慢老丈 老翁道 见了一样食品 至今心里害怕 道人笑道 此乃老丈之无缘也 贫道历劫修来 得遇此二物 不敢思想 念老丈相待后裔 特遇妖至山中 同众道屡时的此味 大家得以长生不老 岂知老丈先缘上薄 不得以长 老翁道 此一小犬 小儿 岂是先味 道人道 此是万年灵药 其行相似 非血肉之物也 如小犬者 乃万年枸杞之根 食之可活千岁 如小儿者 乃万年人身成形 食之可活万岁 皆不一饭烟火 只可生吃 若不然 无备皆是人类 岂能如虎狼 吃那生犬 生人 又毫无海比 吐气户 老翁才想着 前日吃的光景 果然是大家生蛋 不见骨头吐出来 方信其言是真 傲恨道 家老汉前日 直如此懵懂 师父何不明言 道人道 此乃生成的缘分 没有此缘 岂可泄露天机 今事已过了 方可说破 老翁垂胸爹足道 眼面前错过了先缘 毁之何己 师父尔金还有时 再把一个来老汉吃吃 道人道 此等灵根寻常岂能再遇 老丈前日虽不曾尝的二位 也曾吃过千年福灵 自此也可一生无异 受过百岁了 老翁道 甚么福灵 道人道 即前日所施白高便是 老丈的缘分指得如此 非贫道不欲相度也 道人说罢而去 以后再不来了 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余岁 无疾而终 可见 神仙自有缘分 仙妖就在面前 又有人有心指引的 只为无缘 机子不得道口 却有一等痴心的人 听了方氏之言 指望炼那长生不死之药 死劈死拱 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里 一发不可复旧 古人有言 服药求神仙 多为药所悟 自近人作星纳舞淡散 寒食散之后 不知多少聪明的人 彼此坏了性命 臣子也罢 连皇帝里边药发不救的 也有好几个 这迷而不悟 却是为何 只因制造之药 其方未尝不是仙家的遗传 却是神仙制炼此药 需用身心宁静 一毫视欲俱无 所以服了此药 身中水火 自能云炼 故能鼓励坚强 长生不死 今世制药之人 先是一种贪财好色之念 横于胸中 正要借此药力 正得寿命 刻以自其所为 一死先错了 又把那好一经 一劳行的躯窍 要降服他 今世熬炼之药 怎当得起 所以十个九个败了 朱文公有 敢欲诗云 飘摇学仙旅 一世在云山 盗起源秘密 妾当生死官 金顶盘龙一虎 三年养神丹 刀归一入口 白日生与汗 我欲望从之 脱喜量非难 但恐逆天理 偷生俱能安 看了文公此诗 也道先要是有的 只是就做得来 也犯造化所记 所以不愿学它 岂知这些不明道理之人 只要蛮做蛮吃 岂有天上如此没倾头 把神仙与你这伙人做了去 落得活活弄杀了 而今说一个人 信着方上人 好那单方顶弃 弄掉了自己性命 又几乎连累出几条人命来 欲做神仙 先去世欲 欲者贫义银衣 为日不足 借力要尔 取欢枕入 一招要败 金石皆毒 夸言顶弃 顶付其速 话说元朝山东曹州 有一个真庭照 乃是国子剑剑生 家业富后 有一妻二妾 生来有一件匹性 读好神仙黄白之术 何谓黄白之术 方氏丹客哄人炼丹 说养成黄芽 再生白雪 用要点化为丹 便千拱之类 揭遍黄金白银 故此炼丹的叫做黄白之术 有的只贪图银子 指望丹成 有的说丹要服了 就可成仙度也 又想长生起来 有的又说内丹成 外丹一成 却用女子为顶器 语 他一交一合 彩阴补羊 捉砍田离 练成婴儿差女 以为内丹 名为彩战功夫 乃皇帝 克成功 彭祖育女之术 又可取乐 又可长生 其中有本事不济 等不得女人一经一致 先自战败了的 只得借助要力 自然坚强耐久 又有许多话头作作 轰动这些血气未定的少年 其实有之有业 有滋有味 那真见生心里也要炼银子 也要做神仙 也要女色取乐 无所不好 但是方氏所言之是 无所不一 被这些人弄了几番喧头 提了几番罐子 只是不知懊悔 死心塌地在里头 把一个好好的家事 弄得七零八落 田产多卖尽 用赌渐渐不足了 同乡有个举人朱大精 苦口劝谐了几遭 只是不误 乃做一首口号朝他道 曹州有个真亭照 养着一伙真强盗 养杀干拱力投辞 采阴补扬去祷告 一股清烟不见踪 实情好的随人要 家间妻子低头脑 接上亲朋拍手讲 又做一首歌 警戒他道 文君多智息 和邪政之混事 文君好道息 和妻子之皆知 与之君不孝息 弃祖业而无疑 又知君不受息 好元气而难医 针尖声得知了 心里恼怒 发个冷笑道 朱举人肉眼凡夫 那里晓得救理 说我弃了祖业 这是他指居目前 怪不得他说 也罢 怎反倒 我不受 看你们倒作了 仙人不成 恰像于 那个别气一般的 又把一所房子 卖掉了 卖的一二百两银子 就一气讨了 四个丫头 要把来采取做顶气 那中一个 幻名春花 独生的标志出众 真尖声最是喜欢 自不必说 一日请得一个方氏来 没有名姓 道号玄玄子 与真剑生 讲着内外丹氏 甚是一惊一妙 真剑生说的 投机 留在家里多日 把向来弄过旧方 请教他 玄玄子道 方也不甚美 药材不全 所以不成 若要成事 还要养恋药材 该药材 需到道口 急上去买 真剑生道 药材明日 我与师父亲自买去 买了来 从容养恋 至于内外是口诀 先要求教 玄玄子 先把外丹 养杀 肝拱许多话头传了 再说到内丹 采战 抽天转换 身体呼吸 要紧关头 真剑生 听得津津有味 道 学生与此事 揪心已久 行之颇得其法 只是道的 没后依着 不能忍耐 有时提得气赏 忍得劳了 却又兴趣已过 便自软漏 不能抽颂 以此不能如意 玄玄子道 此事最难 在此地位 须是行义交易 而神不义交易 方能守得牢固 然功夫未熟 一个主意 要神不义交易 才复之无心 便自软漏 所以 初下守人 必须借礼于药 有不道之药 然后可以行 九玉之术 有九玉之功 然后可以收音 一经一支柱 道到后来 收得一经一多 自然刚柔如意 不必用药了 若不先知药力 静自讲究其法 便有些说时容易 做时难 弄得不尴尬 落得损了原神 真剑生道 药不过是春芳 有害身子 玄玄子道 春芳乃小家之树 岂是仙家所一用 小可有炼成密药 扶之久久 便可骨节坚强 长生度逝 若适用顶气 阳道状伪兼热 可以交结不解 自能伸缩 你一经一利至 即夜度使女 金腔不道 此乃至宝之丹 万金良药也 真剑生道 这个就要相求了 玄玄子便去葫芦内 清出十多碗来 地宇真剑生道 此药每服一碗 然未可轻用 还有解药 那解药何成 尚少一味 须在明日 一同这些药料买去 真剑生收受了碗药 又要玄玄子 参着内丹口诀 一同之处 玄玄子道 此须晚间卧榻之上 才指点得学到明白 传授的做法 首饰亲切 真剑生道 总是明日要起早到 道口急上去买药 今夜学生 就同在书房中 一处诉了 讲究便是 当下吩咐家人 早起做饭 天未明就要起身 躺或睡着了 饭熟时就来叫一声 家人领命一切 是夜岁与玄玄子 同宿书房 讲论房事 传授口诀 约莫一更多天 然后睡了 第二日天未明 家人们起来 做饭停荡 来叫家主起身 连呼数声 不听得真剑生 答应 却惊醒了玄玄子 玄玄子摸摸床子 不见主人家 回说道 连夜一同睡的 我睡着了 不知何往 禁不在床上了 家人们道 那有此话 推门进去 把火一照 只见床上里边 玄玄子睡着 外边脱下 礼衣一件 却不见家主 进到享诗 圆道里面 睡去了 走到里头 敲门问时 说道 昨晚不曾进来 何家惊起 寻到书房外边 一个小室之内 只见真剑生 直挺挺 棉于地上 看看口鼻时 已是没气的了 大家慌张起来道 这死得稀奇 其子真西贤听得 慌忙走来 仔细看时 口边有血流出 西贤道 此事中毒而死 必是方氏之故 西贤平日见父亲所为 心中不服气 怪的是方氏 不况父亲这样死得不明 不恨方氏恨谁 领了家人 一头哭 一头走 赶进书房中 揪着玄玄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 拳头脚尖齐上 先是一顿肥打 玄玄子不知一些头脑 打得口里乱叫 老爷 相公 请爹爹 且饶苟命 有话再说 真西贤道 快还我父亲的性命来 玄玄子慌了道 老相公 怎的了 家人走上来 一个巴拿打的应声响 道怎的了 怎的了 你难道不知道的 假撇青吗 一把抓来 将一条铁链锁住在 真剑声一师一手边了 一边收拾后事 待天色大明了 写了一状送着玄玄子到县间来 知县当堂问及实情 珍惜贤道 此人哄小人父亲炼丹 晚间同肃就把毒一药药死了父亲 口中现有血流 是谋财害命的 玄玄子诉道 晚间同肃是真 只是小的睡着了 不知几时走了起去 以后又不知怎么样死了 其实一些也不知情 知县道 胡说 既是同肃 岂有不知情的 况且你美这些 由方光棍有什么做不出来 玄玄子道 小人见这个剑声好道 打点哄他些东西 情是有的 至于死事 其实不知 知县冷笑道 你难道肯自家说是怎么样死的不成 自然是赖的 较左右 江家强盗的头号家棍 把这光棍家将起来 可怜那玄玄 管什么玄之又玄 只看你熬得不得 要喝力重 这算做洗髓发毛 叫喊声高 用不着存神闭气 口中白血流将近 鼓道黄牙正出来 当日把玄玄子家的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又打勾一二百狼头 玄玄子虽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图 却是惯哄人家 好酒好饭吃了 叫先生 师父尊敬过的 道不曾吃着这样苦楚 好生劳不得 只得招了道 家用要毒死 图取财物事实 知县教化了供 问成死罪 把来收了大监 代碟成文案 在身上死 乡里人文智的多说 真奸生遵信方氏 却被方氏要死了 虽是真奸生迷而不悟 自取其货 那些方氏这样没天理的 金官府明白 将来抵罪 这才为献报了 亲戚朋友 没个不欢喜的 道于真家家人 平日多是恨这些方氏入骨的 金剑家主如此死了 恨不得时咬他一块肉 断送的 他在肩里问罪 人人称快 不在话下 岂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 原来真剑生二妾四壁 唯有春花 是他心尽一宠一爱的 终日在闺门之内 轮流侍寝 彩战取乐 终九人多耳目中 觉得春花兴趣颇高 爱着同伴 气一听 不能尽情 意思要与他 私下在那里 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 施叶口说 在书房中歇宿 其实暗地里约了春花 晚间开出来 同道侧边小事中行事 春花应允了 真剑生先与玄玄子同宿 教导术法 传授了一更多次 一席一学的书 正要思量试用 看见玄玄子睡着 急走下床来 披了衣服 悄悄出来 走到外边 恰好春花也在里面走出来 两相遇着 拽着手 静到侧边小事中 有一把平日坐着运气的蝉椅在内 叫春花脱了下衣 坐好在上面了 真剑生就捂弄起来 接着方法 九浅一身 你呼我息 弄勾多事 那春花花枝 也似一般的厚生 兴趣正浓 弄得浑身酥麻 做出千娇百妹 哼哼轻轻地生起来 身子好像蜘蛛 坐网一般 把屁石骨 向前突了一突 又突一突 两只脚 一身一缩踏车 也试得不住 尖身之处 紧抱住真剑生 叫生我的爹 快活死了 早已阴一惊 一池屑 真剑生看见光景 心动了 也有些猴急 忍不住 急按住身子 闭着一口气 将尾驴往上一翘 如忍大便一般 才阻得不来 那些清水游易经衣 也留个不住 虽然忍住了 只好站着不动 养在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里面 要再抽送 就差不多丢出来 真剑生极了 猛想着 日间玄玄子 所与密钥 且吃它一碗 必是耐久的 就在袖里 磨出纸包来 取一碗 用拓金验了下去 财宴的下 就绝一股热气 竟去丹田 一煞时 阳雾震荡起来 其热如火 其硬如铁 毫无起出 浴血之意了 发起狠来 尽力抽送 春花快活 一银一升 真剑生只觉 它的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 窄小了好些 原来得了要力 自己的肉皮具 长得黄瓜 也四大了 用手摸摸 两下凑着肉 没些些缝底 真剑生晓得 这药有些妙处 越加乐意 只是星号星号星号 星号塞满 微绝抽送尖色 确实这药果然灵妙 不必抽送 里头肉一句 自毁伸缩 弄得春花死去活来 又丢过了一番 真剑生亏得要力 这番耐得住了 谁知那洋物 得了阴一经一支柱 一发热硬撞尾 把阴中星号星号星号 星号烘干 两相细劳 扯拔不出 真剑生想到 他日间原说 还有解药 不曾合成 方才性急头上 一下子吃了 而今怎得要来解他 心上一急 便有些口渴气传起来 对春花道 怎得口水来 吃吃便好 春花道 放我去取水来 与你吃 真剑生带要拔出时 却像皮肉粘 连生了根的 略略扯动 两下叫疼得了不得 真剑生道 不好 不好 带我高声 叫个人来取水吧 春花道 四次粘连的模样 叫个人来看见 毫不休死 真剑生道 这等 如何能够解开 春花道 你丢了不得 真剑生道 说道是 虽是我们内养家 不可倾泻 而今弄到此地位 说不得了 因而一意要泻 谁知这样古怪 先前不要他住 却偏要钻将出来 而今要泻了时 却被药力色住 落得头红面热 火气反望上宫 口里哼道 活活地急死了我 咬得牙齿咯咯架响 大喊一声道 罢了我了 两手撒放 扑到望地上 倒了下来 春花只觉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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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生疼 且习以拖出了 连忙放了双脚 站起身来道 这是怎的说 去服服真剑生时 声息俱无 四肢挺直 但身上还是热的 叫吻不应了 春花慌了手脚 道 这是厉害 若生张起来 不要说修人 我这罪过虚逃不去 总是夜里没人知道 瞒他娘爸 且不管家主死活 轻轻地脱了身子 望自己卧房里 只一溜 溜进去睡了 并没一个人知觉 道的天明 何家人那茶叶来戏账 却把一个什么玄玄子顶了钢 以消平时恶气 再不说他冤枉的了 只有春花肚里明白 怀着鬼胎 不敢择生 眼盼盼 便做这个玄玄子 悔气不着也罢 看官 你到这些方式固然可恨 却是此一件事 是真剑生自家勿用其要 不知劫法 以致要发生死 并非方式下首顾杀的 况且 平时提了惯 着了道的 又别是一伙 与今日 这个方式没相干 只为这一路的人 众无所归 官打建在 正所谓张公吃酒理公罪 又倒是拿着黄牛便当马 又是个无根地的 没个亲戚朋友 与他便素一纸状词活活地顶醉罢了 却是天理难媚 原不是他谋害的 毕竟是酒便白出来 这放着做后话 且说真希贤自从把玄玄子送在尖里了 归家来成了校服 把父亲所作所为禁包变过来 将药炉 单造之类打得粉碎 一亿做人家 先要迈去这些做顶器的石女 其实有同理人李宗仁 是个富家子弟 心断了嫌 闻得真家石女多有标志的 不惜种价 来求一看 西贤较将出来看时 头一名就点中了春花 用掉了六十多两银子 讨了家去 宗仁明晓得 春花不是女生 却容貌出众 风情动人 两下多是少年 你贪我爱 甚是过得筹谋 春花一心性飘逸 好吃几杯酒 有了酒 骑行欲高 也是真家家里操练过 是能争贯战的手段 宗仁肉马头里高兴师姐 问他真家这些彩战光景 春花不十分肯说 只等有了酒 才略略说些出来 宗仁一日 有亲眷家送得一小坛美酒 夫妻两个将来对拙 宗仁把春花劝得半醉 两个上床 乘着酒性干起事来 就便问真家作作 春花也斜看 双眼道 他家动不动吃了要做事 好不爽力杀人 只有一日正弄得极快活 可惜就收场了 宗仁道 怎地就收场了 春花道 人都弄杀了 不收场怎待 宗仁道 我正见说真尖声 被方氏要死了的 春花道 那里是方氏要死 这是一桩冤屈事 其实只是吃了他的药 不解的自弄死了 宗仁道 怎生不解的弄死了 春花却把前日晚间的事 是长事短 背戏说了一遍 宗仁道 这等说起来 你当时却不该瞒着 急急叫起人来 或者还可有救 春花道 我此事慌了 只管着自己身子干净 躲得过便罢了 那里还管他死活 宗仁道 这等 你也是个没情的 春花道 若就活了 今日也没你的分了 两个一起笑将起来 虽然是一番取笑说话 自此宗仁心里 毕竟有些闲笔春花 不足他的意 看官听说 大凡人情 专有一件古怪 心里热络时节 便有些缺失之处 只管看出好来 略有些不像一起头 随你奉承他 多是可闲的 并拿平日见的好处 也要减相处不好来 这都是原法在里头 有一只小词单说 那原法尽了的 原法尽了 诸般的改变 原法尽了 要好也再难 原法尽了 奔成院 原法尔若尽了 好言当恶言 原法尽了也 动不动变了脸 今日说起来 也是春花原法将近 不该趁久性 把这些画饼一盘 拖了出来 男子汉心肠 见说了许多 用要一银一战之事 心自有些碾酸不耐烦 觉得十分清贱 右肩说到 弄死了在地上 不管好歹 且自躲过 是个无情不小事的女子 心里淡薄了好些 招募情义 渐渐不投 春花看得光景出来 心里老大懊悔 正是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此时便把舌头 剪了下来 嘴唇缝了拢去 也没一毫用处 思量一转 辫子垂胸跌足 时刻不安 也是何当有事 一日 公婆处有什么不合意 骂了她 弄死汉子的 建议淫衣食负 春花听见 恰恰到着心中之事 又气恼 又傲武 没愿畅处 妇人短见 走到房中 一锁吊起 无人防备的 那个来救解 不上一个时辰 早已乌乎爱在 支援身份延年药 一副曾经送主中 今日投还带天意 双双采战叶台中 却说春花 含羞 自意而死 过了好一会 李宗人 才在外乡 走到房中 忽见了这件 打鞦韆的物事 吃了一惊 慌忙解放下来 早已弃绝的了 宗人也有些不忍 哭僵起来 父母听的 急走来看时 只叫得苦 老公婆两个互相埋怨道 不合骂了他几句 谁晓得这样心性 就做短见的事 宗人明知道 是他自怀羞愧之故 不好说将出来 邻里地方文之了来问的 只含糊回他道 妻子不孝 毁骂了公婆 拒罪而死 幸喜春花是真家远方讨来的 没有亲戚 无人声端告知人命 却自有这伙地方人 等要抱之官府 投地结壮 相宴一失一伤 许多套数 宗人也被缠的一个不耐烦 废掉了好些盘废 踩得挺妥 也算是大悔气 春花即死 真奸生家里的事 悦无对证 这方是玄玄子 永无出头日子了 谁知天理所医 世道其间 自有机会出来 其实山东巡案是灵宝 许香义公 案间曹州 会审中求 看见了玄玄子这宗案卷 心里一道 此辈不良 用要毒人 固然有这等事 只是人即死了 为何不走 次早提问这事 先教问真西贤 西贤把父亲亡死之状 说了一遍 许公道 如府寄予他同诉 被他毒了 想就死在那房里的了 西贤道 死在外边小事之中 许公道 为何又在外边 西贤道 想是要发了 当不得乱走出来寻人 一时跌倒了的 许公道 这等 那方是何不逃了去 西贤道 彼时何家惊奇 灯石拿住 所以不得逃去 许公道 死了几时 你家才知道 西贤道 约了天早同去买药 因家人叫呼不应 不见踪迹 前后找寻 才看见死了的 许公道 这等 他要走时 也去久了 他招上说 谋财害命 谋了你家多少财 而金在那里 西贤道 家只是些买药之本 十分不多 还在父亲身边 不曾拿得去 许公道 这等 他毒死你父亲何用 西贤道 正是不知为何 这等毒害 许公就叫玄玄子起来 现把气拍一敲道 你这伙人死有余辜 你要死真廷照 待要怎待 玄玄子道 庭照要小人与他练外单 打点哄他些银子 这心肠是有的 其实药也未曾买 正要同去买了 才弄赶头 小人为何先要死他 前日凹行不过 只得屈招了 许公道 与你同宿 是真的吗 玄玄子道 家先在一床上宿的 后来睡着了 不知几时走了去 小人睡梦之中 只见许多家人打将进来 拿小人去尝命 小人方知主人死了 其实一些情也不晓得 许公道 为什么与你同宿 玄玄子道 要小人传内侍功夫 小人传了他些口诀 又与了他些玩药 小人自睡了 许公道 玩药是何用的 玄玄子道 是房中密戏之药 许公点头道 是了 是了 又叫真希贤问道 你父亲房中有几人 希贤道 有二妾四女 许公道 既有二妾 焉用四女 希贤道 父亲好道 用为禀妻 许公道 六人之中 谁为最爱 西贤道 二妾已有年纪 四女伦氏 春花最爱 许公道 春花在佛 西贤道 家已嫁出去了 许公道 嫁在那里 快换将来 西贤道 近日死了 许公道 怎样死了 西贤道 文是自意死的 许公哈哈大笑道 即是一桩 即是一个情也 其夫是何明信 西贤道 是李宗人 许公就撤了一千 拆个造力去 不一时拘将李宗人来 许公问道 你妻子为何一死的 宗人磕头道 是不孝公姑 拒罪而死 许公故意作色道 家分明是你 致死了他 还要胡说 宗人慌了道 妻子与小人 从来好的 并无说话 地方邻里 渐有干节在观 为是不孝小人的父母 父母要声说 自知不是 一死了的 许公道 你且说他如何不孝 宗人一时说不出来 只是知无道 悔骂公姑 许公道 胡说 既敢悔骂 是个放坡的妇人了 有甚惧怕 就肯自死 指着宗人道 这不是他惧怕 还是你的惧怕 宗人道 小人有甚惧怕 许公道 你惧怕真家丑事张禄出来 香里坚不好听 故此把不孝拒罪之说 知无过了 可是吗 宗人见许公道着真情 把个脸仗红了 开不得口 许公道 你若时说 我不打你 若有隐匿 必要问你偿命 宗人慌了 只得时时 把妻子春花吃酒醉了 说出真情 真剑生如何相约 如何采战 如何吃得要不解的 一口气死了的话 被细竖了一遍 道 自此以后 心里嫌他 尾时没有好气相待 妻子自觉失言 悔恨自意 此是真情 因怕相亲耻笑 所以只说 因骂公姑 惧怕而死 金老爷所言分明如见 小人不敢隐瞒一句 指望老爷超生 许公道 记时说了 你原无罪 我不罪你 一面录了口词 就叫玄玄子来道 我晓得真廷照之死 与你无干 只是你要如此误事 如何亲自与人 玄玄子道 小人之药 原用解法 金真廷照 自家忘用 丧了性命 非小人之罪也 许公道 却也误人不浅 提笔写道 审得真廷照 误用药 而死于一淫一 春花必醉泄时 而死于毁 皆自一一期 无可为底 两死相偿足矣 玄玄子才为一交一社 何惧生谋 死上身流 必非毒害 但一淫一药误人 罪意难免 真希贤痛负殖命 告不为污 李宗人 无心丧妻 情更可敏 拒免你释放 当下将玄玄子 打了念板 尹庸依杀人之律 问他账一摆 逐出境压回原籍 又行闻 山东六府 樊君明之家 敢有听信数事 道人携说 采取炼丹者 一体问罪 发放了笔 真希贤 回去与何家说了 才晓得当日真奸生死的缘故 却因春花 春花又为此一死 甚为害意 尽道 虽不干这个方式的事 却也是平日误信此辈 至有此祸也 六府之人建茶院 行将文书来 张挂告示 三三两两 尽传说真家这事 乃茶院名段 以为新闻 好些好此道的 也不敢忘做了 真足为好内外 单事者之见 从来内外有单数 不是贪财与好色 外单原在广诗记 内单却用调呼吸 而今烧拱要成家 采战无非图就及 纵有神仙类结修 不及拥留眼前力 一盆火内敛能成 两片皮中抽得出 第十九张田舍翁 时时经理木桶 而夜夜尊 扰扰劳生 代足和十足 据鉴定 随家封俭 便堪归缩 得意农时修进步 虚防事事多帆复 网教人百了少年头 空碌碌 此此乃是宋朝师僧 慧安所作 满意将一红前阙 说人生富贵荣华 长防翻覆 不足平视 劳生扰扰 八千算后 美怀不足之心 空白了头没用处 不如随缘过日的好 只看来十家户年间 有一个宣逸狼万言之 乃是前唐南新人 曾中以科出世 兴素刚直 坐了两三处地方周县官 不能屈曲 终年福一而归 途居于航 见水相泼泽 可以耕种作田的 因为低洼 有水吉末 齐价甚见 万事费 不多些本钱 买了无数 也是人家该星 连年抗旱 市处低田大熟 岁收粗米万诞有余 万轩一喜欢 美对人道 无以万为性 金碎收万诞 也勾了我了 自此迎建地宅 质买田园 搬结婚姻 有人来献秦作媒 第三个公子 说和驸马都尉 王进倾家 孙女为事 约费用二万民钱 才结的这头亲事 儿子因事 驸马孙旭 得补三班戒指 一时富贵薰人 诈明无算 他家有一个瓦盒 是西市的宝物 乃是初选辟时 在都下位同进甚盐 将十个前世上 买这瓦盆来灌洗 其实天气宁寒 煮汤卧面过了 将残汤清去 还有清不了的 多少留些在河内 过了一夜 宁结成冰 看来竟是桃花一致 人来见了 多以为其 说与轩逸 轩逸看见到 冰结拢来 原是花的 偶像桃花 不是奇事 不以为意 明日又附胜些 残水在内 过了一会看时 领结一只 开头牡丹 花朵丰满 枝叶繁茂 人工做不来的 抱之轩逸来看到 今日又换了一样 难道也是偶然 轩逸方才有些惊异道 这也奇了 且待我再试一试 亲自把瓦盒试镜 另撒些水在里头 此日再看 一发结的奇异了 乃是一带寒林 水村竹屋 断红峭路 远近烟鸾 宛如图画 轩逸大海 晓得见祁宝 换将银匠来 把白金筑了外层 将锦起做了包袱 实习珍藏 但欲宁寒之日 先期约客 张言至酒 赏纳河中之景 是一番另接一样 再没一次相同的 虽是名家画手 见了远愧不及 前后色样甚多 不能惜记 只有一遭最奇异的 乃是上皇登级 恩典下班 智士官皆得千寿一级 宣义郎家千宣得郎 孝下之日 正遇着他的生辰 亲戚朋友来贺喜的 满座堂中 是天气大寒 酒席中放下此河 洒水在内 须于凝结城下 却是一块山石上 坐着一个老人 左边一归 右边一鹤 俨然是一幅寿星图 满堂饮酒的 吾不喜欢赞叹 那种有知金石谷的世人 议论道 此是瓦器 无非反火烧成 不是什么天地 一经一华 五行间气结旧的 由此一样 理不可小 诚然是件罕恶 又有小人 被邪奸铲笑 多屯真辟称道 分明万寿 无疆之兆 不是天下大夫人 也不能勾有此一宝 当下静花而散 此时万事又富又贵 又与黄金国七联姻 豪华无比 誓言非常 尽倒是用不尽的金银 想不完的福禄了 谁知过眼云烟 容易消泄 宣德郎万炎之死后 第三儿子补三般的也死了 驸马家里见女婿祭死 来接他郡主回去 说道万家家资 多是都尉府中带来的 火着二三十男父 内外一抢 席卷而去 万家两个大儿子 只好眼睁睁看他史事行凶 不敢相争 内财一空 所有低洼田迁寝 每遭大水淹没 反要赔粮 巴不得推与人了到干净 平人战去 家事尽销 梁子继时亲友 流落而终 此宝盒被驸马家取去 后来归了查经太事 诗者道 此盒结冰成花 应着万事之父 犹如冰花一般 原非煎酒之相 乃是不祥之兆 然也是事后如此猜夺 当他胜时 那个肯是这样想 敢是这样说 直代后边看来 真个是如同一番春夷梦 所以古人寓言 坐着寒郸梦记 樱桃梦记 尽是说那富贵繁华 直同梦境 却是一个人做的一个梦了缺一生 不如庄子所说 那牧童做梦 日里是本相 夜里做王公 如此一事 更为奇特 听小子敷衍来看 人是圆童一梦 梦中何以醒中 若果夜间富贵 只算半事贫穷 话说春秋时 鲁国曹州有座南华山 是宋国商丘小蒙城庄子修留玉来此 隐居著书得到成仙之处 后人称 庄子为南华老仙 所著书就名为南华经 接印吐气 比石山盼有一田舍翁 姓莫名广 专以耕种为业 家有肥田数十亩 耕牛树头 工作农夫树人 茅盐草屋 衣食丰足 算作山边一个土财主 他并无子嗣 与庄家老母 夫妻两个早夜算计思量 无非只是耕田厨地 养牛木猪之事 有几具诗丹道田舍翁的行径 田舍老秦姓一意 辟向小山节忧事 生意布满百亩田 利耕水弄煎为时 春晚轩轩布古明 春云矮矮岩六滴 胡同在离宫复处 守千黄独头带立 一更不自己 再更还自立 三更且插苗 看看秀而说 夏云琴 琴秋复来 何属如云 堪一指 丹罗腹囊分脸归 苍蝇屯满居无戏 较七囊久塞田神 烹羊仔屯响亲戚 击鼓东东勒未央 忽看玉土东方白 那个莫翁勤心苦枝 牛处见多 庄农不足 要寻一个童儿 专管牧养 其实本庄有一个小三 祖家姓妍 因是父母双亡 既养在人家 就叫名剑 生来愚蠢 不是一次 也没本事做别件生理 只好出力做公渡活 一日在山边拔草 忽见一个双鸭记的道人走过 把他来端向了一回 道好个童儿 尽有道骨 可惜痴性颇重 苦胀未出 肯跟我出家吗 吉儿道 跟了你 怎瘦得清淡过 道人道 不跟我 怎瘦得烦恼过 也罢 我有个法 教你夜夜快活 你可要学吗 吉儿道 夜里快活 也是好的 怎不要学 师父可只教我 道人道 你识字吗 吉儿道 一字也不识 道人道 不识也罢 我有一句真言 只有五个字 记不识字 口传心寿 也容易记得 遂叫他将耳朵来 说与你听 你牢记着 是那五个字 乃是婆山婆眼底 道人道 临睡时 将此剧面上百遍 管你有好处 吉儿谨记在心 道人道 你只依着我 后会有期 抢着鱼骨剪板 一唱道琴 飘然而去 是夜吉儿 果一其言 整整念了一百遍 然后睡下 才睡得着 就如梦境 正是 人生牢扰多辛苦 已殉山间 枕十面 况是梦中游乐地 何妨一觉 睡千年 看官牢记话头 这回书 一段说梦 一段说真 不要认错了 却说 继而睡去 梦见身为如生 粗织文艺 正在街上 斯文器下 摇来摆去 忽然 见个人来说道 华须国王 黄榜昭贤 何不去求取 保明 图个出身 继而听见 汲取 辟名计划 恍恍呼呼 不知从 抹了些什么东西 叫做万言长策 将去献与国王 国王发语 那拿文衡的看月 计划使用了 写马蹄巾作为治理 拿文衡的大月 说这个文字乃 惊天动地之才 古今罕有 加上批点 成语国王 国王受为著作狼 驻天下文章之事 旗帜古月 高头骏马 宋人衙门道任 计划此时 身子如在云里雾里 毫不风骚 正是 电光石火梦终身 白马红鹰山色心 我跪我荣君莫献 做官何必读书人 计划跳得下马 一个须跌 惊将醒来 擦擦眼 看一看 仍睡在草铺里面 叫道 下 下 做他娘的怪 我一次也不识地 去梦见献什么册 得做了官 管什么天下文章 你倒是真梦吗 且看他怎声应验 痴痴地 还定着姓想那光景 只见平日往来的 邻里沙三走 将来叫吉儿道 吉哥 前村墨老官家 寻人牧牛 你何不投与他家了 省得短衬 闲了一日便带脚本 吉儿道 投在他家 可知好理 只是没人引我去 沙三道 我昨日已与他家 说过你了 今日我与你同去 只要写下文券就成了 吉儿道 多谢美情 指点择个 两个说说话话 一同投到墨家来 墨翁问其来意 沙三把吉儿 亲紧过人 愿投门下牧养 说了一遍 墨翁看见 模样老实 气力粗劳 也自欢喜 情愿雇佣 叫他写下文卷 吉儿道 我须不识字 写不得 沙三道 我写了 你画个鸭吧 沙三曾在村学中读过两年书 尽写的几个字 便写了一张情愿受雇 专管墓序的文书 虽有几个不成的字 意会的去 也便是了 后来年月之下要画个鸭字 沙三画了 吉儿拿了一管笔 不知左画是右画是 自想了暗笑道 不知昨夜怎地陷了蜿蜒长策来 抢桌笔千斤来重 沙三把定了手 才画的一个十字 莫翁当下发了一记功识 折踏在山边草房中住宿 专管牧养 吉儿领了钥匙 与沙三同道草房中 吉儿卸了沙三些长力没钱 事业就在草房中速歇 依着道人念过五字真言百遍 到翻身便睡 看官 你倒从来只是说书的序上前音 那有做梦的接着前世 而今沙是古怪 吉儿一觉睡去 仍旧是昨夜言计划的身份 顶观树带 新到著作狼牙们升堂李氏 只见呛呛唧唧 一群儒生将着文卷多来请教 计划一一劈打 好的歹的 圈的磨的 发僵下去 纷纷睁看 众人也有福的 也有不福的 喧哗闹嚷起来 计划发出规条 吩咐多要遵神术 如不福者定家鞭斥 众如芳弥而拱听 不敢放肆 聚个从容哑步 勋勋而退 是日 童牙们官摆着工会演习 特合道人 美酒佳肴 珍修百味 歌的歌 舞的舞 大家尽欢 直吃到斗转身横 才得席散 回转衙门里来 那边旧寝 这边方醒 想着明明白白记得的 不觉失笑道 好怪嘛 那里说起 又接着昨日的梦 身作高官 管着一般柿子 看什么文字 我晓得文字中吃得不中吃的 落得吃了些酒席 倒是快活 起来抖抖衣服 看见蓝绿 叹道 不知昨夜的袍袋 多在那里去了 将破布袄穿着停荡 走下的床来 只见一个庄家老仓头 奉着主人墨翁之命 特来一交一盘牛处与他 一群牛共有七八只 继尔逐之看向 用手去牵他鼻子 那些牛不曾认得继尔 是个面生的 有几只训扰不动 有几只奔突起来 老仓头将一条皮蝙蝠与继尔 继尔赶去 将那奔突的牛 两三遍打去 那些牛不敢为虞 顺顺被继尔牵来一处拴着 继尔慢慢喂放 老仓头道 你新到我主翁家来 我们该请你吃三杯 昨日已约下沙三哥了 这早晚他赶就来 说未必 沙三提了一壶酒 一个蓝 蓝里一碗肉 一碗芋头 一碟豆走将来 老仓头道 正等沙三哥来商量吃三杯 你早已办下了 我补你分吧 继尔道 什么道理要你们破钞 我又没得回答处 我也出个分在内罢了 老仓头道 什么大事 值得这个商量 我们尽帮一死而罢 三人席地而坐 吃僵起来 接而想到 我昨夜梦里的言习 好不起整 金却受用的这些东西 岂不天地玄绝 却是怕人笑他 也不敢把梦中事告诉于人 正是 对人说梦 说听皆吃 如于饮水 冷暖自如 继尔酒量远浅 不失分吃得 多饮了一杯 有些熏意 两人别去 继尔就在草地上一眠 身子又到华谷国中去 国王传下令旨 仿得著作郎能统帅多事 绳术严整 特赐锦衣 关带一球 黄盖一顶 倒从鼓吹一步 出入明邹 前呼后拥 好不幸透 忽见四下火起 忽然惊觉 身子在地上黏着 东方大明 日轮红艳艳钻 将出来了 起来吃些点心 就骑着牛 四下里放草 那日色在身上晒得热不过 走来默翁面前告诉 默翁道 我这里原有梭立一副 是牧养的人一向穿的 又有短笛艺管 也是牧童的本等 金拿出来一交一副与你 你好好去看养 若受了牛畜 要与你说话的 牧童道 再与我把伞遮遮身便好 若只是利尔 只遮的头 身子虚晒不过 墨翁道 那里有的伞 池内有的是大荷叶 你日日摘将来 遮身不得 金儿唯唯 受了缩裂 短笛 裹在池内摘张 大颗叶 请着 骑牛的去 牛背上自想道 我在华须国里 是个贵人 金要一把日照 也不能勾了 却叫我擎着 荷叶遮身 猛然想到 这就是梦里的 黄盖了 缩语力 就是锦袍 关帽了 横了笛 吹了两声 笑道 这可不是一步 鼓吹吗 我而今想来 只是睡得快活 有诗为证 草扑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便来饱饭黄昏后 不脱缩利 卧月明 自此之后 但是睡去 就在华须国去 受用富贵 醒来只在山坡去处 做木桶 无日不如此 无梦不如此 不必逐日逐夜 见见细数 但直见有些光景的 才把来做画头 一日梦中 国王有个公主 要招坠驸马 有人起奏 著作狼言计划 才貌出众 文采过人 允称辞选 国王准奏 就这传旨 亲取著作狼 为驸马都尉 上范阳公主 迎入驸马府中成亲 灯烛辉煌 一文璀璨 毫不富贵 由贺心狼辞为证 锐气龙清晓 卷珠连 刺地声歌 亦是奇奏 无限神仙离鹏岛 凤驾轮车出道 剑拥个 仙鹅窈窍 玉佩叮当 风飘渺 交资疑似 垂扬鸟 天上有 世间少 那范阳公主 声的面张尔大 慢声善笑 归行举步 脱回周旋 季华身为王绪 日夕公主 之前对岸而始 比钱受用更加贵胜 明日睡醒 主人莫翁来换 因为家中有一匹拽摩的聘鸟 一并亦交易与他牵去喂养 继而牵了岸笑道 我夜间配了公主 怎生显赫 却今日来弄这个买卖 办这个人生 跨在背上 打点也似其牛地 骑了到山边去 谁知骑上了背 那轮只是一团一一团一而走 并不前进 盖音是平日拽的末盘走惯了 继而没奈何 只得跳下来 打着两边 牵着前走 从此又添了牲口 恐怕走失 饮食无暇 只得背着干粮 随着四处放牧 莫翁又时时来饥茶 不敢怠慢一些 辛苦一日 只图得晚间好睡 事业又梦见在驸马府里 正同着公主欢乐 有邻邦玄途 勒拉二国前来相反 华须国王传指 命赴马都魏严计划 讨逸退兵之策 严计划拒着旧日著作 衙门一干文事到来 也不讲求如何被遇 也不商量如何格斗 只高谈正心诚意 强林必然自服 诸生中也有情愿对敌的 多退着不用 只有两声献策他 一个到玄途 一个到乐浪 舍身网制 以图讲和 严计划大喜 重发金箔 前两声前往 两声屈己听命 保其所欲 果那两国不来 严计划夸张功绩 奏上国王 国王大悦 蓄露军功 封严计划为黑田香侯 家以酒席 身居百辽之上 富贵已吉 有诗为证 当时魏将主何荣 岂是全将金氏公 绝后宋人篇得意 一般道学自拥客 严计划受了封侯惜命 绿拔滚勉 乱路城马 同宫炉矢 左见朱月 右见金漆 守直归赞 道路辉煌 自朝归帝 有一个书生 叩马上言 道日中必泽 月满必亏 明宫功名到此 已无可嫁 急流永退 此期时矣 直待福过灾生 直恐悔之无极 严计划此时 志得意满 那里听他 笑道 我命中生得好 自然富贵逼时人 有福消受 何又过滤 只管目前享用勾了 寒酸见识 晓得什么 大笑坠车 吃了一惊 醒江起来 点一点牛树 只叫得苦 内中不见了二质 山前山后 到处寻访踪迹 原来一只被虎咬伤 死在坡前 一只在河中吃水 浪涌将来 没在河里 继而看见 急得乱跳到 梦中 甚么两国来亲 谁知倒了我两头牲口 急去暴雨 莫翁 莫翁听见大怒道 此乃你的点手 人多说你 只是贪睡 眼见地 坑了我头口 取冰匾 但来要打 继而复急 便道 虎来时 牛上不敢敌 况我敢与他争夺 旧的赚来的 那水中是牛常住之所 波浪涌来 一时不测 也不是我力挡得住的 莫翁虽见他变得也有理 却是作家心重的人 那里舍得两头牛死 怒摸摸不息 定要打扁担十下 继而挨告讨饶 才饶得一下 打到九下住了手 继而泪汪汪地走到草房中 摸摸壁上痛楚道 什么九息九息 倒打了九下屁十股 想到 梦中书生劝我携手 难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 从来说梦是反的 梦浮得祸 梦笑得哭 我自念了此咒 夜夜做富贵的梦 所以日理倒吃亏 我如今不念它了 看待怎的 谁知这样作怪 此咒不念 恐怖就来 事业梦境 范阳公主居发于背 严谨不起 季华尽心调制魏权 国中二三新晋小臣 逆料公主必威 季华试验将败 直实前过 纠淡一本 说她欲敌无策 冒懒鞠躬 欺君误国多事件 国王揽奏大怒 将严季华消去封绝 不许她重登著作堂 索去大脚边听罪 公主令选良才别价 令之以下 随有两个力士 将银当锁了 严季华到那大份脚边蹲着 季华看那份会狼藉 臭不堪文 叹道 我只道到底富贵 岂知有此恶近乎 书生之言 今日焰已 不觉好逃痛哭起来 这边禽泪而行 催了两声道 做你娘的怪 这番做这样的噩梦 看是牲口 那匹驴子捡过地下 打也打不起来 看她背相之间 乃是省损处烂了老大 一片疙瘩 季儿慌了道 前番倒失了两头牛 打得苦恼 今这众生又病害起来 万一死了 又是我的罪过 忙去打些水来 替她操洗腐肉 再去拔些新鲜好草来喂她 拿着窃刀 望山前地上下手灼石 有一颗草甚刃 刀灼不断 季儿兴起 连根一拔 拔出泥来 泥松之处露出石板 那草根还缠缠绕绕绕绊 绊在石板缝内 季儿将歇刀撬将开来 板底下是个周围 石器旧的大轿 里头多是金银 季儿看见 慌了手脚 擦擦眼道 难道白日里又做梦吗 定睛一看 草木树时 天光玉影 眼前粒粒可数 撩到飞梦 便把歇刀草根一撩到 还干那营生吗 取其五十多两 一大钉在手 全把石板盖上 仍将泥草遮复 竟往莫翁家里来见莫翁 未敢静说出来 先对莫翁道 继儿蒙公公相托 一向看牛不差 近来时运不济 前日试了两牛 金简驴又生病 继儿看管不来 仅有大银一定 那与公公 凭公公除了原发公银 愚者给还继儿 唯度日之用 放了劲 令着人目放罢 莫翁看见是定大银 吃惊道 我田家人苦鸡擒了一室 只有些灵星碎银 自不见这样大定 你却从何处得来 莫非你和着外人 做那不公不法的胆势 你快说个明白 若说的来历不明 我需把你送出官府 就问夏洛 继儿道 好叫公公得知 这东西多利 我只拿着他一箭来看样 莫翁害道 在那里 继儿道 在山边一个所在 我因所草掘着的 金石板盖着里 莫翁晴之士藏物 急叫他不要声张 悄悄同戒儿 到那所在来 继儿只与莫翁 揭开石板来看 果是一脚金银 不计其数 莫翁喜得打跌 俯着继儿背道 我的儿 若多金银东西 我与你两人一生受用不尽 金帆不要看牛了 只在我庄上 吃些安乐茶饭 拿管账目 这些牛汁 令自故人看管罢 两人商量 把个草布莱里外 用乱草补在 中间藏着脚中无事 莫翁前走 继儿驮了后随 运到家中放好 仍旧又用钱法去取 不择一遭 把石教来运空了 莫翁到家 欢喜无量 另叫一个仓头 去收拾牛汁 失业就留继儿 在家中速歇 继儿的床斧 多换其整了 继儿想到 昨夜梦中吃苦 谁想奋教 正应着发财 近日反的好处 果然梦是反的 我要那梦中 富贵则慎 那五字真言 不要念他了 七夜睡去 梦见国王江炎计划家 产超墨 发在养鸡院中度日 只见前日的寇马书生 高歌将来到 落叶此刻 人生几何 六战国而漫流人血 三神山而咬阁惊波 诸夸百壶明珠 虚言狭算 若有一后方久 且供高歌 济华文歌 认得此人 邀助他道 前日成先生之交 不能依从 今日至于此地 先生有何高见 可以救我 那书生不慌不忙 说出四句来道 颠颠倒倒 何时局了 遇着七元 还乳分晓 说罢 书生飘然而去 寄臂扯住不放 披他剖袖一摔 闪得一跌 及时惊醒 张木道 还好 还好 一发没出息 弄到养鸡院里去了 虚语 墨翁走出堂中 原来墨翁因得了金银 晚间对老母说道 此阶继而的造化绝着的 功不可忘 我与你没有儿女 家世无传 金凭空的得来许多金银 虽到好没取得他的 不如任他做个儿子 把家世赋予他 做了一家一计 等他养老了我们 这也是我们真报恩处 老母道 说得有理 我们眼前没个传家的人 别处平白的寻将来 要承担家世 我们也气不干 金这个继而 他见有着许多金银附在我家 就认他做了儿子 传我家世 也还是他多似我们的 不叫得过分 商量已定 墨翁就走出来 把这意思说与劲 继而道 这个折杀小人 怎么敢当 墨翁道 若不如此 这些东西 我也何明享受你的 我们两老口意了一夜 主意已定 不可推辞 吉儿梅的说 当下那头败了四败 又进去把老母也败了 自此改姓名为墨继 在墨家庄上 做了干儿子 本是驴钱私养 今为社内明领 何元分外亲热 只看黄金满盈 却是此番之后 晚间睡去 就做那险恶之梦 不是被火烧水没 便是被盗节观醒 初诗心里倒 梦虽不妙 日里落的好处 不像前番做快活梦 时日里受辛苦 以为得意 后来道得夜夜如此 每每惊魔不行 才有些慌张 仍旧念取那五字真言 却不甚灵了 你倒何过 只因财力迷心 身家念重 时时房贼发火起 自然梦魂颠倒 怎如得作目 同时无忧无虑 保时安眠 夜夜梦里逍遥 想那主公之乐 墨迹要寻前番梦境 再不能够心里糊涂 如醉如痴 生出病来 墨翁见他如此 要寻个医人来医治他 只见门前有一个双压计的道人走将来 一成善指人间恍惚之正 墨翁接到厅上 教墨迹出来相见 原来正是昔日传语真言的那个道人 见了墨迹道 你梦还未醒吗 墨迹道 师父 你前者教我真言 我不曾忘了 只是前日念了 夜也受用 后来因夜里好处多 因着日里歹处 一成而不敢念 便再没快活的梦了 而今就念煞也无用了 不知何故 道人道 我这五字真言 乃是主业神咒 华言精云 善才童子参善知识 至严福提摩羯提国 加辟罗成 见主业神明约婆 山婆眼底 神言 我得菩萨破一切生之案法 光明解脱 所以持念百变 能生欢喜之梦 前见辱苦恼不过 故时辱梦中快活 如今日间要享福后 晚间遗受恐怖 此乃一定之理 人是有好必有欠 有荣华必有消歇 如前日梦中 岂不见过了吗 惦记言下大悟 道身下拜道 师父 弟子而今晓得 世上没有实权的事 要那富贵无干 总来与我前日封侯拜将一般 不如跟着师父出家去罢 道人道 无奈南华老仙七元中高足弟子 老仙道儒有道骨 特前我来度辱的 儒记见了镜头 已早早回首 莫记遂是尝试短数语莫翁 莫老 两人见是真先来度他 不好相留 况他身子去了 一下了无数金银 两人尽好受用 有何不可 只得听他自行 莫记随也披头发 晚坐两压计 跟着道人云游去了 后来不知所终 想必成仙了道去了 看官不屑 只看南华真经 有土一段屯过 话本说彻 全坐散场 总因一片婆心 日想痴人说梦 此中打破关头 棒鹤何须捏弄 第二十章 甲连访 艳行府蝶商工 复音社 誓曰 世人结一交亦须黄金 黄金不多 亦交亦不甚 总令人诺赞相许 终是悠悠行路心 这四句 乃是唐一人之诗 说天下 多是势力之亦交亦 没有黄金 成不得相亦交亦 这个意思还说得浅 不知天下人 但是见了黄金 连那一向向一交亦人 也不顾了 不要说向一交亦的 纵是至亲骨肉 关着财务面上 就换了一条肚肠 使了一番见识 当面来弄你算计你 几十件为了亲眷 不要银子做事的 几层见眼看亲眷父后 不想来设法要的 至于撞着有些不测尸体 落了患难之中 越是平日往来密的 头一场 先是他骗你起了 直立常州府武进县 有一个父父 姓陈明定 有一妻一妾 妻朝氏 妾丁氏 妻一中年 妾上少闻 陈定平日情分 在朝氏面上淡些 在丁氏面上浓些 却也相安无说 朝氏有兄弟朝大郎 是一个鬼头鬼脑的人 奉承的子夫子子豪 陈定托他哪管家事 他内外揽权 百般欺亲 巴不得子夫有事 就好科派用度 落来肥家 一日朝氏偶然一病 大凡人病中 性子易得惹气 又且其夫有妾 一发一声一计 动不动就怂气 说道 巴不得我死了 让你们自在快乐 省坐你们眼中钉 那陈定男人加心性 见大娘有病在床 分外与小老婆肉麻的榜样 也是有的 遂至朝氏不堪 日逐趁脑骂力 也是陈定与钉氏和该悔气 平日既是好好的 让他是个病人 忍耐谢个罢了 陈定见他过去不过 回答他几句起来 朝氏以了病逝 要死要活的颠了一场 陈定也没好气的 也不来管他好歹 朝氏自此一番 有增无减 陈定慌了 竭力一倒无效 丁氏也自尽心服侍 争奈病痛饭桌 毕竟不起 乌虎挨栽了 陈定平时家里保暖 妻妾享用 相邻人既客他的多 看想他的也不少 禁闻他大妻已死 有晓得他病中 相争之事的 来调着朝大郎道 闻得令子之死 起于妻妾相争 你是他兄弟 怎不执命告他 你若进了状 我邻里人家 少不得要直接人命虚实 大家有些油水 朝大郎是个乖人 便道 我终日在子夫家里走动 翻那面一批不转 不若你们声张出手 我在里头做好人 少不得听我处法 我就好帮衬你们了 只是你们要硬这些 必是道德观 放弃发的大钱 只说过了 出来要对分的 邻里人道 这个当得 两下写开合同 果然邻里间 合出三四个要有事 怕太平的人来 走到陈定家里 宣扬说 人命死得不明 必要经关 人不得恋 朝大郎反在里头 劝解 私下对陈定说 我是亲兄弟 没有说话 怕他外人攒跌 陈定谢他道 好舅舅 你退的这些人 我自重谢你 朝大郎及时扬言道 我子子自是病死的 由我做兄弟的在此 何劳列位多管 邻里人自有心照 晓得朝大郎 是名作好人之言 假意道 你自私受软口汤 道来吹散我们 我们自有说话处 一哄而散 陈定心中 好不感激朝大郎 怎知他去案里 串通地方 已自出手武进县了 武进县之县 是个贪腐 其实正有个乡亲 在这里打抽风 为得打发 见这张手撞 是官者人命 且晓得 陈定名字是个富家 要在他身上 设处些 打发相亲起身 历时谁壮 金牌来拿 陈定道官 不由分说 奸在狱中 陈定急了 忙叫朝大郎 到监门口 与他计较 叫他快寻分上 朝大郎 正中计谋 说着 分上雇药 元首人等 也要撒派些 免得他每坐对头 才好 突然无泪 陈定道 但凭舅舅主张 要多少时 我写去与小妾 叫他 照说赋予舅舅 朝大郎道 这个定不得数 我去用看 替子夫省的 一分是一分 陈定道 只要快些完得事 就多着些也罢了 朝大郎别去 就去寻找了 这个乡里 与他说倒了银子 要保全 陈定无事 陈定面前 说了一百两 取到了手 是与得 乡里四十两 乡里是要紧 归去之人 挑得蓝里便是菜 一个信送将进去 当时把陈定 放了出来 朝大郎 又替他说 和地方邻里 约费了 摆来两银子 进阶无说 少不得 朝大郎 又打些虚仗 又与众人 私下平分 替他做了好些买卖 当官归结了 乡里得了银子 当下动身回去 朝大郎 贪心不足 想到 子夫官室 其全权在于我 要稀就稀 前日乡里份上 不过保得出狱 何须许多银子 他如今已离了此处 不怕他了 不免赶至中途 倒塌的出来 岁不通 陈定知道 竟连夜赶到丹阳 众箭乡里 正在丹阳写轿 一把扭住 逃取前物 乡里道 已是说道 见效过的 为何又来翻账 朝大郎道 官室问过 地方原无词说 亦是一亲怨惜 自然无事的 起初无非费得一宝 怎值得许多银子 两不相符 争了半日 朝大郎要死要活 又要守官 那个乡里是个有体面的 茫茫要走路 怎当得如此歪产 恐怕惹事 忍着气拿出来还了他 朝大郎千欢万喜转来了 乡里受了这场亏 心里不甘 稍个变信 把此事告诉了武进贤之县 知县大怒 出牌重吻 连朝大郎也标在牌上 说他私和人命 要拿来出气 朝大郎虚心 晓得是替乡里报仇 欲先走了 职苦的是陈定 一同窃丁氏 拒拿到官 不由分说 先是一顿狠打 发下肩忠 出牌 钓鱼诗衣 叫急了地方人 等检验起来 陈定不知是那里起的祸 没处设法一些手脚 知县是有了诚心的 只要从众作罪 先吩咐武作报伤要众 武作揣摩了一指 将武作有 多报的是全屋脚踢 致命伤痕 朝是幼时喜吃甜物 面前牙齿落了一个 也做硬物打落之伤 竟把陈定问了 斗殴杀人之律 且丁氏威逼时期 亲尊长致死之律 各问矫醉 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 只是不听 丁氏到了女间 想到 只为我一身 治得丈夫受此大祸 不若做我一个不着 好歹出了丈夫 他算既定了 谢审察院 见了陈定 遂把这话说之 当官昭导 不和与大妻思闹 手起凳子打落门牙 及时晕得身死 并与丈夫沉定五干 查院一口词 伯将下来 刑管再问 丁氏一口承认 丁氏晓得 有了此一段说话 在案内了 丈夫到底脱罪 然必须身死 问官方肯见信 做做实据 犹疑不得 亦且丈夫可以肃结 事业在肩中 自溢而死 狱中承报 刑管看 祥朝氏之死 继续丁氏生前 招任下手 尽以拒罪自尽 看以相敌 原非死后天情推卸 陈定只断 账书发落 陈定虽然死了 爱妾 自却得释放 已算大幸 一喜一杯 到了家内 方才见有人说 朝大郎许多事的 这件事非 全是他起的 在里头打偏手使用 得了诺多东西 还不知足 又去支县 向李处拔短梯 故重复弄出这个事来 他又脱身走了 网送了丁氏一条性命 陈定想着 丁氏舍身出脱 他最一段好情 不觉悦恨朝大郎的紧了 只是逃去未回 不得见面 后来支县朝进去了 朝大郎已知陈定官司问洁 放胆大了 喜气洋洋 转到家里 直到陈定还未知其好 赵若平日光景前来探望 陈定虽不说破肾嘛 却意思冷淡了好些 朝大郎也看得出 且喜财物的过 尽被几时的受用 便子夫怪了 也不以为意 岂知天理不容 自限了子夫归家来 他妻子便癫狂起来 口说的多是子子朝室的说话 嚷道 好兄弟 我好端端死了 只为你要银子 治得我粉身碎骨 地下不宁 你快超度我便罢 不然 我要来你家做虫 领两个人去 朝大郎 惊得只是任不识讨饶 去请僧道念经社教 安静的两日又换了一个口声道 我乃臣妾丁氏 大娘死病与我何干 为你家贪财 致令我死于非命 尽续偿还我 朝大郎一发惧怕 烧纸败现 不敢吝惜 只求无事 怎当的妻妾两个 推搬出色 递换来扰 不够几时 把所得之物干净弄完 宁可赔了些 又不好告诉的人 子夫那里又不作谁了 奄奄气色 无情无序 得病而死 此事贪财害人之报 可见财务一事 至亲也信不得 上手就骗害的 小子如今说着 宋朝时节一件事 也未知青相片 后来报得分明 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 做一回正话 力动人心不论亲 巧谋赚取囊中隐 直从一江一上 寻回日 使信阴思有鬼神 却说宋时静康之乱 中原氏大夫纷纷避地 大多近人明广之间 有个保文革学士 假党之地假谋 以永绝入关 宣和年间 为诸禄连访使者 其人贪财无形 诡诈百端 一来岭南 欲居得庆府 其实有个济南商之县 乃是商侍郎之孙 也来寄居府中 商之县夫人已死 只有一小姐 年已吉吉 有一妾 生二子 多在辱报 家字颇多 尽是这妾哪管 小姐也在里头照料 且自过地和弃 甲连访探知商家慎父 小姐还未识人 遂为其子甲 承之纳聘 取了过门 后来商之县死了 商妻独自一个 管理内外家事 抚养这两个儿子 商小姐放心不下 每过十来日 即到家里 看一看两个小兄弟 又与商妾 把家里一存黄白东西 在乡辖内的 查点一查点 即逐日用度之类 商量计较而行 一席意义为常 一日 商妾在家 忽见 有一个成局打扮的人 来到堂前 抠礼道 本府中要排天终结 是何府富家大户 金银器皿 卷短绫罗 尽数关节一用 是必一一复还 如有隐匿不肯者 即拿家属问罪 财务入关 有一张谍文在此 商妾颇韧的字意 见了府蝶 不敢不信 却是自家没有主意 不知该应怎叠 回言道 我家没有男子正人 哥们又小 不敢自作主 还要去贾连纺宅上 问问我家小姐与姐夫贾牙内 才好行止 成局打扮得到 要商量快去商量 府中献解 我还要到别处 去催其回话的 不可有误 商界见说 即拆一个当职的 到贾家去问 须语 来回言道 小人到贾家 入门即撞见 连纺相公问 小人来意 小人说 要见姐姐与牙内 连纺相公道 见她怎的 小人把这里的事 说了一遍 连纺相公道 府间来见 怎好不语 你只如此回 你家二娘子就是 小匹人与娘子处 我替她说之罢了 小人见连纺 是这样说 人就回来了 因恐怕家里官府人催促 不去见牙内与姐姐 商界见说是连纺相公 叫介于她 必是不妨 遂照着蝶纹所开 且是不少 终究是女娘家见识 看似不透 不管好歹多搬出来 尽情一交一语 这城局达办的 道 指望排过节 就发来还了 自当奉献 城局达办的道 那不消说 官府门中 岂肯少着人家的东西 但请放心 把这张蝶纹留下 若有差池 可将此作执照 当官兵领得的 当下商界接了蝶纹 自取藏好 这城局达办的 捧着若干东西 欣然去了 隔了几日 商小姐在贾家 来到自家家里 走到房中 与商界相见了 韩一温 依了一会 赵若平时 翻翻相拢看 只见多是空乡 金银器皿之类 一些也不见 倒有一张 花边兰纸票在内 拿起来一看 却是一张公蝶 赤了一惊 问商界道 这却为何 商界道 几日前 有一个城局达办的 拿了这张蝶纹 说府里要排天终结 各家关戒东西 去铺设 当日 一奴一家心中疑惑 却叫人来问姐姐 姐夫 问的人回来说 壮与老相公说起 倒是该戒的 一奴一家 一言戒与他去 这几日 望他拿来还我 竟不见来 正要来与姐姐 姐夫商量了 王府里讨去 可是忠吗 商小姐面如土色 想到 有些尴尬 不觉眼泪落下来道 诺多东西 多是我爹爹守则 敢是被那个拐得去了 粉帝好 我姐回去与贾郎计较 查个着实去 当下急往贾家来 见了丈夫贾成枝 把此事说了一遍 贾成知道 这个依依也好笑 这样是何不来问问我们 竟自知分了去 商小姐道 依依说来 曾叫人到我家来问 遇着我家相公 问之其事 说是该戒与他 问的人就不来戒你我 竟自去回了依依 故此戒与他去的 贾成知道 不信有这等事 我问爹爹泽个 贾成枝进去问父亲连访道 商家借东西于府中 说是来问爹爹 爹爹吩咐借他 有些话吗 连访道 果然府中来借 怎好不借 只怕被别人 胡夹虎微筐地去 这个却保不得他 贾成知道 这等 所向府中当官去告 必有下落 遂与商妾取了那只府蝶 在德庆府里下了状子 府里大手剑说其事 也自吃惊 取这纸公蝶去看 明知是假造的 只不知奸人是那个 当下出了一纸文书 给予击补使臣 命商家出五十罐 当官赏钱 要击补那做不是的 访了多时 并无一些影响 商家吃这一闪 差不多试了万斤东西 家是自此消法了 商妾与商小姐 但一说着 便相对痛哭不住 贾成之见账人 家里灵涕如此 又且妻子时常悲哀 心里甚是怜惜 任做自家身上事 到处出力 不在话下 谁知这赚取东西的 不是别人 正是远不远千里 禁止在眼前 看官一道 赚取商家务事的 何是那个 真个是人心难测 海水难凉 原来就是贾连房 这老儿晓得 商家有资产 又是孤儿寡姨父 可以欺骗 其家金银食物 多曾经 媳妇商小姐盘艳 儿子贾成之 透明之道 银商小姐 带回账目一本 贾成之有识拿出来看 夸说欺家富饶 被连房留心 接过手去 逐项记着 贾成之一时无心 难道有这么一计 老子不成 岂之力动人心 连房就生出一个计较 假着府里观文 这人到商家射骗 商家见所借之物 多是家中有的 不好推掉 有奸差当值的来 就问着这个日离鬼 怎不信了 此时商家 绝不疑心到 亲家身上 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 也只说是 什么神棍弄了去 神仙也不框是 自家老子 所以 诺多时 基卜人那里 访查得出 说话的 依你说 而今为何知道了 看官听说 天下是遇人不知 除非莫为 连房拐了这主横财到手 有些毛病出来 苏语道 偷得爷钱没使处 心心念念 要拿出来兑换钱钞使用 真奈多是剑成器皿 若拿出来怕人认的 只得把几件来融化 又不好托的人 便烧吃了炭 亲自批销 销开了却没处清成钉子 他心生一记 将毛竹结了一段小臂 将所削之银青将下去 却成一个圆饼 将到铺中兑换钱钞 铺中看见连房家里 近日使得多是这竹结银 再无第二样 便有时灵赞了江出来 那圆处也还看得出 心里疑惑 问那家人道 宅上银两 为何却一色用竹筒住的 是怎么说 家人道 我家连房首次批销 再不托人的 不知为者甚缘故 三三两两 船将开去 道甲家用 竹筒青银用 煞是古怪 就有人猜到 商家失误 这件事上去 却是他两家儿女至亲 谁来执政 不过这些人 费了些口舌 有的道 他们只当一家 那有此事 有的道 关坏人家 怕不会换银匠 清销物件 却自家动手 必是爱人眼目的 出不得手 所以如此 况且 平日不曾见他这等的 必然蹊跷 也只是如此一猜 没人早早说的 是不是 至于商家 连疑心也不当人子 只好含心人苦 自己懊悔怨恨 没个处法 既不是臣等听的这话 传在耳朵里 也只好笑笑 谁敢向他 加道个不字 这件事 只所复之东流了 只可笑 贾连访堂堂官长 却做那贼的 一般的事 曾记得 无名字有诗云 谢贼一金 并一骨 迎官两骨 一生锣 金骨看来都一样 官人与贼 不争多 有巨贼 郑广受了招安 得了官位 曾因官员 每作诗 他也口吟一手云 郑广有诗 献重官 重官与广 一般般 重官作官 却作贼 郑广作贼 却作官 今日贾连访所为 正似此二诗 所言 官人与贼 不争多 作官却作贼了 却又诗在 至亲面上 七股骗寡 尤为可恨 若如此留得东西 与子孙受用 便是天没眼睛 看官不要兴急 且看后来报应 果然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转眼二十年 贾连访 已经身故 贾成之德的出身 现作月系永宁 横州通判 其实商界长子 幼年不育 第二个儿子 换名商贸 婊子公父 照通族排来 行在第六十五 同母亲不住德庆 迁在林河地方 与横州不慎相远 那商工父 生性刚直 颇有干才 做事慷慨 又热心 又和气 贾成之本 一连着七家 后来略闻的连访 七心撰片之时 岳家心里不安 见了小舅子 十分亲热 商小姐 见兄弟 小时母子伶丁 而今长大之士 也自喜欢她 所以 承知在 横州衙内 但是小舅子来 千欢万喜 上百两送她 姐姐又还有私赠 至于与人 通关节的 钱的在外 来一次 一次如此 公父奉着寡母过日 飞着贾家姐姐 姐夫嫩地扶持 渐渐家世风雨起来 在林鹤 至有田产庄宅 广有生息 又娶夫人之女为妻 规模日大一日 不似旧时母子屡底 荒凉景况 过了几时 贾成之死在关上 商小姐急差人 到林鹤 接公父商量后事 朱凡停荡过 要扶救回葬 商公父 村多姐姐道 总是得庆 也不过客居 原非本介 我今在林鹤已立了家业 姐姐只该同道 林鹤寻快好地 葬了姐夫 就在林鹤住下 相望做人家 也好时常照管 岂非两遍 小姐道 我是女人家 又是洁身双居 巴布的一棒着亲眷 但得安居 便是驻足之地 那得境也不是我家乡 还去做甚 只凭着兄弟主张 就在奸鹤同住了 周全德尼 姐夫入了土 大势便定 无心安逸 原来商小姐无初 有疼毕生的两个儿子 绝世幼小 权杖着商公父 提拨行动 当时记忆已定 即便收拾家私 一起望林鹤进发 少师来到 商公父就在自己住的宅边 寻个房舍 安顿了姐姐 与两个小外甥 从此两家相依 公父母亲与商小姐两人 朝夕为伴 不是我到你家 便是你到我家 彼此无见 商小姐中年寡居 心坍安逸 又见兄弟能事 事件周到亭当 遂把内外大小之事 多托与他植料 钱财出入 息平起手 再不问起树木 又托他与甲城之寻阴帝 造坟安葬 所费甚多 商公父父性慷慨 将这假家之物 作为己才 一律挥霍 虽有两个外甥 不是姐姐亲生 亦且是乳臭未除 谁人来稽查的他 商公父正气的人 不是要存私 却也只趁着兴头 自作自主 向心向意 那里还分别是你的我的 酒驾不归 连功父也忘其所以 甲连坊 西年设心拐去的东西 到此仍还与商家用度了 这是更里来的范里去 天里报复之常 可惜甲连坊 眼里不看得见 一日 商公父害了 伤寒郑侯 身子热急 胡觉此身漂浮 直出帐顶 又生乌角 渐渐下来 自行旷野 茫茫恰向海盼一般 并无一个伴侣 正散荡间 忽见一个功力 打扮地走来 相见以弊 问了姓名 功力道 郎君数未该到此 仅有一件公事 郎君会当来看看 请到府中走走 商公父不知什么地方 跟着这功力便走 走到一个官府门前 见一个囚犯 头戴黑帽 锦和铁家 在西边两扇门外 仔细看这门 事隔欲门 但见 阴风惨惨 杀气飞飞 只闻鬼哭神号 不见天清日朗 争宁立足哀奸力 彭够囚徒策母窥 平教铁汉销魂 认识狂服失色 商公父定睛看使 只见这囚犯处 左右各有一个人 执着大善相对而立 把大善一挥 这家的囚犯叫一声啊 呵 灯石血肉糜烂 淋淋满队 连囚犯也不见 只剩的一个空家 少些虚余 依然如旧 公父看得浑身打颤 呆呆立着 那个囚犯忽然张目大呼道 伤六十五哥 认得我否 公父仓促间 不曾细认 一时未得答应 囚犯道 我乃贾连房也 生前做的亏心是颇多 竟要一一结症 诸事还一时了不来 得你到此 且与我了结一见 我昔年娶你家财 阳世间偿还已差不多了 阴间未曾结绝的 多一见多受一样苦 今日烦劳你血一共状 认识海族 我先脱此风扇之苦 说吧 两人又是一扇 仍如起初狼藉一犯 公父好生不忍 因听他世间之言 想起家里尸体来到 平时曾见母亲说 像年间被人赚取 家资万两 不知是谁 后来有人传说是贾连房 因为亲眷家 不信有这事 而今听他说起来 这是果然真了 所以受赐果报 看他这般苦楚 无心何安 况且 我家寿姐夫许多好处 而今他家家事件 在我掌握之中 原来是前缘何当如此 我也该递个结状 解他这一桩公案了 就对囚犯说道 我愿攻结状 囚犯就求旁边两人 取之比地与功夫 两人见说啃血结状 便停了山不上 功夫看那张纸时 原已写的有字 囚犯道 只消永永压个字就是了 功夫一眼提起笔来 写个花压 递与囚犯 两人就伸手 来在囚犯处街了 便喝道 快进去 囚犯对着功夫大哭道 金与舅舅别了 不知几时得拖 吼哭 吼哭 一头哭 一头被两个直扇的人 赶入狱门 功夫见他去了 叹息了一回 信不走出府门外来 只见起初同来这个功力 手执一幅 引着足徒数百 多象衙门直视仁义 也有前骑的 也有打伞的 前来声诺 恰似皆心观一般 功夫心仪 那功力走上前行骑礼来 跪着禀白道 太山府君道 郎君刚正好意 既抵阴府 不宜空回 可暂冲贺一江一地方 寻暗使者 天府以下 就请启程 功夫身不自一游 为及回答 立足前倒 以行至一江一上 空中所到之处 神之残业 但见华盖山 木炎山 白云山 荣山 戈山 泰山 蒙山 独山许多山神 朝坛洞 平乐熙 考盘建 龙门摊 感应权 离以江一 复一江一 立江一许多水神 多来以次相见 待功夫以上司之礼 各执文不成地 功力就请功夫一一查看 查有敬忠某家 恳行好事 既有年数 神不开报 以至久受困穷 某家惯作歹事 恶惯已赢 神不开报 以真上相负责 某家外甲虚名 存心不善 错认做好人 冒受好报 某家既蒙暖昧 心地光明 错认做歪人 酒行废弃 以至山中虎狼识人 川中波涛逆人 有名术不该 不行分别误伤性命的 多一一劫则 巨案不判 随人善恶细微 葛章报应 诸神奉旨不谨 各两身法 诸神诺诺连声 尽服宫廷 以礼道 风舟大意将一口 功力禀白道 功势已完 现有福神来迎 民工可回嫁了 旧空中还到贺州 到了家里 远从屋上飞下 走入床中 一身冷汗 洒然惊绝 乃是南科一梦 汗出不止 病已好了 功夫身一身腰 正一正眼 叫声奇怪 走下床来 只见母 七两人 正把玄天上帝画像 挂在床边 焚香捣颈 原来功夫身子 眠在床上 昏昏不知人事 教问不应 饮食不尽 不死不活 已经七昼夜了 母 七见功夫走江起来 大家欢喜道 全账圣帝爷爷 保佑之力 功夫方才省得 功力所言 福神来迎 正是家间奉侍 圣帝之印 功夫对母 七把阴间所见之事 一一说来 母亲道 向来人多传说道 是这老儿拐去我家东西 因是亲家 绝不敢一心 今日方知是真 却受这样恶报 可见做人 在财务上 不可欺心如此 正皆探监 商小姐恰好道来 问兄弟的病信 见说走起来了 不胜欢喜 商工夫见了姐姐 也说了阴间所见 商小姐见说 公公如此受苦 心中感动 商议要设见一个教坛 替连访解释罪业 功夫道 正该如此 神明之事 浊然可畏 我今日亲经过的 断无虚妄 一的姐姐说 则一个日子 总是做贾家 钱抄不着 建起一场黄鹿大叫 抄跋伤 贾两家亡过诸魂 做了七周夜道场 功夫梦见连访来谢道 多蒙舅舅道立超把 两家亡魂 聚得好处脱生 某也得脱苦欲 随缘受生去了 功夫看去 连访衣冠如常 不是前日捧手 垢面囚犯形容 绝来与何家说着 商小姐道 我夜来梦见连访祖宫 说话也如此 可知报应事实 功夫自此力行善事 敬信神佛 后来年到八十余 附见前日功力 执着一旨 文书前来 请功夫交代 仍旧足徒数百人 簇拥来迎 亦如前日梦里 亦将遗上 所见光景 功夫沐浴衣冠 无疾而终 自然入明路 为神道义 周亲忍去片孤霜 到此良心已尽亡 善恶到头如不报 空中 每遇界寻亦将一 第二十一章 许蔡苑敢梦 秦僧王世子音 欲本一冤 旷于为道 若非神明 先不颠倒 话说天地监视 只有狱晴最难测夺 温行官凭着自己的意思 认识这等了 坐在上面 只是敲打 自古道 垂楚之下 何求不得 认识什么事情 只是招了 见得说道 重大之欲 三推六问 大略多守着县城的案 能有几个深渊离枉的 至于盗贼之事 有意冤人 一心猜是那个人了 辩觉语言行动 渐渐可疑 越变越像 除非天理昭彰 显应出来 或可明白 若只靠着拘问一截 尽有驱杀了 再无说处的 记得宋朝龙兴元年 朕亦将异军 将吴超守楚州 卫胜在东海与鲁人相抗 因缺军中赏赐财物 前同领官圣燕来取 别将园中压了一袋金箔 从丹阳来到 圣燕到船相拜 见船中白雾堆积 笑道 财不露白 金箔满洲累累 恍人眼目如此 园中道 官吴甚人感情趣 圣燕戏道 吴金叶当令壮士 来取了去 看你怎待 园中也笑道 有胆来取 任从取去 大家一笑而别 是叶国有强盗 二十余人跳上船来 将园江捆腹 掠去船中 银四百定取了 此日 园江到帅府中 哭告吴帅 说 昨夜被统领官圣 燕截去银四百定 且被绑复 扶起 追还 纠治 吴帅道 怎见得是圣燕截去 园江道 前日园中船子 丹阳来到 圣统领 即来相拜 一见银两 便已动心 口说道 今夜当前壮士 来取去 园中还道 他是戏言 不想之夜 果然上船 截掠了四百定去 不是他是谁 吴帅听罢 大怒道 有这样大胆的 急着四个捕道人 将圣燕截 随行钦效 尽数绑来 军令严肃 谁敢有为 一千人众 绑入园门 到了亭下 圣统领请问 得罪缘由 吴帅道 园中告你带领兵 孝节了他船上 银四百定 还说无罪 圣燕道 那有此事 小人虽然卑微 也是个直观 岂不晓得法度 于这样犯死的事 园中跪下来 正道 你日间如此说了 晚间就失了道 还推得那里去 圣燕道 日间见你财务大路 故此戏言 岂有当真做起来的 吴帅道 这样是岂可细得 自然有了这意思 方才说那话 圣燕慌了 道 若小人要劫他 岂肯先自谢机 吴帅怒道 正是你心动火了 口里不绝自禄 如此大事 料你不肯自招 喝叫用起行来 圣燕杀猪 也似叫喊冤屈 吴帅那里肯听 只是严加考虑 背极惨酷 圣燕凹行不过 只得昭道 不合见银动念 带领亲兵夜劫事时 银把随来亲孝 逐个加刑起来 其间有认了的 有不认的 那不认的 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 有甚用处 不由你不呼掳提 一概化了招服 极致追究原赃 一些无有 搜索行囊一遍 别无踪迹 又把来加上刑法 圣统领没奈何 信口妄言道 即使有个亲眷到胡乡 以尽数付他 饭于米去了 吴帅写了口词 军法所系 等不到脏道成狱 三日内便要压赴士曹 先行销售示众 圣统领不合一时取笑 到了这个地位 正是 浑身是口不能言 遍体排牙说不得 且说朕亦将仪式上 有一个破落户 姓王明林 素性无赖 专意在杨子亦将义中 做些不用本钱的勾当 有妻置客年少 当卢姑九 私下顺便结识几个 桌鞘地走动走动 这一日 王林出去了 正与邻居一个少年 在房中调情 搂着要干那话 怎当得七岁的一个儿子 在房中玩耍 不肯出去 王七骂道 小叶种 还不走了出去 那儿子玩到兴头上 那里肯走 年纪虽小 也道晓得些光景 便苦读道 你们自要入尘 干我甚事 只管来爱着我 王七剑说着病痛 自觉没去 起来赶去一顿速报 插江出去 小孩子被打得疼了 捧着头号天号地价哭 口里千入尘万入尘地喊 脑得王七兴起 且丢着汉子 抓了一条面杖杆来打他 小孩子一头喊一头跑 急急奔出街心 已被他头上捞了一下 小孩子护着痛 口里嚷道 你家干的什么好事 倒来打我 好端端的灶头拆开了 偷别人家许多银子 放在里头遮好了 不要逃我说出来 乌里乌喇的正在嚷处 王七剑说出海底眼 急走出街心 拉了进去 早有做工的听见这话 走去告诉于火祭道 小孩子这句话 造不出来的 必有缘故 墓令员将官示了银四百定 冤着圣统领结了 早晚处决 不见赃物 这个王林乃是冠家 莫不有些来历吗 我们且去查听个消息 约了五六个伙伴 到王林店中来买酒吃 吃得半懒 大叫道 店主人 有鱼肉回歇 我们下酒 王七应道 我店里只是服酒 没有荤菜 做工的道 又不白吃了你们的 为何不肯 王七道 家里不曾有德 便不出来 谁说白吃 一个做工的便以着酒室 要来寻飞 走起来道 不信没有 带我去搜看 望着那里便走 一个父来相劝 已被他抢入厨房中 故意将灶上一撞 撞下一块砖来 跌得粉碎 王七便发话道 谁人家没个内外 怎吃了酒 没些青头 赶到人家厨房中造针 多打碎了 做工的回尘作息道 店家娘子 不必发怒 造针小事 我收拾好还你 便把手去摩纳碎处 王七慌忙将手来遮掩道 不妨是 我们自有修罢 做工的看见光景 有些尴尬 不由分说 索性用力一推 把造脚多推塌了 里面露出白黄黄 大钉银子一堆来 一壶一哨一声道 在这里了 众人一起起身 赶进来看见 先把王七拴起 正要跟踪王林 只见一个人 撞将近来道 谁在我家罗造 众人看去 认的是王林 贺道 拿住 拿住 王林 见不试头 转身要走 众作工的 如鹰拿燕雀 将锁来绑覆了 一起动手 索性把灶头扒开 取出银子 数一数看 四百定多在 不曾动了一些 连人连赃 一起解到帅府 吴帅 取温口词 王林昭说 打劫原将官船上 银两事实 推就一档一语 就是平日与妻子往来的临近的一伙恶少年 共有二十余人 逆地勤来 不曾拖了一个 招情相同 即以军阀从事 立石鸟手 妻子官卖 方才晓得 前日驱了圣统岭 并一干亲孝 放了厨狱 若不是这日王林败露 再隔一晚 圣统岭并倾孝的头 多不在井上了 可见天下的事 再不可因 疑心望坐着人的 而今也为一桩失道的事 疑这两个人 后来却得清官便白出来 有好些委屈之处 带小子试说一遍 宋玉从来嫁 翻令孟美珍 末将幽暗示 冤阙眼前人 话说国朝正德年间 陕西有兄弟二人 一个名唤王爵 一个名唤王鹿 祖是个共图之县 智氏在家 父是个严商 与母居在堂 王爵生有一子 名义高 王鹿生有一子 名义魁 爵 鹿两人幼年聚读书 爵尽学为生缘 鹿飞也不成 却一经一干商甲 却算之事 其父就带他去山东 湘邦肿炎 见他能事 后来其父不出去了 将银一千两 托他自往山东 做盐商去 随行两个家人 一个叫做王恩 一个叫做王慧 多是经历风霜 灌走江湖的人 王鹿到了山东 主仆三个 眼明手快 算计过人 撞着时运又顺利 做去就是便宜的 得力甚多 自古道 宝暖思 一银一玉 王鹿手头饶欲 又见财务易得 使思量一银一时 荡起来 借着两个婊子 一个换作夭夭 一个换作珍珍 朴素晴农 索性对出银子 来包了他身体 又与家人王恩 王慧 各娶一个小老婆 多减那少年美貌的 宁随为家人媳妇 服侍夭夭 珍珍 其实王鹿轮转先速 反噬王恩 王慧到手的时节肾上 兴高之时 四个弄作一床 大家一银一戏 彼此无忌 日夜欢歌 酒色无度 不及二年 岁成劳窃 一丝两气 看看致死 王鹿自知不计事了 打发王恩继书家 去与父兄 叫儿子王一魁 同了王恩到山东 来一交一付账目 王爵看书中 说的银子甚多 心里冻了火 算计道 哲年纪又小 便去也未必停大 况且病是不好 万一等不得 却不散失了银两 医药先赶江去 却一交一儿子一高 相伴一魁同走 最吩咐王恩道 你慢慢与两位小僻人 收拾了一同后来 待我星夜 先资前去见二官人 则各 只因此去 有分一交一 白面书生 据作离乡之鬼 自一佛子 翻为入狱之囚 正是 哀无双之游难信 或不担行果是真 不畏弟兄多烂色 怎叫双丧已相身 王爵不择一日 到了山东 寻着兄弟王鹿 看见病虽沉重 还未曾死 原来这些色病 固然到底不救 却有一时不死 最有青头的 幸得兄弟两个 还急相见 王鹿见了哥哥 掉下泪来 王爵见了兄弟 病适已到十分 提起道 怎便狼狈至此 王兄道 小弟不幸 病重不起 忍着死砖等亲人见面 金吴兄已到 弟死不恨了 王爵道 贤弟在外日久 盈利甚多 皆是贤弟辛苦得来 金染病危急 万一不好 有甚遗言回复父母 王鹿道 小弟远游 父母兄长跟前有失孝涕 专为这几分威力 已至如此 文兄说我辛苦 只这句话 虽牢不愿了 尽有原银一千两 奉还父母 以待我终身之养 其余利银三千余两 可与我儿一魁一半 折一高一半 两分分了 幸得吴兄到此 银记有托 我虽死一鸣目地下矣 吩咐已毙 王爵随叫家人王慧 将银子茶点已过 王鹿多说了几句话 渐渐有声无气 哀到黄昏 只有出的气 没有入的气 呜呼哀哉 扶为上响 王爵与王慧哭 做了一一团一 四个妇人也赔出了 哀而不伤的眼泪 王爵这王慧 去买了一副好棺木圣柱了 下官之时 王爵推说 日晨有饭 叫王慧监视着四个妇女 坐一房锁着 一个人不许来看 并练好了 方放出来 随去换那夭夭 真真的宝道来 写个领字 领了回去 还有这两个女人 也叫原眉人领还了娘家 也不管眼前的王慧 有些不舍得 身后的王恩 不曾相别的 只要设法轻松了 便当走路 当下一面与王慧收拾 打叠起来 将银五百两 装在一个大侠之内 将一百多两零碎银子 金首饰二副 放在随身行囊中 一路使用 王慧疑心 问道 二官人许多银两 如何只有得这些 王觉道 恐怕路上不好走 多得我自有妙法藏过 到家便有 所以只剩这些在中外边 王恩道 大官人既有妙法 何不连这五百两也藏过 路上盘缠勾用罢了 王觉道 一个大客商 一十亿关回去 难道几百两银子 也没有的 别人疑心起来 反要搜根踢尺 便不妙了 不如放肆一挟 在行李中 也勾看得沉重 别人便不再疑心 还有什么了 王慧道 大官人见得极事 计较已定 去雇起一辆车来 车户唤名李旺 车上载着棺木 满住着行李 自己与王慧 短拨着牲口齐了 相绑而行 一路西来 到了曹州东关 饭店内歇下 车子也推来 安顿在店内空处了 车户李旺 行了多日 一袭一见 匣子沉重 晓得是银子在内 起个半夜 竟将这一匣抱着 趁人睡熟时离了店内 连车子 撇下 逃了出去 北极天明客气 换李旺来推车 早已不知所向 极简点 行李物件 只不见了匣子一个 王爵对店家道 这个匣子 装着银子 五百两在里头 你也脱不得干系 店家道 若是小店内失窃了 应该小店查还 金确是车户走了 车户是客人前途顾的 小店有何干涉 王爵见他说的有理 便道 就与你无干 也是在你店内失去 你需指引我们 寻他的路头 店家道 客人 这车户那里顾的 王辉道 是省下顾来的北地里 回头车子 店家道 这等 他不往东去 还只在西去的路上 况且身有重物 行走不便 坐速追去 还可擒货 只是得个官差回去 追货之时 方武疏失 王爵道 这个不打紧 我穿了衣中 与你同去禀告州官 差个快手便是 店家道 原来是一位相公 一发不难了 问问州官 却也是个陕西人 王爵道 是我同乡更妙 王爵写个帖子 又写着一纸诗状 州官见识同乡 分外用情 急拆快手礼标 随着王爵 跟补贼人 必要擒货 方准销牌 王爵就央店家 另雇了车夫 退了车子 别了店家 同公差三个人 一起走路 到了开河集上 王爵道 我们带了类堆物事 如何寻访 不若寻一大店安下了 注定了身子 然后分头积探 消息方号 李彪道 向公集说得有理 我们也不是一日访得着的 访不着 相公也去不成 此间有个张善店极大 且把丧车停在里头 相公住气两日来 我们四下寻访 方得影响 我们回复相公 方有些祈祷 王爵道 我正是这个意思 叫王爵吩咐车夫 竟把车子推入张善店内 店主人出来接了 李彪吩咐道 这位相公是周理爷的乡里 互丧回去 有些工干 要在此地方停住两日 你们店里 简洁进好房收拾两间 我们歇宿 需要小心诚执 店主张善见李彪是个公差 不敢怠慢 回言道 小店在这集上 算是宽敞的 相公们安心住几日旧室 以免摆出长笠的酒饭来 王爵自居上房另吃 王辉与李彪同吃 吃过了 李彪道 日色还早 小人去与集上一班做工的弟兄约会一声 大家留心一访 王爵道 正该如此 访得着了 重重向线 李彪道 当得笑老 说罢字去了 王爵心中闷闷不乐 问店主人道 我要到街上闲步一回 没个作伴 你与我同走走 张善道 使得 王爵留住王会 看守行李房卧 自己同了张善 走出街上来 在闹热室里挤了一番 王爵道 可引我到幽静处走走 张善道 来 来 有个幽静好去处在那里 王爵随了张善 在野地里穿江去 走到一个所在 乃是个泥安 张善道 这里甚幽静 里边有好泥姑 我们进去讨杯茬吃吃 张善在前 王爵在后 走入安里 只见一个尼僧 在里面夺江出来 王爵一见 惊道 世间有这般标志的 怎见得那尼僧标志 尖尖发印 好眉目心涕光头 窄窄姿袍 翘身躯雅才衬体 樱桃樊宿口 芬芳吐气 只看惊 杨柳小蛮腰 鸟挪逢人玄唱诺 似是摩登女来生事 那怕老阿男不动心 王爵看见尼姑 惊得荡了三魂 费了七魄 固然尼姑声得大有颜色 亦是刻边人亦得动火 尼姑见有刻来 趋路迎进败茶 王爵当面相对 疑似血狮子向火 酥了半边 看看软了 坐肩未免将几句风话撩塌 那尼姑也是见多识广的 公然不惧 王爵小得可动 密怀有意 一盏茶吧 坐别起身 同张善回到殿中来 暗地取音一定 藏在秀中 叮咛王汇道 我在此闷不过 出外去寻个乐地事兴 晚间回不回来 也不可知 殿家问时 只推不知 你伴着公差好生 看守行礼 王汇道 小人小得 官人自便 王爵撇了殿家 回身重到那个庵中来 尼姑出来见了 道 相公方才别的去 为何又来 王爵道 心里舍不得师父美貌 再来相亲一会 尼姑道 好说 王爵道 敢问师父法号 尼姑道 小尼见名真静 王爵笑道 只怕树欲静而风不宁 便动动也不防 尼姑道 相公修地取笑 王爵道 不是取笑 小生课边得玉方课 三生有幸 若便是这样去了 想也叫人想杀了 小生寓所繁杂 感据白银一定 在此要另一间 闲房住几晚 就领师父清晦 为之可否 尼姑道 闲房尽有 只是晚间不变 如何 王爵笑道 晚间宾煮相陪 即是变的 尼姑也笑道 好一个老脸皮的客人 原来那尼姑 是个惊坛的班纠 着实在行地 旷见了白黄黄的一定银子 心下先自要了 便伸手来接着银子道 相公果然不嫌此间窄漏 便住两日去 王爵道 方才说要主人晚间相陪的 尼姑微笑道 穷货 谁说道叫你毒素 王爵大喜 彼此心照 事业就与真静一处诉了 你贪我爱 颠乱捣缝 自行一饮一乐 不在话下 睡到次日天明 来到店中看看 打发差人李彪 出去探访 仍留王会在店 傍晚 又到真静出去了 两下情农 搁扯不开 王会与李彪 见他出去外边歇宿 只说是在花柳人家 也不查他跟脚 店主人张善一发 不干他几事 只晓他不在店里宿罢了 如此多日 李彪日日出去 晚晚回店 并没有些消息 李彪对王爵道 眼见得开合集上地方 没影踪 我明日到几名秘坊去 王爵道 这个却好 就剩些银子 与他做盘缠 打发他去了 又转一个念头道 机访了这几时 并无下落 从来说做工人的捉贼放贼 敢是有必在里头 随叫王会 可赶上去 同他一路走 他便没坐手脚出 王会领命也去了 王爵胜的一个在店 思量到行李是要看守的 今晚须得住在店里 日间先走去 与尼姑说了今夜不来的缘故 真净恋恋不舍 王爵只得应了度长 别了到店里来 店家送些夜饭吃了 收拾歇素 店家病别了家伙 关好了店门 大家睡去 一更之后 店主张善听得屋上瓦响 他是个做经纪的人 尝试提心吊胆的 睡也睡得轻松 口不作声 嘿嘿静听 虚语之间 似有个人在屋檐上跳下来的声响 张善急披了衣服 跳江起来 口里喊道 前面有甚响动 大家起来看看 张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 慌忙走出外边 脚步未到时 只听得批扑之一声 店门已开了 张善小的着了贼 自己一个人不敢追出来 心下想到 且去问问王家房里看 那王爵这间的住房门也开了 张善连声叫 王相公 王相公 不好了 不好了 快起来点行李 不见有人应 只见店外边一个人气急咆哮地走进来的 这些时怎生未关店门 还在这里坐身吗 张善抬头看时 却是快手李彪 张善道 世间响动 响是有贼 故来询问王相公 你到几名去了 为何转来 李彪道 我掉下了随身腰刀在床铺里了 故连忙赶回拿去 既是响动 莫不失锁了肾吗 张善道 正要去问王相公 李彪道 大家去叫他起来 走到王爵卧房内 叫声不应 点火来看 一起喊一声道 不好了 原来王爵已被杀死在床上了 李彪呆了道 这分明是你店里的缘故了 见我美二人多不在 他是秀才家孤身 你就算计他了 张善也变了脸道 我每睡梦里听得响声 才起来询问 不见别人 只见你一个 你寄到几名去 为何还在 这杀人是 不是你 道说是我 李彪气得眼睁道 我自掉了刀转来寻的 只见你夜晚了还不关门 故此问你 岂止你先把人杀了 张善也站斗斗地怒道 你有刀的 怕不会杀了人 反来赖我 李彪道 我的刀须还在床上 不曾拿得在手里 随走去床头取了出来 灯下与张善看到 你们多来看看 这可是方才杀人的 血迹也有一点半点 李彪是公差人 能说能话 张善那里说的他过 让道 我只为赶贼 走起来不见别贼 只撞着的是你 一同叫到房里 才见王秀才杀死 怎赖的我 两个人彼此相依 大家混争 惊起地方邻里人 等多来问故 两个你说一遍 我说一遍 地方见识杀人公事 道 不必相争 两下都走不脱 到了天明 一同见官去 把两个人拴起了 收在铺里 一煞时天明 地方人等一起 解到州里来 支州开雪 地方带江过去 并说是人命重情 州官问其缘由 地方人说 客店内晚间 杀死了一个客人 这两个人互相一推 多带来听爷就问 李彪道 小人就是爷前日 拆出去 同王秀才 鸡贼的公差 阴亭在开河集 张善殿内 鸡访无踪 小人昨日 同王秀才 家人王会 前往几名广鸡 留得王秀才 在下处 殿家看见单身 探他行李 把来杀了 张善道 小人是个殿家 歇下王秀才 在殿几日了 只因仿贼吴宗 还未起身 昨日打发公差 与家人到几名去了 独留在殿 小人晚间听得 有人开门想 这是小人殿里的干系 起来询问 只见公差 重复回殿 说是寻刀 当看王秀才时 已被杀死 支州问李彪道 你寄去了 为何转来 得知殿家杀了王秀才 李彪道 小人也不知 小人路上 寄起尸带的妖刀 与同行王会说之 叫他前途等候 自己转来寻的 道德殿中 以字更语 只见殿门不关 殿主张善 正在殿里慌张 看王秀才已被杀了 不是殿家杀了是谁 支州也决断不开 只得把两人多用起刑来 李彪终究是衙门中人 说话硬朗 又瘦得刑起 张善是经纪人 不曾熬过这样痛楚的 当不过了 只得屈招道 是小人建材起义 杀了王秀才是时 支州取了供词 将张善发下死囚牢中 身降上死发落 李彪保侯听见 且说王秀在几宁饭店 速歇等李彪 到了一桶访机 第二日等了一日 不见来道 心里不耐烦起来 回到开河来问消息 道德殿中 只见殿家嚷成一片 说是王秀才被人杀了 却叫我家问了屈刑 王秀只叫得苦 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 井下响刀 已坐了两劫了 王秀嚎啕大哭了一场 急捡点行李 已不见了银子八十两 金首是二付 王秀急去买副官树 胜住了一师一手 恐怕官府要相认 未敢定盖 且就停在殿内 排个座位 朝夕枯殿 以致张善在狱 李彪保侯 他道 这件事 一来未有原告 二来不曾报得失败 三来未知的是张善谋杀 下面官府未必有力量归结报的冤仇 须得上司告去 才得明白 文之茶院许公善能断无头事 恰好寻案到来 遂写下一张状子 赴茶院按下投告 那个茶院 就是河南领保 有名的许尚书相议公 其实在山东寻案 见世人命重情 批语周中神解 周中照了元昭 只坐在张善身上 其脏银猴追 张善当官怕打 虽然一口应成 见了王慧 私下对他着实叫去 且诉说那晚门 想撞见李彪的光景 连王慧心里也不能无疑 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 一同借到茶院来 许公看了招词 叫起两下一问 多照前日说了一番说话 许公道 既然张善还搬着李彪 如何周里一口招了 张善道 小人受刑不过 只得屈招 其实小人是屋主 歇小失托 还要累积小人追寻 怎么敢公然杀死了 人藏的财物 小人带躲到那里去 那日开门时 小人赶起来 只见李彪撞进来的 怎到不是李彪 却踩在小人身上 李彪道 小人是个官差 周里打发小人 随着王秀才击贼的 这秀才是小人的干系 杀了这秀才 怎好回得周官 况且小人掉了腰刀 转身来寻的 进门时 手中无物 难道空拳头杀的人 以后床头才取刀出来 众目所见的 需不是杀人的刀了 人死在张善殿里 不问张善问谁 许公叫王辉问道 你倒是那一个 王辉道 连小人心里也一胡一突 两下多疑 两下多有变 说不得是那一个 许公道 据我看来 两个都不是 必有别情 虽远比叛道 李彪 张善 意为根寻 意为店主 动辄牵连 肯杀人以自泪户 必有别情 奸喉审夺 当下把李彪 张善多发下诸奸 自己退堂进去 心中只是放这是不下 晚间朦胧睡去 只见一个秀才 同着一个美貌妇人 前来告状 口称被人杀死了 许公道 我正要问这事 妇人口中说出四句道 无法轻轻 彼此来征 土上路走 只看夜明 许公点头记着 正要问其详细 忽然不见 吃了一惊 萨然觉来 乃是一梦 那四句却记得轻轻地 仔细撕之 不解其意 但存到 妇人口里说的 首句 有无法二字 妇人无法 必是尼姑也 这秀才 莫不被尼姑杀了 且待明日细审 再看如何 这诗句 必有应验处 此日升堂 就提张善 一起再问 人犯到了案前 许公叫张善 起来问道 这秀才自到 你殿中 晚间只在殿中 歇宿的吗 张善道 自到殿中 就只留得公差 与家人 在殿歇宿 他自家 不知那里 去过夜的 直到这晚 因为两人 多差亡几名 方才来殿歇宿 就被杀了 许公道 他曾到本地 什么安冠区处吗 张善想了一想 道 这秀才出道店里 要在幽静处 闲走散心 曾同了小人 尼安内 走了一遭 许公道 安内尼姑 年纪多少 生得如何 张善道 一个少年尼僧 生得美貌 许公暗喜道 是有音了 又问道 尼僧叫的 什么名字 张善道 叫的真静 许公想着 他按道 是了 是了 梦中头两句 无法清清 彼此来争 无法二字 应了尼僧 下面亲自配个争字 可不是静字 这人命 只在真静身上 就写个小票 置了一根签 拆个工人李信 速拿尼僧真静结怨 李信成了签票 静道 静道 安中来拿 真静黄了 问是何音 李信道 查愿老爷 要问杀人公事 非同小可 真静道 爷爷贺 小安有什么杀人尸体 李信道 张善殿内 王秀才被人杀了 说是 曾在你这里走动的 故来拿你去看问 真静静的木呆 心下想到 怪到王秀才这两碗不来 原来被人杀了 哭耶 哭耶 求告李信道 我是个女人 不出安门 怎晓得她店里的事 抬头怎声可怜剑 替我回复一声 免我剑官 自当重谢 李信道 查愿要人 起同而戏 我怎声方便得 真静见李信不肯 交替婉转 做出许多媚态来 意思要李信动心 拼着身子陪她 就好讨个方便 李信虽之奇异 惧怕衙门法度 不敢一胡一行 只好安慰她到 既与你无干 渐渐官去 自有明白 也无妨碍的 拉着就走 真静只得跟了 解至查愿里来 许公一见真静 拍手道 是了 是了 此即梦中之人也 煞嫩奇怪 叫她起来 跪在案前 问道 你怎生与王秀才通奸 后来她怎生杀了 你从事说来 我不打你 有一句含糊 就活敲死了 满堂造力雷 也似吆喝一声 真静年纪不上念碎 自不曾见官的 胆子先吓坏了 不敢隐瞒 战斗斗地道 这个秀才 那一日到安内游玩 看见了小妮 到晚来 她自拿了白银 一定就在安中住宿 小妮不和留她 一连过了几日 彼此情隆 她口徐小妮道 店中有几十两银子 两副首饰 多要拿来与小妮 这一日说到有事干 晚间要在店里诉 不得来了 自此一去 竟无影响 小妮正还望她来 怎知她被人杀了 许公看见真静年幼 形容娇媚 说话老实 料到通奸使真 须不会杀的人 如何与梦中恰相符合 即至说所许银两物件之类 又与诗赃不差 愁出了一会 问道 秀才许你东西之时 有人听见吗 真静道 在枕边说的话 没人听见 许公道 你可曾对人说吗 真静想了一想 通红了脸 滴滴道 是了 是了 不该与这狠丝说 这秀才苦死是她杀了 许公盼道 怎的说 真静道 小泥该死 到此地位 瞒不得了 小泥平日有一个和尚私下往来 自有那秀才在庵中 不招接了她 这晚秀才去了 她却走来 问其与秀才一交一好之故 我说秀才情义好 她许下我若干饮两东西 所以从她 和尚问秀才住处 我说她住在张善大殿中 和尚就茫茫地起身去了 这几时也不见来 想必这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来杀了 许公道 和尚叫慎名字 真静道 叫名吴臣 许公听了和尚之名 爹足道 是了 是了土上路走 不是臣字吗 他住在那寺里 真静道 住贬善寺 许公就拆礼信去光善寺里 拿和尚吴臣 吩咐道 和尚干下那事 必然走了 就拿他徒弟来问去向 但和尚名多相类 不可错误声势 那尼僧晓得他徒弟名字吗 真静道 他徒弟名月朗 住在寺后 许公报祥道 已发誓了 梦中道 只看夜明 夜明不是月朗吗 一个个字多应了 但只拿了月朗 便知端的 李信领了密旨 去到光善寺拿吴臣 果然徒弟回道 师父几日前 不知那里去了 李信问的这徒弟 就是月朗 一锁套了 压到宫廷 许公问吴臣去向 月朗一口应承道 他旨在亲眷人家 不要惊张 指他走了 小的便与公差去挨出来 徒公就差李信 押了月朗出去访寻 月朗对李信道 他结拜往来的亲眷甚多 知道在那一家 若晓得是公差访他 他必然惊走 不若你伴做道人 随我严门划饭 访得的当 就便动手 李信道 说的是 当下伴做了道人 跟着月朗 走了几日 不见踪迹 来到一村中人家 李信与月朗进去画斋 正见一个和尚在里头吃酒 月朗轻轻对李信道 这和尚正是师父吴臣 李信悄悄去叫了地方 把牌票与他看了 一同闻人去 李信一把拿住吴臣道 你杀人事发了 寻暗老爷要你 吴臣说着心病 慌了手脚 看见李信是个道庄 叫道斋公 我与你并无冤仇 何故守我 李信扑得一掌打过去道 我把你这瞎眼的贼徒 我是斋公吗 掀起衣服 拔出腰牌来道 你睁着驴眼任任看 吴臣晓得是公差 欲带要走 却有一伙帝方在那里 撂走不脱 软软地跟了出来 看见了月朗 骂道 贼弟子 是你领到这里的 月朗道 官府押我出来 我自身也难保 你做了事 须自家当去 我替了你不成 李信一同地方 押了吴臣 伺候许公开堂 借进茶院来 许公问他 你为何杀了王秀才 吴臣出师抵赖 只推不知 用起刑法来 又叫你孤真净 与他对质 真净心里也恨他 便道 王秀才所许东西 只是对你说的 并不曾与别个讲 你那时狠狠出门 当夜就杀了 还推的那里 李信又禀他在路上 与徒弟月朗 互相埋怨地说话 徐公叫起月朗来 也要加他 月朗道 爷爷 不要加德 如今首饰银两 还藏在寺中箱里 只问师父便是 吴臣见满盘拖出 晓得网熬刑法 不计事了 遂把剧情说出来道 尾师一来寄他 占主尼姑 智得尼姑心变了 二来探他这些财物 当夜到店里 去杀了这秀才 取了银两首饰事实 化了贡状 押去 取了八十两元银 首饰二负 封在曹州库中 等待给主 吴臣问成死罪 尼姑逐出安设 赎了罪 当官卖为民妇 张善 李彪 与和尚月朗居功名无罪 释放名家 这件释放好明白 若非许功神明 岂不枉杀了人 正是 两只命徒乖 相遭各制裁 岂知杀人者 源自色中来 当下王惠禀领赃物 许功不肯 道 你家两个主人死了 赃物岂是于你领的 你快去元吉 叫了主人的儿子来 方水领出 王惠只得叩头而出 走到张善殿里 大家叫一声 武器 亏青天大老爷追究的出来 不害了平人 张善烧了平安纸 烦请王惠 李彪 吃得大醉 王惠四日与李彪说 前有个兄弟到家揭晓主人 此时将到 我和你一同过西去迎他 就便访击去 李彪应允 王惠将主人官盖定好了 一娇一语 张善看守 自己收拾了包裹 同了李彪 望着家里进放 行至北直立开州 长元县地方 下店吃饭 只见饭店里走出一个人来 却是前日家去的王恩 王惠叫了一声 两下相见 王恩道 两个小主人多在里面 王惠进去叩见一高 一魁 哭说 两位老家主多没有了 背数了这许多事故 三个人抱头哭作一一团一 哭了多时 李彪上前来劝 二个人却认不得 王惠说 这是李牌头 周里拆他来访贼的 劳得久了 未得影踪 精心地接着小主人 做一路而行事 也不枉了 牧令两官聚停在开河 小人圆框小主们将到 故于李牌头迎上来 曹州库中现有银八十两 首饰二负 要得主人们亲到 才肯给领 只这一想 盘缠两个官母回去勾了 只这五百两一匣未有下落 还要捞着李牌头 王恩道 我去识 官人上有若多银子 怎只说的这些 王惠道 银子多是大官人亲手着落 前日我见只有的这些发出来 也曾疑心问着大官人 大官人回说 我自藏的庙 道家便有 金大官人已故 却无问处了 王恩似信不信 来对一高 一魁说 许多银两 岂无下落 连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 小主人既在心下 且看光景行去 道路之间 未可发露 五个人出了殿门 连王惠 李彪多回转脚步 一起走路 重到开河来 正行之间 一阵大风起处 卷得灰沙飞起 眼前对面不见 竟不知东西南北了 五七人互相牵扭 信不行去 到了一个村房 方才歇了足 定一定喘息 看见风沙少静 天色明朗了 寻一个酒店 买完酒吃再走 建议酒店中 只有妇人在内 王惠抬眼起来 见了一件物事 叫声奇怪 急扯着李彪秘密说道 你看店桌上这个闲儿 正是我们放银子的 如何却在这里 必有缘故了 一高 一魁与王恩多来问道 说甚吗 王惠也一一说了 李彪道 这等 我们只在这家买酒吃 就好香脚手盘问他 一起走至店中 分两个座 头上座了 妇人来问 客人打多少酒 李彪道 不拘多少 随意烫来 王惠道 你家店中男人家那里去了 妇人道 我家老汉与儿子旺哥 昨日去逃酒前 今日将到 王惠道 你家姓甚吗 妇人道 我家姓李 王惠点头道 惭愧 也有壮着的日子 滴滴对众人道 前日车户正叫做李旺 我们且坐在这里吃酒 等他来任 五个人多磨枪被剑 只等拿贼 到日夕时 只见两个人 亮亮呛呛走进店来 此时众人已不吃了酒 在店闲坐 那两个带了酒衣问道 你每一起是什么人 王惠任那后生的这一个 正是车户李旺走起身来 一把扭住道 你认得我吗 四人齐声和道 我们都是拿贼的 李旺抬头 认得是王惠 先自软了 李彪身边取出牌来 明开着车户李旺 到银之室 把出铁链来锁了景象 道 我每只管车户里打听 你却躲在这里卖酒 连老儿也走不脱 也把绳来拴了 李彪终究是衙门人手段 走到灶下去一根匹柴来 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马威 问道 银子那里去了 李旺是贼皮贼骨 一刃打着 只不开口 王惠道 匣子脏正现在 你不说便带怎么 正师为奸 那店里妇人 一眼孤着造钱地下 只管奴嘴 原来这妇人是李旺的继母 李旺凶狠 不把娘来看待 这妇人巴不得她败露的 不好说的 只做暗号 一刀 医轮看见 叫王惠道 且慢着打 可从这地下掘看 王惠掉了李旺 奔来取了一把锄刀 依着指的去处 挖开泥来 泥那一堆白雾 王惠喊道 在这里了 王恩便取了匣子 走进来 将银枝寄荐树 放在匣中 一高 一魁将纸笔来 写个封皮封记了 对李彪道 有劳排头这许多时 今日幸得成功 人赃俱获 我们一面解到周里发落去 李彪又去叫了本出地方 几个人一路防送 一直到周里来 周官将银当堂宴过 收住库中 侯谢院过 铜钱银一并给领 李彪削排济工 就查他做押戒 将一起人借到茶院来 徐公开堂 带进 并说是王秀菜的子侄一高 一魁路上是遇到银贼人 同宫拆秦货 一同借到事情 虽将李旺打了三十 发周问罪 同僧人吴臣一并结案 李旺父亲年老免科 一高 一魁当堂同地领状 求披周中 铜钱入库赃物 一并给发 许公谁了 抬起眼来 看见一高 一魁 多少年俊雅 问他做何生理 并说多在学中 许公喜欢 吩咐道 你父亲不安本分 客死他乡 几乎不得明白 亏我梦中显报 得了罪人 今你每路上 无心诱惑猿贼 似有神助 你二子必然有福 今得了银子回去 各安心读书向上 不可笑前人所谓了 二人叩谢刘磊 旧柄说道 声缘美还有一言 父亲未死之时 寄来家书 银数甚多 金被贼两番所到 同住周库者 不过六百斤 据家人王会所言 此外只有二官 祭顿饭店 并无所有 必有隐蔽 期望发下周中 推刊前吟下落 实为恩便 许公道 当初你父亲随行是那个 二子道 只有这个王会 许公便叫王会 问道 你小主说 你家主死时 银两甚多 金在那里了 王会道 前日这落银两 多是大主人王爵 亲手搬弄 后来只剩的这些上车 小人当时疑心 就问缘故 主人说 我有妙法藏了 但在家中 自然有淫 惊可惜主人被杀 就没处问了 小人其实不晓得 徐公道 你莫不有甚七心 藏匿之弊吗 王会道 小人孤身在此 徒路上那里是 藏匿德的所在 况且下在张善殿中时 主人还在 只得此行礼与棺木 是店家及推车人 公差礼彪重母所建的 小人那里存得私 徐公道 前日王陆下官时 你在面前吗 王会道 大主人倒是日晨有饭 不许看见 徐公笑一笑道 这不干你事 银子自在一处 取一张纸来 不知写上些甚么 叫门子封好了 上面用刻印印着 赋予二子道 银子在这里头 但到家室开看 极有取银之处了 不可在此耽搁 又生出事端来 二子不敢再说 领了出来 回到张善殿中 看见两个灵鹫 一起哭败了一番 哭罢 取了怨披的领状 到周中库里领 这两项银子 周官梁氏同乡 周全其事 衙门人不敢乐堪 一些不少 如树领了 到殿中将二十两 卸了张善一项停书 且累他吃了官司 就让他写故 诚实车户 车运两舅回家 明日置办一计 垫了两舅 舅多宇了店家 与车脚夫 随即起舅而行 不择一日 到了家中 举家浩陶 出来接着 熊啾啾两人赐地去 四方方两就一起来 一般丧命多阴色 万里亡区只未踩 此时 王爵 王禄的父母居在堂 连祖公公碎 共支县 也还康贱 闻得两个小批人 各借着父亲官就回来 大家哭得不耐烦 慢慢说着笔中尸体 致死根由 及许公判断许多缘故 何家多敢带许公问的明白 不然几乎一命也没人偿了 其父问起余银 以高 一窥道 因是余银不见 禀告许公 许公发的有单 金记到家 可拆开来看了 虽将前日所领 印信小枫 一起拆开看时 上面写道 银数计多 非仆人可逆 而复云藏之甚密 必在关中 若律开关爱法 执此为诏 看吧 王会道 当时不许我每看二关人下关 后来盖好了 就不见了许多银子 想许爷之言 必然明鉴 其父道 既给了执照 况有我为父的在 开关不防 即叫王会取气线来 悄悄将王禄灵书撬开 只见身意诗意之旁 周围多是白雾 王会叫道 好个许爷 若是别个婚官 连王会也造化低了 一高 一魁大家动手 尽数取了出来 眼瞳一对 足足有三千五百两 内有一千 另是一包 上写道 还父母原银 余包多写一高 一魁均分 何家看见了这个光景 思量他们在外死的苦恼 一气痛哭不禁 仍把棺木盖好了 银子一言分弃 那个老支县祖宫剑说着 查愿给了执照 开关剑银之事 讨之香来点了 望空叩头道 亏得许功神明 筹记得报 银又得归 愿他俘虏无将 子孙受享 居家顶待不见 可见世间行狱之事 许多隐秘之情 一些遭此不得的 有失为证 世间经目未为真 疑似由来亦往人 既与行官须仔细 狱中尽有复冤魂 第二十二章 吃公子狠使造皮 前贤丈人 罪是富豪子弟 不知驾则艰难 被入必然被出 天道一里循环 话说宋氏汴京 有一个人姓郭明信 父亲是内珠司官 家是阴妇 只生的他一个 甚是交养溺爱 从小不教他出外边来的 只在家中读些点名的书 读书之外 毫离事务 也不要他惊涉 到了十六八岁 未免耀武了声名 头百名师 其实有个查元忠先生 是临安人 在京师开馆 郭信的父亲出了礼物 叫郭信从他求学 那先生开馆去处 是个僧房 颇及其整 郭家就令了他 旁舍三间 一身优雅 郭信住了 心里不像意 倒是不见华丽 看了舍后一块空地 另外去兴造起来 总是他不知树木 不识物料 凭着家人 与将座福同破废 不知用了多少银两 他也不管 只见造成了几间 装饰起来 弄得花醋醋的 方才欢喜住下了 终日教书童 打扫门窗 梁柱之类 略有点染不结 便要将人连夜换得过 心里方调的下 身上衣服穿着 必要心地穿上了身 左顾右盼 闲长闲短 渗处不未贴 一些不当心理 便别买断皮 另要做过 鞋袜之类 多是上好凌罗 一有微乌 便丢下另换 至于洗过的衣服 绝不肯再找的 彼时有附经 听调的一个官人 姓黄 婊子德瓦 他的寓 恰与郭家为邻 见他行径如此 心里不然 后来往来的熟了 时常好言劝他道 君家后生年纪 未知世间苦辣 钱财入手甚难 君家虽然父后 不宜如此枉费 日复一日 须有进食 日后后手不上了 悔之无极矣 郭信听罢 暗暗笑他道 多是寒酸说话 钱财那有用得尽的时节 吴家田产不计其数 岂有后手不上之理 只是家里没有钱钞 严孔子小 故说出这等议论 全部晓得 我们附加行径的 八号言语如风过耳 一毫不理 只依着自己性子 行去不改 黄公见说不听 晓得是纵惯了的 道 看他后来怎生结果 得了官 自别过处京去了 以后绝不相闻 过了五年 有事干又到京中来 问问旧林 已不见了郭家踪迹 偌大一个京师 也没处查访了 一日 偶去拜访一个亲眷 叫做陈臣 主人喂出来 先叩门管先生出来陪站 只见一个人 微微蕊蕊夺江出来 认一认 却是郭姓 戴着一顶破头巾 穿着一身蓝绿衣服 手臂颤抖抖地 续了一个礼 整意而坐 黄公看他脸上 饥寒之色 待不可言 策然问道 族下何故在此 又如此形状 郭姓叹口气道 谁晓得这样是 钱财要没有起来 不消用的完 便是这样没有了 黄公道 怎么说 郭姓道 自别尊严之后 家父不幸气势 有个祭娶的顽母 在丧中庆卷所有 转回娘家 第二日去问 连这家多班得走了 不知去向 看看家人 多四散逃去 胜得决然一身 一无所有了 还亏得识的几个字 一胡一乱 在这主家叫他 小学生度日而已 黄公道 家财没有了 许多田业须在 这是偷不去的 郭姓道 平时不曾晓得 田产之术 也不认得田产 在那一块所在 已经富丧 伯介多不见了 不知还有一亩田在那里 黄公道 当初我曾把好言相劝 还记得佛 郭姓道 当初接着东西便用 那管他来路是怎么样的 直到到底如此 剑说道要息费 正不知息他做甚吗 其实今日一毫 也没来处了 黄公道 今日这边所得数之仪多少 郭姓道 能有多少 每月千钱 不勾充身 徒得个朝夕虎口 不去寻柴米就好了 黄公道 当时一日之用 也就有一年管资了 傅家儿女到此地位 可怜 可怜 身边恰带有数百钱 尽数将来送予他 以少见故人之意 少请 主人出来 黄公又与他说了 郭姓出身富贵光景 交好看待他 郭姓不胜感谢 捧了几百钱 就像获了珍宝一般 紧紧收藏 只去手纳冷板凳了 看官 你到当初他富贵师姐 几百文 只与他家赏人也不爽利 而金才晓得是值钱的 却又迟了 只因幼年时 不知架色艰难 已至如此 到此地位 小得值钱了 也还是有受用的 所以说 败子回头好做家也 小子且说一回 败子回头的正话 无端浪子妹吃仇 偌大家园一旦休 不是丈人生巧技 夫妻怎的在同仇 话说这一江 一一温一周府 有一个公子姓姚 父亲是兵部尚书 丈人上官翁也是显幻 家世富饶 积累巨万 周杂百里之内 田谱池塘 山林穿走 尽是姚氏之夜 公子父母巨王 并无兄弟 独主家政 欺上官室 生来软末 不管外事 公子凡事凭着自性而行 自是富足有余 豪奢诚义习 豪往来这些 一银一鹏狭有 把言语奉承他 哄诱他 说是自古豪杰英雄 必然不是生产 手段慷慨 不以财务为新 居士为治 方是狭烈之事 公子少年心性 到此等是好言语 怯怯于心 见别人家算计利息 较量出入滋滋作用 作家的 便到龌龊小人 不足指数的 又懒看诗书 不亦席一举夜 见了闻墨之事 便头红面热 手足无措 艳增不耐烦 远远走开 只有一般 解给滑稽之人 利口便舌 邪奸惨笑 一日也少不得 又有一般 蒙勇消汉之辈 宣圈武秀 说强夸胜 自称好汉 相见了便觉分外性高 说话处脾胃多造 行事时举不生风 是这两种人才 与他说的话着 有了这两种人 便又去呼捧引泪 你建局我 我建局你 市井无赖少年 多来一草抚目 献祭成能 多屯捧屁 公子要人称阳大量 不论好歹 已该收纳 一出一入 何止百来个人服从他 那百来个人 多吃着公子 还要个人安家 分道暗月一两 公子皆千欢万喜 给派不令 见他们拿的家去 心里方决爽利 公子幸好涉猎 喜的是骏马娘功 有门客说到 何处有名马一匹 价值千金 日走数百里 公子即使如数发银 只要买得来 不争价钱多少 极致买来 但纸毛一片好看 略略身材高耸些 便倒值的了 有说贵了的 倒反不快 必要争说买便宜方喜 人晓得性子 看见买了物事 只是赞美上钱了 欲说有良工的 也是如此 门下的人又要利落 又要逢迎 买下好马一二十匹 好工三四十丈 公子捡一匹最好的 时常乘坐 其余的随意听齐 每与门下 众客相约 各骑马持工 分了路数 纵放配头 约在某处相会 先道者为赏 后道者有罚 赏得多出公子几才 罚不过罚酒而已 只有公子先道 众皆罚酒 又将大功上公子称庆 有时分为几对 各去打为 须于合为一处 看禽兽多寡 以分赏罚 赏罚之法 亦如走马之力 无非只是借名取乐 似此一番 所费九十赏牢之类 已自不少了 还有时连镖放马 踏伤了人家田河 惊世了人家六处等事 公子是人心天理 又是慷慨好胜的人 门下客人又肯帮衬 道 公子们出外 宁可使小百姓巴不得来 不可使他怨唱我美来 金若有伤损了他家 便是我美不适 后来他望见就怕了 必须加倍陪他 他美到有些便宜 方才赞叹公子 巴不得公子出来行走了 公子大家点头道 说得极有见识 因而估值损伤之术 吩咐宁可估好看些 从众赔还 不要亏了他们 门客私下与百姓们说通了 得来平分 有一分 说了七八分 说去 公子随即赔偿 再不论量 这又是涉猎中分外之费 时时有的 公子身边最讲的话 向心称意的 有两个门客 一个是肖管朋友贾清夫 一个是拳棒教师赵能武 一文一武 出入不离左右 虽然现产孝秦 哄又窜多的人不计其数 大小是多要串通的 这两个 方才弄得成 这两个一股一板 只要公子出脱的些 大家有味 一日 公子出列 草丛中惊起一个兔来 兔儿藤弟飞跑 公子放马赶去 连射两箭 射不着 恰好后期随之 赵能武一箭射个正着 托儿到了 公子拍手大笑 阴滩赶托儿 跑来得远了 肚中有些饥饿起来 四围一看 山明水秀 光景甚好 可惜是个荒野去处 仅无酒店饭店 贾清福与一群少年随后多道 大家多说道 好一个所在 只该拒饮一回 公子见识 兴高的不耐烦 问问后头跟随的 身边银子也有 铜钱也有 只没设法九窑处 赵能武道 眼面前就有东西 怎苦没咬 众人道 有什么东西 赵能武道 只方才射倒的托儿 寻些火微起 也勾公子下酒 贾清福道 若要酒时 坐一匹快马不着 跑他五七里路 遇个村坊去处 好歹寻得些来 只不能勾多代的 可以畅饮 公子道 此时便些少也好 正在商量处 只见路旁有一簇人 老少不等 手里个拿着物件 走进前来迎诺道 某等是村野小人 不曾时任财主贵人之面 近日难得公子贵不至此 仅被瓜果基数 村酒野素数品 聊献从者一范 公子听说酒窑 喜动颜色 回顾一般随从的道 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 知趣的人 贾清福等一起拍手道 此皆公子吉人天相 酒食之来 如有神助 各下了马 打点席地儿坐 爷者们道 既然公子不嫌饮食粗利 何不尽到设下坐饮 一桌巨便 乃在此草地之上吃酒 不像模样 众人一祈祷 妙 妙 知趣的紧 爷者们躬身在前引路 众人服从了公子 一拥到草屋中来 那屋中虽然窄霞 也到洁净 摆出椅桌来 捡一只起整些的古老椅子 公子坐了 其余也有坐椅的 也有坐凳的 也有扯张到床来坐物子的 一团一团一而坐 吃出兴头来 这家老小们 宫一应不迭 贾清福又打着裂骨而道 多拿些酒出来 我们要吃得快活 公子是不亏人的 这家子将运下的杜毛柴 不住地烫来 吃得东倒西歪 称长主妇 又倒是 鸡者亦为食 咳者亦为饮 大凡人在饥渴之中 觉得东西好吃 况又在兴趣头上 就是摇转粗些 肌肉肥些 酒味薄些 一种不论 只算做第一次家肴美酒了 公子不胜之喜 门客多帮称道 这样凑去的东道主人 不可不厚报他的 公子道 这个自然该的 便叫贾轻夫 估他约费了多少 轻夫在行 多说了些 公子交一倍 偿他三倍 管事的和众人 客下了一倍自得 只与他两倍 这家子道 已有了对合力前 怎不欢喜 当下公子上马回步 老的少的 多来马前拜谢 奸送公子 公子一发快活道 这家子这等殷勤 赵能武道 不但静心 且有礼数 公子在交后 骑赏他 管事的策马 上前说道 赏他多少 公子叫打开 银包来看 只有几两零碎银子 何止千百来块 公子道 多与他们罢 论什么多少 用手指一抬 银子快快落地 只剩的一个空包 那些老小们 看见银子落地 大家来抢 也顾不得尊卑掌幼 扯扯拽拽 磕磕撞撞 溜撒的 拾了大筷子 又来粘搓 持夯的 将拾到手 又被眼快地掀取了去 老人家 颤抖抖地拿得一块 死也不放 还累了两个地滚 公子看似光景 与众客马上拍手大笑道 天下之乐 无如今日已 公子此番 虽费了些赏赐 却造尽了脾胃 这家子赔了些辛苦 落得便宜多了 这个消息 船将开去 乡里人家 只叹息无缘 不得遇着公子 自此以后 公子出去 就有人先来探听马首所向 村落中无不整顿酒食 争来迎猴 真是个 东池 西人以为被赚 难列 北人就去戒除 事有余粮 马多盛草 一呼百诺 故盼生辉 此送笔赢 尊荣莫病 凭他出外连寻乐 不必先赢格宿庄 公子到一处 一处如此 这些人也竭力奉承 公子也加急报答 还自欠然道 赏牢轻微 谢他们后情不来 众门客又齐声力赞道 此辈乃小人 今到一处 即便共账被拒 奉承公子 胜与君王 若非重赏 何以示劝 公子道 说得有理 美美赏的又赏 有增无减 原来这圈套 多是一般门客 串通了百姓们 又是假 赵二人先定了去向 约会得亭的 故所到之处 无不如意 极致得来赏赐 尽必分取 只是窜多多些了 亲卷中有老成的人 叫做张三翁 见公子 日逐如此费用 甚为心疼 他曾见过当初上书 功行事来的 偶然与公子会奸 劝讽公子道 宅上家业丰厚 先上书也不纯账 做官得来的患托 多半是算计 做人家来的 老汉曾经眼见 先上书早起雁绵 算盘天平 文书不借 不离于手 别人少他分毫 也要算将出来 便面便孔 费唇费舍 略有些小便宜 即便喜动颜色 如此正来的家私 非同容易 金郎君十分慷慨撒慢 与先上书苦证之意 大不相同了 公子面色通红 未及回答 贾清夫 赵能武等一般朋友 大嚷道 这样气量浅漏之言 怎么在公子面前讲 豹子是海内豪杰 其把钱财放在眼孔上 况且人家天作 不在人为 岂不闻理太白有言 天生无才中有用 黄金散尽还付来 先上书这些孜孜为例 正是差处 公子不学旧样 进傲前非 是公子超群出众 英雄不羁之处 启田舍翁索克小灾 公子听的这一番说话 方才觉得有些吐气扬眉 心里放下 张三翁剑不是头 晓得有这一般小人 料想好言不入 再不开口了 公子被他们如此捂弄了数年 弄得囊中空虚 看看手里不能接见 所有仓房中装设内 击下米粮 或十岁银食用 或十级发米带银 或十仙在那里 一银子用了 秋收还米 也就东扯西拽 不能如意 公子要造皮时 有些执肘不爽利 门客 每见公子事业不曾动损 心里道 这里面尽有大响头 于甲 赵二人商议定了 来见公子献策道 有一妙者 公子再不要愁 没银子用了 公子正苦银子短少 一闻此言 欣然启问 有何妙计 甲 赵等指手画脚道 公子田连千墨 地占半周 足迹不到所在 不知多少 这许多田地 大略多是有势之时 小民投献 富家愧送 远不尽用甲银买的 就有些买的 也不过债利盘算 谁辙将来 或是护掘人穷 只剩的些 桥田吉地 只得收在户内 所支援不多的 所以而今荒芜的多 开垦的少 粗利没有 钱粮要紧 这些东西留在后边 一类不浅的 公子看来 不过是些土泥 小民得了 自家用力耕种 财方是有用的 公子若把这些 做赏赐之费 不是土泥 尽当银子用了 一且自家省了 钱粮之类 公子道 我最苦的是 时常来要我 玩什么钱粮 积锅的不耐烦 金把来推将去 当的银子用 这是极便宜的事了 自此 公子每要用银子之处 只写一纸卖气 把填来准去 那得填得心里巴不得 反要装个枪 说不情愿 不如受些羡物好 门客每故意再三解劝 抢他拿去 公子抽出不安 唯恐他不受 只等他领了文器方调的下 所有良田没产 由富户玉德的 先来通知了贾 赵二人 借打猎为名 遇到到比加边 几亿九十款贷 还有出妻限子的 或又有借了娼妓养在家里 假作了妻女 来与公子调情的 公子便有些小德 只是将错就错 自以为得意 吃得兴兰将行 就请公子血气作赏 公子写字 不甚利便 门客内有善写的 便来执笔 一个算价钱 一个查伯戒 写完了 只要公子鸭字 公子也不知田在那里 好的歹的 贵的贱的 贱说鸭字即便鸭了 又有时凡有几两银子 找将出来与公子用 公子却向洛德的 分外喜欢 如此多次 公子连鸭字 也不耐烦了 对贾清夫道 这些时不要我拿银子出来 只写章纸 破绝便当 只是定要我纸笔鸭字 我有些卷了 赵能武道 便是我们这枪棒且溜撒 只这一管笔 重得可厌相 贾清夫道 这个不打紧 我有一册 大家可以省力 公子道 何册 贾清夫道 把这些买七套语 看客了板 空了年月 刷印百张 放在身边 临时只要填写某处 集多少树木 住了年月 连公子花鸭也另刻一个 只要印上去 岂不省力 公子道 妙 妙 却有一件 卖气刻了印板 这些小见识的必然笑我 我那有气力 逐个与他辩 我做一首口号 也刻在后面 等别人看见的 晓得我心是开阔 不比他们没所的 贾清夫道 口号怎么样的 公子道 我念来你们写着 千年田土八百翁 何须苦苦叫雌雄 蹦今富贵之谁在 唐宋山河总逝世 去时却四来十亿 无他还与有他同 若人笑我王先夜 我笑他人在梦中 念吧 叫一个门课写了 贾清夫道 公子出口成章 如此何愁不富贵 些须田野 不足炼野 公子若到此家坐在上面了 去得一章 与公子扬名一章矣 公子大喜 一言客了 每日印了十来章 待在甲 照二人身边 行到一处 欲要赏恩 集取出来 填住几字 印了花鸭 集已成器了 公子笑道 真正简便 此后再不小捏笔了 快活 快活 其中门客每自家要的 只需自家写住 偷用花鸭 一发不难 如此过了几时 公子只见逐日 费得几张纸 一毫不在心上 起吃皮里走了肉 田产 巨已荡剑 公子还不知觉 但剑供给不来 米粮不计 印板文器丢开不用 要些史费 别无来处 问问家人 何不卖些田来用赌 方知田多没有了 门客看见公子艰难了些 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 人家过的日子的 渐渐散去不来 唯有假 赵二人哄得家里平满瘟满 还想到 瘦骆驼上有千斤肉 练着胃去 劝他把大房子卖了 得中人钱 又替他买小房子住 得后手钱 搬去新居不相义 又与他算计改造 致买木石落他的 造得像样 手中又缺了 公子自私宾客技少 要这许多麻也没干 拖着二人把来出卖 比原价只好十分之一二 公子问 为何差了许多 二人道 骑了这些时 走的路多了 价钱自减了 公子也不计论 见着银子 且便接来应用 起初还留着自己 骑做两三匹好的 后来因为赏赐无处 随从又少 把个出列之星 叠起在三十三层高阁上了 一总要马没干 且未养费力 假 赵二人也设法卖了去 价钱不多 又不进到公子手里 勾他几时用 只得又商量 卖拿新居 网自装修许多 兴急要卖 只卖得原价钱到手 新居既去 只得另居而住 一项家中 牢草食物 没处藏碟 半把价钱 烂件送掉 道德迁在令的房子那时 连甲 赵二人也不来了 唯有妻子 上官是随起随倒 当初风花雪月之时 虽也曾劝见几次 如水投石 落得反目 后来小德说着无用 只得平他 上官是也是富贵出身 只会吃到口茶饭 不晓得什么精求 也不曾坐下一些私房 公子有食 他也有的用 公子没食 他也没了 两个住在令房中 且用着卖房的银子度日 走出街上来 遇见旧食的门客 一个个多新鲜衣服 涂从跟随 初时撞见公子 还略略续寒一文一 以后渐渐掩面而过 再过几时 对面也不来理着了 一日早晨 撞着了赵能武 能武道 公子曾吃早饭未曾 公子道 正来买些点心吃 赵能武道 公子且为要吃点心 到家里来坐坐 吃一件东西去 公子随了他到家里 赵能武道 昨夜打的一只狗 喂得糜烂在这里 与公子同享 果然拿出热腾腾的狗肉来 与公子一同狼享虎咽 吃得尽兴 公子回来 饱了一日 心里道 他还是个好人 没些生意 便去寻他 后来也尝试躲过 不十分招揽了 贾清夫遇着公子 园子满面堆下笑来 极致到他家里坐着 只是泡些好清茶 来请他品品些茶味 说些空头话 再不然 翘着脚把管销吹一曲 只当是他的敬意 再不去破费半文钱抄 多少弄些东西来点击 公子忍恶不过 只得别去 此外再无人理他了 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个打者 初见公子败时 还来主张争论 后来看他行径 晓得不了不住 索性不来管他 医药等他干净了 吃尽穷苦滋味 方有回转念头的日子 所以 富时也不来劝戒 穷时也不来资助 只像梅香干的一般 公子手里庆贱 衣食不服 家中别无可迈 一身之外 只有齐齐 没坐思量处 吃算倒 若卖了他去 省了一口时 又可得些银两用用 只是怕丈人 开不得这口 却是有了这个意思 未免露些光景出来 上官翁早已识破其情 想到 省得他自家瞒做出串来 不免用个计较 哄他在圈套中了 慢做道理 最晚出前日劝他好话的那个张三翁来 托他做个说客 商量说话完了 竟来见公子 公子因是前日不听其言 惊荒凉光景了 羞惭满面 张三翁道 郎君才晓得老汉前言不是鱼阔吗 公子道 黄溃 黄溃 张三翁道 晋闻的郎君度日艰难 有将令郑娘子改世之意 果否如何 公子满面通红了道 自幼夫妻之情 怎好清出此言 只是绝无来路 两口饭食不给 唯恐养他不活 不如等他别寻好处安身 我又省得多一口食 他又有着落了 免得跟着我一同忍恶 所以有这一点念头 还不忍出口 张三翁道 国有此意 做成老汉 做个没人何如 公子道 老丈 有什么好人家在肚里吗 张三翁道 便是有个人叫老汉打听 故如此说 公子道 就有了人家 岳丈面前怎好奇迟 张三翁道 好叫足下得知 岭岳正为足下拜完了人家 令正后边日子难过 尽有肯改嫁之意 只是在足下身边起身 慎不雅相 岭岳玉带接着家去 在他家门里责配人家 那时老汉便做个没人 等令正嫁了出去 祭祭里将彩礼送与足下 方为引秀 不伤体面 足下心里何如 公子道 如此委屈罪妙 省得眼睁睁的 我与他不好分别 只是既有了此意 岳丈那里 我不好再走去了 我在那里问消息 张三翁道 只消在老汉家里讨回话 一过去了 就好成事题 我也就来回复你的 不必挂念 公子道 如此做事 连房下面前 我不必说破 只等岳丈接他归家便了 张三翁道 正是正是 两下别去 上官翁一静 打发人来接了女儿回家住了 过了两日 张三翁走来见公子道 是已成了 公子道 是什么人家 张三翁道 人家侯父 也是姓姚 公子道 既是父家 聘礼必多了 张三翁道 他们倒是 忠联在教 不肯出多 是老汉极力称赞贤能 方得品金四十两 你可省赤俭用些 再若轻易弄掉了 别无来处了 公子见就有了银子 大喜过望 口口称谢 张三翁道 虽然得了这几两银子 一入豪门 终身不得相见了 为何如此快活 公子道 譬如两个一起饿死了 而今他既落了好处 我又得了银子 有甚不快活处 原来这银子 就是上官翁的 因恐他把女儿 当真卖了 故装成这个圈套 接了女儿家去 把这些银子 按按住他用度 试看他光景 公子银子接到手 手段扩惯了的 那里勾他的用 况且一向处了不足之乡 未免房钱柴米钱之类 挂欠些在身上 拿来一出摩赫萨 没多几时 手里又空 左顾右盼 别无可卖 单单胜的一个身子 思量索性卖于人了 既得身前 又可养衣 却是一向是个公子 那个来兜他 又接木下 已做了单身光棍 中火又长 主门又短 谁来要这个废物 公子不揣 各处央人寻投路 上官翁知道了 又拿几两银子 另挽出一个来 要了文器 叫庄客收他在庄上用 庄客就假作了家主 与他约道 你本富贵出身 故此价钱多了 既已投靠 就要随我使用 尽吃苦楚 不得为慢 说过方收留你 公子思量道 我当初复圣时 家人几十房 多是吃了着了咸荡的 有甚苦楚楚 一立英诚道 这个不难 既已靠身 但凭使欢了 公子初时看见 玉饭吃饭 玉饭吃粥 不消自己经营 颇为得计 谁知隔得一日 庄客就现他功课起来 早晨要打柴 日里要淘水 晚要冲骨薄米 劳金苦骨 没一刻的安险 略略推顾谢舵 就拿着大棍子下他 公子受不得那苦 不够十日 拔得逃去 庄客受了上官翁吩咐 不去追地 只看他怎生着落 公子逃去两日 东不着边 西不着际 肚里又饿不过 看见启儿没讨饭 讨得来 倒有得吃 只得也披着脸 去讨些冲鸡 讨了两日 挨去启儿队里 坐了一半了 自家想着当年的事 还有些气候心高 只得做一场歌 当作似莲花落满事 唱着启事 歌曰 人道光阴及四缩 我说光阴两样过 昔日繁华人献我 一年一度一蹉跎 可怜今日我无钱 一时一刻如常年 我也曾倾求肥马载高轩 指挥万众驱山前 一生为何吃美精 百姓妖莹如神明 今日黄金散尽谁附近 朋友离群猎狗烹 昼无善周夜无眠 落得街头唱礼莲 一生两劫谁能堪 不愿爷娘不愿天 早知道此遭坎坷 毁教当日劫妖魔 而今无计可奈何 殷勤劝人羞死我 上官翁晓得公子 在街上起话了 叫人密地 吩咐了一般情 故意要凌辱他 不与他一路起始 极致自家讨得歇嘘来 又来抢夺他的 没得他吃饱 略略不顺意 便下他道 你无礼 就扯你去告诉家主 公子就慌得手脚无措 东躲西壁 又没个着身之处 真个是洞内忧愁 无见不偿得到了 上官翁道 奈何得他也够了 乃仙把一所大庄院 与女儿住下了 在后门之旁收拾一间小房 被窝食物略略被卸在里边 又叫张三翁来寻着公子 对他道 老汉做梅不久 怎知你就流落此重了 公子道 此重了 可怜众人还不容我 张三翁道 你本大家为何反被启尔欺武 我晓得你不是怕启尔 只是怕见你家主 你主性不遇着 若是遇着 送你到牢狱中追起身前来 你再无出头日子了 公子道 今走生无路 只得听天命 早晚是死 不得见你了 前日你做梅 嫁了我妻子出去 今不知好过日子否 说吧大哭 张三翁道 我正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你妻子今为豪门主母 门庭贵圣 与你当初也差不多 金托我寻一个管后门的 我若见了你去 你只管晨婚起避 再无别事 又不消字体 想着安乐茶饭 这可好吗 公子拜到若得如此 是重生父母了 张三翁道 只有一件 他原先是你妻子 今日是你主母 必然休提旧事 你切不可妄言放肆 录了风声 就安身不牢了 公子道 此一时 彼一时 他如今在天上 我得收拾门下 免死沟壑 变为万幸了 还敢妄言甚吗 张三翁道 既如此 你随我来 我帮衬你成事变了 公子果然随了张三翁去 站在门外 等候回音 张三翁去了好一会 来对他道 好了 好了 事已成了 你随我进来 随随公子到后门 这间房里来 但见床障皆心 气举粗辈 萧萧一事 强如安寺坟堂 寄寄树船 不见路霜风雨 虽单身之入卧 沈克西之一安 公子一向草气露宿 受苦多了 见了这一间清净房室 气服整洁 吃惊问道 这是那个住的 张三翁道 此即看守后门之房 与你住的了 公子喜之不胜 如入仙境 张三翁道 你主母家父 故带仆役多其整 踏着你管后门 你只坐在这间房里 赤字在反钩了 凭他主人在前面出入 主母在里头行旨 你一切不可窥探 他必定修建你 又万不可走出门一步 躺遇着你救驾主 你就住在此不稳了 再三叮嘱而去 公子吃过苦的 谨守其言 心中一来 怕这饭碗弄脱了 二来怕露出踪迹 撞着救主人的是非出来 呆呆坐守门房 不敢出外 过了两个月余 只是如此 上官翁晓得 他也性已收了 呼一日叫一个人 拿一封银子与他 说道 主母生日 众人多有赏 说你管门没事 赏你一钱银子买酒吃 公子接了 想一想 这日正是前边妻子的生辰 思量在家复圣之时 多少门客来作贺 吃酒兴头 金却在别人家了 不觉欺然泪下 藏着这包银子 不舍得轻用 隔几日 又有个人走出来道 主母换你后堂说话 公子吃了一惊 道 张三翁前日说 他修建我面 叫我不要路行 怎么如今换我说话起来 我怎生去相见的 又不好推顾 只得随着来人 一步步走进中堂 只见上官氏坐在里面 俨然是主母尊严 公子不敢抬头 上官氏道 但见说管门的姓姚 不晓得就是你 你是副公子 怎在此与人守门 说得公子羞惭满面 作声不得 上官氏道 念你看门勤解 赏你一封银子 买衣服穿去 丫鬟递出来 公子称谢寿了 上官氏吩咐 原叫领了门房中来 公子到了房中 拆开封筒一看 乃是五钱足闻 心中喜欢 把来与前次生日里赏的一钱 仅做一处包好 藏在身边 就有一班家人来与他庆松 哄他拿出些来买酒吃 公子不肯 众人又说 不好毒难为他一个 我们大家凑些 打个平火 公子捏着银子道 钱财是难得的 我藏着后来有用处 这样嫌好汉再不做了 众人强他不得 只得散了 一日黄昏时候 一个丫鬟走来说道 主母叫他进房中来 问旧事说话 公子不肯 道 夜晚间不说话师姐 我在此住得安稳 万一有些风吹草动 不要我管门起来 赶出去 就是个死 我只是 守着这都是罢了 你与我回复主母一声 绝不敢一壶一乱进来的 上官翁逐时叫人打听 见了这些光景 晓得他已知苦辣了 岁又去晚那张三翁来看公子 公子见了 深谢他见举之德 张三翁道 此间好过日子佛 公子道 此间无忧一时 我可以老死在室内了 借老丈之恩也 若非老丈 无此事不知性命在哪里 只有一件 吃了白饭 闲过日子 觉得可惜 无今积攒几钱银子 在身边 不舍得用 老丈是好人 怎生教导我 一个生利息的方法 或做些本等守夜 也不枉了 张三翁笑道 你几时 也会得西光阴西财物 起来了 公子也笑道 不是一时学德的 而今小德也迟了 张三翁道 我此来 单位 你有一亲眷要来会你 雇着我先来通知 公子道 我到此地位 亲眷无一人理我了 那个还来要会我 张三翁道 有一个在此 你随我来 张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 只见一个人在里面 威碧大秀 高视阔步 夺江出来 公子望去一看 见是前日的丈人 上官翁 公子叫声 恶也 失色而走 张三翁赶上一把拉筑道 是你的令月 为何见了就走 公子道 有肾面孔见他 张三翁道 自家丈人 有什么见不得 公子道 妻子多卖了 而今还是我的丈人 张三翁道 他见你有些务实了 原要把女儿招你 公子道 女儿已是此家的主母 还有女儿在那里 张三翁道 当初是老汉做梅卖去 而今原是老汉做梅还你 公子道 怎么还带 张三翁道 吃带子 大人家的女儿 岂肯再嫁人 前日恐怕你当真一胡一行起来 令月叫人接了家去 只说嫁了 今住的原是你令月家的房子 又恐怕你冻饿死在外边了 故着老汉设法了你家来 收拾在门房里 今见你心性转头 所以替你说明 原等你夫妻玩具 这多是令月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 公子道 怪到住在此多时 只见说主母 从不见什么主人出入 我守着老石 不敢窥探一些 岂知如此旧理 原来月丈嫩般费心 张三翁道 还不上前拜见他去 一手扯着公子 走江进来 上官翁也凑江上来 撞着道 你而今记得苦楚 醒悟前非了吗 公子无言可达 大哭而败 上官翁道 你痛改前非 我把这所房子 与你夫妻两个住下 再拨一百亩田 与你管运 做起人家来 若是保暖之后 救星复发 我及时逐你出去 连妻子也不许见面了 公子哭道 经了若干苦楚过来 今受了岳掌深恩 若再不晓得省傲 珍珠狗不值了 上官翁领他进去 与女儿相见 夫妻抱头而哭 说了一会 出来谢了张三翁 张三翁临去 公子道 只有一件不干净的事 躺货救主人寻来 怎么好 张三翁道 那里什么救主人 多是你令月捏弄出来的 你只要好做人家 再不必别略 公子方的放心 住在这房子里 做了家主 虽不及得富胜之时 却是省吃俭用 勤心苦鸡 衣食尽不缺了 既恨了日前之事 不容一个闲人上门 那贾清夫 赵能武剑说 公子重新做起人家来了 合了一半来拜望他 公子走出来道 而今有饭 我要自吃 与列位往来不成了 贾清夫把句话来说说 议论些销管 赵能武又说 某家的马剑 某人的供应 某处地方勤已瘦多 公子只是冷笑 林了道 两兄看有似我前日这样主顾 也来做成我做一伙 同去赚他仙 两人见说话不是头 扫兴而去 上官翁见这些人又来歪缠 把来告了一撞 搜根梯齿 查出前日许多 引漏白湛的田产来 禁遍了公子 公子一发有了家业 夫妻竟得一温一宝而终 可见前日心性 只是不曾吃的苦楚过 世间富贵子弟 还是等他晓得些架色艰难为妙 至于门下往来的人 又不可不慎也 贫富一交一情只自知 宅公何必数门楣 今朝拜子回头日 便是监徒退运时 第二十三章 安内看恶鬼善神景中谈前 静云 要知前世音 今生受者是 要知来世音 今生做者是 话说南京新桥 有一人姓丘 子伯高 平生忠厚至成 奉佛甚景 信息施舍 不肯忘取人一毫一礼 最是个公职有名的人 一日独坐在家内屋檐之下 朗生诵经 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 走到面前来放下包裹在地 向伯高坐一一道 借问老丈一声 伯高慌忙还礼道 有甚话 那人道 小子是个这一江一人 在湖广做买卖 来到此地 要寻这里一个邱伯高 不知住在何处 伯高道 足下问比住处 敢是与他就相识吗 那人道 一向不曾相识 只是江湖上文德 这人是个长者 忠信可托 今小子在屠路间 有些尸体 要甘累他 故此动问 伯高道 在下便是邱伯高 足下既是远来相寻 请到里面来细讲 力气身来 拱进室内坐定 问道 足下高兴 那人道 小子姓男 剑号少赢 博高道 有何剑托 少赢道 小子有些尸体 要到北京会一个人 两月后可回了 手指着包裹道 这里头颇有些东西 仅单身远走 路上干系 欲要忌顿停荡 放客启程 世上的人 便是亲眷朋友 最相好的 撞着财物 一交一关 就未必饱得心肠不变 一路闻得无障大名 是分毫不苟的人 所以要将来 寄放在此 安心北去 回来叩谢 即此便是 甘累老障之处 别无踏实 伯高道 这个当得 但请足下 封记停荡 安放设下 只管放心自去 万无一失 少赢道 如此多谢 当下一眼 把包裹封记好了 一交一语 伯高 拿了进去 伯高见 他是远来的人 整治酒饭待他 他又要置办上 京去的几件物事 未得动身 伯高就留他家里 住宿两晚 方才别去 过了两个多月 不见他来 看看等之一年有余 咬无音号 伯高问着 北来的这一江一人 没有一个晓得的 要差人到 这一江一去 问他家里 又不晓得 他低头住处 相遇着 而人便问南少营 全然无人认得 伯高道 这桩未完事 如何是了 没记奈何 巷口有一补似圣灵 及时去问补一卦 那张卦的道 卦上已决生气 行人必应沉默在外 不得回来 伯高心下伪绝不开 归来与妻子商量道 前日这人与我素不相识 忽然来寄此包裹 今一去不来 不知包内是什么东西 烟雨开来看一看 这人道我忠厚可托 故一面不相识 肯寄我处 如何等不得他来 欲待不看 心下疑惑不过 我想只不要动他原物 便看一看 想也无害 妻子道 自家没有取心 便是看看何妨 取将出来 觉得沉重 打开看时 多是黄金白银 约有千两只树 博高道 原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 如何却不来了 奇怪的说卦上 已决生气 漠不这人死了 所以不来 我而今有个主意 在他包里取出五十斤来 替他广景高僧 做一谈佛事 祈求佛力 保佑他早早回来 倘若真个死了 求他得免罪苦 早早受生 也是我和他相遇一番 受计多时 尽了一片心 不便是这样 埋没了他的 妻子道 若这人不死 来时截动了他五十两 怎么回他 博高道 我只把这实话对他讲 说是保佑他回来的 难道怪我不成 十分不认账 我填海他也罢了 佛天面上 那里是使了屈前处 算计已定 果然请了几众僧人 做了七昼夜功果 伯高是至成人 佛前置心祈祷 愿他生得早归 死得早脱 功果一霸 又是几时 不见阴信 眼见得难少赢不来了 伯高虽无坍塌东西念头 却没个还处 自佛事五十两之外 以此事入己的财物 伯高心里常怀着不安 日远一日 也不以为意了 伯高一向无子 这番服事之后 其妾极有好运 明年生下一难 眉目疏绣 甚绝可喜 伯高夫妻十分爱惜 养到五六岁 送他上学 取名邱骏 岂知小聪明甚有 见了书就不肯读 只是赖学 道得长大来 一发不肯学好 专一结识了一般 无赖子弟 调赌行中一溜 撒满使钱 借训不下 村里人见他如此作为 进阶叹息道 邱伯高做了一世好人 生下后代 乃是败子 天没眼睛 好善无报 如此过了几时 伯高与他取了妻 生有一子 指望他渐渐老成 自然收心 布匡秋郡有了妻儿 岳家在寺 连妻儿不放在心上 弃着不管 终日只是三接两室 合着酒肉朋友串红 飞赌吉嫖 整个月不回家来 便是到家 无非是取钱超 要当头 伯高气愤不过 一日 伯高出外去 思量他在家飞围 哄他回来 锁在一间空室里头 一团一一团 一多是墙壁 只留着一个圆洞 放进饮食 就是生了双翅 也没处飞僵出来 伯高去了多时 秋郡坐在房里 真如淋雨一般 其大娘甚是连他 恐怕他愁苦坏了 一日早起 走到房前 在避凤中张他一张 看他在里面怎声光景 不看万事全修 只这一看 那一惊非小可 正是 分开八片顶羊骨 倾下一桶血水来 秋郡的大娘 看见房里坐的 不是秋郡的模样 吃了一惊 仔细看时 俨然是像年纪包裹的 客人南少营 大娘认得明白 不敢择声 嘿嘿归房 恰好秋薄高也回来 妻子说着怪异的事 薄高猛然大悟道 是了 是了 不必说了 原是他的东西 我怎管的他浪费 网坐冤家 灯师开了门 放了秋郡出来 听他仍旧外边浮浪 快活不多几时 酒色逃空的身子 一口气不接 无病而死 薄高算算所费 恰正是千金的光景 明晓得是因果 不时分在心上 只收拾孙子过日 望他长成罢了 后边人议论 秋郡是南少营的后身 来取这些 记下东西的 不必说了 只因秋薄高是个善人 故来与他家生下一孙 掩着后代 天道也不为差 但只是如此忠厚长者 明受人忌惚 又不曾贪谋了他的 还要填海本人 还得尽了方休 何况师父欠了人 强要人的打点受用 天启克得拟过 所以冤寨相长 因果的事 说他一年也说不了 小子而今说一个 没天理的 与看官们听一听 钱财本有定数 莫要七心一壶一坐 试看古往今来 只是一本账簿 却说 元朝至正年间 山东有一人姓元名字时 田庄为生 驾到丰厚 兴致愚蠢 不通文末 却也忠厚认真 一句说话两个半句的人 同里有个姓庙的千户 与他从幼往来相好 一日谋千户 选受得福建地方官职 收拾妇人 缺少路费 要在自食处借银三百两 自食凯然应允 庙千户写了文卷送过去 自食道 通家至爱 要文卷做甚吗 他日还不还 在你心里 你去做官的人 料不赖了我的 此时自食世家私有余 把这几两银子 也不放在心上 竟自不收文卷 如数一交一语他去 廖千户自去上任了 真是事有不测 至正末年间 山东大乱 盗贼四起 自食之家 被杰群盗略一空 所胜者田地乌雨 兵戈扰攘中 又变不出银子来 练着住下 又恐性命难保 要寻个好去处避兵 其实福建被陈友定所拒 七郡地方独安然无事 自食与七子商量到 目令满眼兵戈 只有福建平静 旷幼君载笔为官 可以投脱 但道徒阻塞 人口牵连 行动不得 莫若寻个海船 搭了他由天津出海 直驱福州 一路海洋 可以静达 便可怯家而去了 商量已定 收拾了些灵圣东西 再来一家上了海船 看了风讯开去 不择几时 到了福州地面 自食上岸 先打听谋千户消息 见说妙千户 正在陈友定目下 当道用事 威权隆重 门庭鹤意 自食喜之不胜 倒是来得着了 匆忙之中 未敢就未见他 且回到船里 对妻子说道 问着了妙家 他正在这里兴透 便是我们的造化了 大家欢喜 自食在福州城中 另下的一个住居 接妻子上来 安顿行李停档 思量要见谋千户 转一个念头道 一路受了风波 颜色憔悴 衣裳褴 她是兴透的时节 不要讨她笔贱 还以从容为事 住了多日 把官服多整事其处 面旁也痒得黑色退了 然后到门求见 门上人见是外乡人 不肯接铁 问其来由 说是山东 门上人道 我们本官最怕乡里来馋 门上不敢饼的 怕惹他脑躁 等他出来 你自走过来 我面见他 虚语无门无干 他指这个时节 出来快了 自食一眼 站着等候 果然不多一会 妙千户 骑着马 出来拜客 自食走到马前 躬身打拱 妙千户把眼看到别处 毫离不像认得的 自食急了 走上前去说了山东土音 把自己姓名大声叫喊 妙千户听得 只得叫拢住了马 认一认 假作吃惊道 原来是我相亲 施战 施战 下马来坐了一 拉了他转到家里来 续了宾主坐定 一杯茶坝 千户 自立起身来道 世间正有小事要出去 不得奉陪 且请人兄回遇 来日不惧小酌 申请过来一续 自食不曾说的甚吗 没奈何 且自别过 等到明日 千户这个人 拿了一个单贴 来请自食 自食对妻子道 今日请我 必有好意 欢天喜地 不等再妖 跟着就走 到了衙门 千户接着 自食只说道 长久不见 又远来乡投 怎生起整待他 谁知千户一死圣诞 草草酒果三杯 说些地方上 大概的话 略略问问 家中兵戈光景 亲眷存亡之类 毫厘不问着 自食为何远来 家业兴沸若合 比其自食说的 遭劫逃难 苦楚不堪 千户听了 也只如常 并无惊害连续之意 至于戒淫之事 头也不提起 谢也不谢一声 自食几番要开口 又想到 刚到此地 出此相招 怎生就说讨债之事 万一冲撞了他 不好意思 只得忍了出门 到了下处 吕欲荒凉 柴米窘迹 妻子问说 何不与妙家 说说前吟 也好付些来救急 自食说 出道不好启齿 来曾说得的缘故 妻子怨恨道 我们万里远来 所干何事 专为要投投妙家 矜持特请去一番 却只贪着他 些微酒食 爱口失修 不把正经话提起 我们有什么别忘投在那里 自食被埋怨的不耐烦 愁愁了一夜 次日早起 就到谋千户家去求见 千户见说自食到来 心里已有几分不相义了 免不得出来见他 一似慎倦 续得三言两语 做出许多勉强之无的光景出来 自食指得自家开口道 在下家乡遭变 拼了性命 妾家海上远来 所仗唯有兄长 今日有句话 不揣来告 千户不等他说完 便接口道 不必凶说 小弟已知 向着承接路费 于心不忘 虽是一官萧条 奉入微薄 恰是故人远至 岂敢孤安 兄长一面将文卷剪出来 小弟好照一树木打点 陆续奉还 看官 你到此时谋千户度里 岂是忘记了当初借银之时 并不曾有文卷的 只是不好当面赖的 且把这话做出推头 等他拿不出文卷来 便不好认真催逼时 此乃复心人 起赖端的圈套处 自食是个老实人 见他说得蹊跷了 吃惊道 均言诧异 当初相礼弃后 开口就像见 从不曾有什么文气 今日怎么说出此话来 千户故意装出正经面孔来道 岂有势力 债富往来 全凭文卷 怎么说个没有 或者冰火之后 军家自失去了 客货有之 然计与兄就义交医 而今文卷有无也不必论 自然处来还凶 只是小弟 也在本族之乡 一时兴急不得 从容谢个勉强 错办才妙 自食听得如此说了 一时也难相逼时 只得为位而出 一路想他说话古怪 明是七星光景 却是寄到此地 不得不把他来作罢 他事才也还有从容处还的话 不是绝无生意的 还需忍耐几日 再去求他 只是我当初要好的不是 而今全在他人之手 就这般烦难了 归来与妻子说之 大家叹息了一回 商量还只是求他为事 只得挨着面一皮 走了几次 常只是这些说话 推三阻四 一千年也不赖 一万年也不还 耳朵里时时好听 并不见一分递过手里来 欲带不走时 又别无生路 自食走的一个不耐烦 正所谓低阳处翻 进退两难 自食网字奔波多次 竟无所得 日挨一日 疏忽半年 看看已尽心争 自食客居萧索 何家嗷嗷 过岁之际 分毫无处 自食没奈何了 只得到妙家去 见了千户 一头哭 一头败将下去道 望兄长救吾 性命择个 千户用手扶起道 何至于此 自食道 心争在耳 妻子饥寒 难乏一钱 平无一粒粒 如何过的日子 向着所借银两 金不敢求还 任凭遵义应及多少 一丝一毫 尽算是遵赐罢了 就是当时无此借货一项 今日雇人之意 也求怜悯一些 说罢大扩 千户见哭得慌了 也有些不安 把手指书一数道 还有十日 方式除业 兄长可在家砖带 小弟分些鹿米 被些柴心之费 送到贵域 以为兄长过岁之资 但物以轻微为怪 便见相知 自食穷极之际 见说肯送些东西了 心下放掉了好些 道 若得如此 且言惨喘到新年 便是胜得无尽 欢喜作别 临别之时 千户再三丁主道 除夕切勿他往 只在贵域等着便是 自食领诺 归到狱中 把千户之言 对妻子说了 以家安心 到了除日 清早就起来 坐在家里等候 欲要出去 寻些过年务事 又恐怕一时错过 心里还想等 有些钱抄到手了 好去运动 呆呆等着 心肠八将出来 叫一个小子 站在巷口 看有什么动静 先来报之 去了一会 小私奔来道 有人挑着米来了 自食急出门一看 果然一个 丹夫逃着一袋米 一个清衣人 前头拿了蹄走来 自食认到是了 只见走进门边 丹夫并无歇奸之意 那个清衣人 也静字走过了 自食疑心道 必是不认得吴家 错走过了 连忙叫道 在这里 可转来 那两个并不回头 自食只得赶上前去 问清衣人道 老哥 送礼到那里去的 清衣人把手中铁语 自食看到 吴家主张 园外送米 与管编的 你问他 则慎 自食情之不适 扬扬走了转来 又坐在家里 一会 小四又走进来道 有一个公差打扮的 肩上 托了一肩钱走来了 自食到门边 探头一望道 这番事了 只见那公差打扮的 经过门手 脚步不停 更跑得紧了线 自食越加疑心 跑上钱问时 公差答道 县里知县相公 送这些钱 与他乡里过节的 自食又见不适 心里道 别人家多纷纷送礼 要见旨在今日这一日了 如何我家的偏不见到 自食心里 好像十五个吊筒打水 气上扒落的 身子好像坐盘上蚂蚁 一煞也站脚不住 看看手到下午 竟不见来 落得探头探脑 心园一马 这一日 一见过年的东西 也不买得 到街前再一看 家家户户 多收拾起买卖 开店的多关了门 只打点过新年了 自食反为妙家所悟 丽米树心家里无备 妻子只是怨场啼哭 别人家欢呼畅饮 爆竹连天 自食俱眉皱目 凄凉相对 自食越想越气 双脚乱跳 大骂 腹心的狠贼 害人到这个所在 一份之气 香中翻出一柄解万刀来 在墨石上磨得血量 对妻子道 我不杀他 不能雪这口气 我拼着这命抵他 好歹三推六问 也还迟死几时 明日绝早清晨 等他一出门来 断然结果塌了 妻子劝他且用性 自食那里暗纳的下 捏刀在手 做到天明 鸡鸣骨绝 竟望妙家门守而去 且说这条巷 中间有一小庵 乃自石家里 到妙家必游之路 庵中有一道者 号轩元翁 年近百岁 是个有道之士 自食平日 到妙家里 经过此庵 每走到里头歇足 便与安主 轩元翁续一会闲话 往来祭久 岁成熟时 此日是正月初一日元旦 东方江洞 路上未有行人 轩元翁起来 开了门 将一张桌当门放了 点上两只蜡烛 朝天拜了四拜 将一卷 惊叹在桌上 中间烧起一炉香 对着门坐下 朗声而送 送不上一两板 看见街上天光细微中 一个人当前走过 甚是急剧 认得是原自石 因为怕断了镜头 由他自去 不叫住他 这个老人家 道眼清明 看原自石 在前边一面走 后面却有许多人跟着 仔细一看 那里是人 乃是骑行怪状之鬼 不计其数 跳舞而行 但见 或握刀剑 或直追走 劈头露体 世甚凶恶 轩原翁住了经不念 口里叫声道 怪哉 把姓定一回 重把经念起 不多时 见自石 副走回来 脚步揽慢 轩原翁因是 起先诧异了 嘿嘿看他自走 不敢叫破 自石走得过 又有百来个人 跟着在后 轩原翁 着眼细看 此番的人 多少比前差不远 却是打扮大不相同 尽是金官玉佩之事 但见 或且壮盖 或举经翻 何刻悦色 一身安闲 轩原翁惊道 这却是甚么缘故 遂朝清早 所见如此 必是原生死了 世间乃其阴魂 故到此不进门来 相从的 多是神鬼 然恶往善归 又怎么解说 心下狐疑未觉 一面把惊送完了 急急到自石家中 访问萧昊 进了原家门内 不听的里边动静 咳嗽一声 叫道 有客相拜 自石在里头走江出来 见是个老人家 新年初一相拜 忙请坐下 轩原翁说了一套 随俗的吉利话 便问自时道 今日绝清早 足下往何处去 去的时节 甚是匆匆 回来的时节 甚是缓缓 其故何也 愿得一文 自石道 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 不好告诉的老丈 轩原翁道 但说何妨 自石把谋千户 当初盗刃借他银两 而今来取 只是推脱 戏图混赖 即年晚哄送前米 竟不见诵 以至狼狈过年的事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轩原翁也顿足道 这等恩将仇报 岂是可恨 这样人必有天报 足下今日出门 打点与他寻闹吗 自石道 不敢弃老丈 昨晚尾石器了一晚 吃亏不过 把刀磨快了 八道天明 一欲往笔门手 等他清早出来 一刀刺杀了 一学此恨 极致到了门手 再想一想 他固然得罪于我 他尚有老母妻子 平日与他同家往来的 他们虚无罪 不争杀了千户一人 他家老母妻子 就要流落他乡了 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 如此难堪 怎忍叫他家也到这地位 宁可他负了我 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 所以忍住了这口气 慢慢走了来 心想未定 不曾到老丈处奉拜德 却叫老丈先祥 得罪 得罪 宣渊翁道 老汉不是拜年 其实有庄奇异 要到宅上奉房 金剑足下诉说这个缘故 当与足下称贺 自石道 有何可贺 宣渊翁道 足下当有后路 世间之事 神明已知道了 自石道 怎见得 宣渊翁道 方才清早足下去时节 老汉看见许多凶鬼相随 回来时节 多换了福神 老汉因此心下奇异 金剑足下所言如此 乃至一念之恶 凶鬼便智 一念之善 福神便领 如影随行 一毫不爽 暗室之内 造此之间 万不可蒙一毫恶念 造罪损得的 足下善念计发 鬼神必当黑幼 不必仇恨了 自石道 南城老丈劝慰 只是受了负心之骗 一个心碎 浅米巨无 光景难堪 既不杀的他 自家寻个死路罢 也修对妻子了 宣元翁道 修说如此短见的话 老汉安中尚有余粮 庭慧当送些过来 全时应用 切勿更起他念 自石道 多敢 多敢 宣元翁坐别而去 去不多时 果然一个道者 领了宣元翁之命 送一条米 一贯钱到自石家来 自石哭咳之计 只得受了 转托道者 智谢安主 道者去后 自石辗转思量 此翁与我像非相识 尚成其好意如此 颇奈谋千户付欠了我的 反一毛不拔 本为他远来相投 今失了望 后边日子如何过得 我要这性命也没干 况且此恨难消 据宣元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 我杨氏不忍杀他 何不寻个自尽到阴间告礼他去 必有申诉之处 遂不与妻子说破 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角井边 叹了一口气 仰天叹道 黄天有眼 我原自石 被人赖了本钱 却教我死于非命 可怜 可怜 说吧 扑通地跳了下去 自石 直到是水淹将来 立刻渴死 谁知道 井中可杀作怪 自石脚踏实地 点水也无 伸手一磨 两边巨矢石石壁消成 中间有一条狭路 只好客身 自石将手拖着两臂 黑暗中只管向前 一路走去 走沟有数百步远 忽见有一线亮光透入 急急望亮处走去 虚余必尽路穷 乃是一个石洞小口 出的一石 豁然天日明朗 别是一个世界 又走了几十步 建一所大宫殿 外边门上排额四个大金字 乃是三山福地 自石瞻仰了一会 方敢举步而入 但见古殿烟消 长廊骤镜 徘徊四顾 去无人踪 钟盘一声 晃来云脉 自石洞天福地 已有神仙在此葬 绝非俗静沉居 不待溯源那得到 自石立了一响 不见一个人面 肚里鸡又鸡 可又渴 腿脚又酸 走不动了 见面前一个石潭 且是洁净 自石软倒来 只得眠在石潭旁边歇息一回 忽然里边 走出一个人来 乃是倒是打扮 走到自石面前 笑问自石道 汉林已知 刻边滋味了吗 自石吃了一惊 道 刻边滋味 受得勾苦楚了 如何呼我做汉林 岂不大差 道徒道 你不记得在兴敬殿草 赵书了吗 自石道 一发好笑 某乃山东笔人 不依见识 声势似实 目不知书 连经理多不曾认得 晓得什么兴敬殿草 什么赵书 道徒道 可怜 可怜 人生换了皮囊 便为事欲所谷 饥寒所困 把前世多忘记了 你来此间 腹中已饿了吗 自石道 昨晚愤恨不识 直到如今 未寻死的道子 不期误入仙境 却是腹中又饿 口中又渴 腿软筋麻 当不得 暂握于此 道士秀里 磨出大梨一颗 大枣树梅 与自石道 你认得这东西吗 此一胶一离 活早也 你吃了下去 不为免了饥渴 坚可晓得过去之事 自石借来手中 正当饥渴之际 一口气吃了下去 不觉精神爽见 明目一响 欣然明悟 记得前生身为学士 在大都心情垫厕草召 犹如昨日 一咕噜八将起来 拜着道土道 多猛仙肠家果之位 不但解了饥渴 亦且顿武前生 但前生既如此轻贵 为之作何罪业 以致今生受报 弄得家此没下烧了 道士道 你前世也无大罪 但在职之时 自是文学高强 忽略后进之人 不肯加以及饮 故今是法你愚俗 不通文艺 忧望自尊大 拒绝一交一游 毫无情面 故今是法你漂泊 投入不着 这也是一环一报 天道再不差的 今因你一念之善 故有分道此福地 与无相遇 救你一命 道士阴雨自食说 世间许多因果之事 某人是善人 该得好报 某人是恶人 该得恶报 某人乃是无厌鬼王出世 地下有十个卢 替他住横财 故在世贪涛不止 贿赂攻行 他日浮满 当受忧求之祸 某人乃多杀鬼王出世 有阴兵五百 多是铜头铁鹅的 跟随左右 助其行虐 故在世杀害良民 不及军事 他日命衰 当受割劫之殃 七凡贪阵官污吏 父是豪民 即矫情甘育 七是道名种种之人 无不随也得报 一一不爽 自食见识的 这等利害明白 打动了心中士 虽问道 假似谋千户 七星混赖 付我多金 反之得无聊如此 他日岂不报应 道士道 足下不必怪他 他乃是王将军的裤子 财物不是他的 他岂得望冻叶 自食道 见今他想荣华 我受贫苦 眼前怎么当得 道士道 不出三年 世运变革 地方将有兵戈大乱 不是这光景了 你快择擅地而居 免受迟余之祸 自食道 在下愚昧 不时何处可以躲避 道士道 福宁可居 浅大边所在于你略有缘分 可尝得你前日好一代人之物 不必想妙家还了 此借此善念所致也 今到此已久 家人玄望 之所回去罢 自食道 其初自井中下来 行了许多暗路 今不能重计 旧寻着了旧路 也上去不得 如何归去 道士道 此间别有一境 可以出外 不必从旧路了 因指点山后 一条路径 叫自食从此而行 自食在拜称谢 道士自转身去了 自食 依着所指之境 行不多时 见一个血口 走将出来 另有天日 急回头认时 血已不见 自食望去百步之外 远远有人行走 奔将去问路 原来即是福州城外 随即即跑回家来 家人见了又惊又喜 道 那里去了这几日 自食道 我今日去 就是今日来 怎么说几日 家人道 今日是初时了 自那日初一出门 到晚不见回来 只到在轩辕翁安里 急至去问时 却又说不曾来 只疑心是有什么山高水低 薛元翁说 你家主人还有后路 定无他事 所以多勉强宽解 这几日恼然无信 未免慌张 信得来家却好了 自是把愤恨投井 谁知无水不死 却遇见到是 奇奇怪怪 许多说话 说了一遍 道 闻得仙家日月长 今无 再景止得一想 世上却有时日 这倒是多分是仙人 他的说话 必定有准 我们一言般在浮宁去吧 不要练练妙家的东西 不得到手 反为所悟了 一面叫人收拾起来 打点上路 自食走到薛元翁安中 别他一别 说千曲之意 薛元翁问 为何发此念头 自食把景中之事 说了一遍 薛元翁爹足道 可惜足下不认的人 这倒是乃芙蓉真义人也 我修炼了一事 不能相遇 岂知足下当面错过 仙家之言 不可有为 足下千曲为上 老汉也自到山中去了 若住在此地 必为乱兵所杀 此时别了回来 一静领了妻子 同道福宁 此时天下扰乱 富裔繁重 地方多有逃亡之屋 此时走去 寻得几间 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 并叠瓦砾 将就修起来往 挥出之际 争然有生 绝将下去 却是石板一块 多将开来 终有藏金 树实定 何家见了不胜之喜 恐怕有人看见 连忙收拾在乡下种了 自时道 井中道士所言 此间与吾有些缘分 可还所带银两 正为此也 将来乘一乘 果是三百斤之数 不多不少 自时道 井中人果是仙人 在此处料然不防 从此安顿了老小 衣食也充足了些 不愁动美 放弃安居 后来张世成大军 临福州 陈平章遭虏 因官吏多被诸禄 谋千户一家 被王将军所杀 尽有其家资 自时在福宁静得无事 算来恰恰三年 道士之言 无疑不厌 可见财务有定数 他人东西强要不得的 为人一念 善恶之报 一些不差的 有诗为证 一念岂时神鬼志 何况前生素是远 方之父是多千令 只为他人守夜前 中心 Blu 雪 神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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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